约维二世纪 据南海纪归内法传卷四载 本身满乃赞永中最优美者 南海诸岛十余国皆有讽诵本身满之风习 梵文本堪行于1891年 英译本则堪行于1895年 英译大名三藏圣教目录 梵语佛典诸文献 山田龙城 P5214 菩萨本业经 全义卷 无知千亿 又称华严经 进行品 本经 本行品 收于大正藏第十册 本经以华严经进行品为中心而成立为一经 旨在阐述在加菩萨之理想 对照华严经 本经很难安定由本经或冲成为华严经 或从华严经抽出浓缩成为本经 出三藏纪集卷二 历代三宝集卷五 大唐内典路卷二 P5214 菩萨的 一范指时的 及修行过程之十个阶位 一般多指 三圣共识的 知识的 或大臣菩萨修行过程之十地 三圣共识的 亦称共的 及生文 原诀 菩萨等三圣之人 所共修之十个阶位 二特指 三圣共识的 中之第九的 亦积天台宗所称 通教时的 之第九地 此阶位乃菩萨自最初发心至尘道前之阶位 一 据大品般若经卷六发去品载 菩萨住于第九地中 据足下列之十二法 一 可蒙受无边世界之度化 二 得岁如是之愿 三 乐之诛天 龙 夜叉等之语而畏之说法 四 处胎成就 五 家成就 六 所生成就 七 性成就 八 眷属成就 九 出生成就 十 出家成就 十一 庄严佛术成就 十二 成满巨族一切诸善 二 另据法华悬一卷四下 摩赫止观卷六上等所在 则为于此阶位之菩萨为化意众生 而生于三界 福慧生力 升官真俗二帝 进而更断除习气 色法 心法等诸烦恼 的 法眼道种智 乃智学佛实力 四 无畏等法 于此之时 残惜将尽 恰如于尽 于三圣之中 唯有菩萨能尽至此位 故称菩萨地 三范指菩萨修行之十个阶位 即就华言经卷二十三所说之欢喜地 离构地 明地 燕地 南圣地 献前地 远行地 不动地 善会地 法云的等时的 为菩萨修行五十二阶位中 第四十一位至第五十位之修行阶段 参阅 十的 四百一十九 P五千两百一十五 菩萨的持经 泛名Bodhisattva B.H.M. 凡十卷 或八卷 又称菩萨的经 地持经 菩萨戒经 菩萨的持论 地持论 北梁谈无称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侧 的持经虽称 经 但本应属 论 传说系无者记录弥勒之说法而成 然汉意于加师的论则是其为弥勒菩萨所作 至于西藏译本 仍认为系无者之作品 本经与于加师的论本地分中之菩萨的未同本 然其中缺乏正等菩提心品 意义本令有求纳拔摩所义九卷本之菩萨善戒经 本经详说大臣菩萨修行之方便 内容分出方便处 四法方便处 毕竟方便处三部分 凡二十七品 应收有大臣戒 故本经古来即备受重视 出三藏记记卷二 大唐内典录卷三 古经易经图记卷三 开源是教路卷四 大臣戒经研究 大野法道 P5215 菩萨的持论 请参阅菩萨的持经 菩萨的善戒经 请参阅菩萨善戒经 菩萨的经 请参阅菩萨的持经 善萨行 只修行者为成佛道 而修六度之行 如释迦牟尼佛于成道 前曾旧诸先修种种苦行 于前世现种种生 修不施 忍辱等行 即称菩萨行 本身经所述即为 佛陀前世五百身之修行 P5215 菩萨行有四难 据华言经书卷六举出 修菩萨行者有四难 即 一 被己利是难 为行者仅为利益众生 而无一毫为己之念 二 行相为苦难 为行者为利益众生 而随本愿修苦行 不乐求世间之种种欲乐 三 处经诸有难 为行者为利益众生 故于诸苦无不经历 四 时节无量难 为行者乐求无上佛果 兼修利他之行 故所经之时节不可限量 P5215 菩萨行门诸经要集 请参阅大臣修行 菩萨行门诸经要集 菩萨座 即伴家夫座 又称伴座 伴家 贤座 安座时 以一族家座于另一族上 此座法通常为菩萨所采用 以知相对于如来之家夫座 而称菩萨座 于密教图像之中 金刚 胎藏两部曼陀罗 除须空藏 千手观音 金刚藏王 班若等少数菩萨之外 其余数百菩萨皆伴家夫座于莲花上 此一座法又分吉祥 降魔两种 以右族家于左族上 称吉祥伴家座 一般为密教所采用 反之则称降魔伴家座 通行于禅家之间 此外 据四分律卷四十九 摩赫僧止律卷四十 有布皮奈耶杂士卷三十亿等所在 佛教教团成立之初 僧众原本采家夫座 后应顾及比丘尼于安座之时 免受虫蛇侵入及经邪漏出 佛陀遂听许比丘尼采半家夫座 此意为菩萨座之烂伤 不空所神辨真言经卷八 修习止观作禅法药 世事药揽卷中 参阅 结家夫座 五千一百八十六 P五千两百一十六 菩萨界 大臣菩萨所受持之戒律 又做大臣界 佛性界 方等界 千佛大界 反之小臣身闻所受持之戒律 称小臣身闻戒 菩萨界之内容为三具境界 即涉律仪界 涉善法界 饶意友情界等三项 一集聚集了持律仪 修善法 度众生等三大门之一切佛法 作为境界以持守之 说菩萨界之大臣典籍甚多 可综合为梵网与瑜伽二类律典 梵网界本受界之作法出于梵网经律藏品 其界相为十重境界 四十八清界 不论出家 在家 皆可受持 瑜伽界本出于瑜伽师的论卷四十 卷四十一 以三具境界 四种他胜处法未基准 虽亦道俗通设 然必先受小臣七众界 而久已成就无犯者 方能受持 古代以瑜伽界为主 经则盛行梵网界 天台宗之元顿界 即为梵网界 据梵网经卷下所在 受持菩萨界有五种利益 一、十方诸佛敏念守护 二、灵命忠实 正见心欢喜 三、所生之处与诸菩萨未有 四、功德多具 戒度成就 五、今世后世性戒福慧圆满 菩萨界乃幽婆赛 幽婆怡、沙弥、沙弥、沙弥尼 士叉摩尼、比丘、比丘尼等 七众界外之波罗提木叉 别解脱界 菩萨之身份可在七众之中 亦可在七众之外 其尊贵处 乃由于涵盖而又超胜一切界之故 梵妄精卫 菩萨界为诸佛之本源 菩萨之根本 是诸佛子之根本 菩萨界之性质 相似于八界 八观斋界 八界亦为七众界外之一种别解脱界 但菩萨界中 有些相似于八界 故畏、顿力界 有些则不同于八界 而相似于七众界之 剑刺界 故菩萨界之种类可分为二 一、顿力而可单受之菩萨界 二、剑刺而须先受三规五界等之后再受的菩萨界 《汉语藏经》中教授重视之菩萨界本或菩萨界经有菩萨音乐本液经 extreme over 瀕网经的那些《寺saw目经》述幅乐相似谨____如七众柄中 buff Leo 余gy bland sac我 若以顿剑二分支 因若与梵网属于顿力 其余之瑜伽、帝池、善界、幽婆塞等界经则属于剑刺界。 佑我国菩萨界之洪传使于鸠摩罗石,344、413,于敦煌邪本中有罗石传之寿菩萨界以轨异卷。 至于受戒之作法则以谈无称,385、433,于孤脏、甘肃五威、受与道境等十余人菩萨界为薅使。 南朝梁、臣二代,受菩萨界风气盛行。 梁武帝、臣文帝君为菩萨界弟子。 梁武帝曾造立戒谈,照请会超受菩萨界。 赴于天间十八年,五百一十九,自发洪世,于等决殿从会约受菩萨界,太子公亲道俗男女从受者四万八千人。 义说五帝从至葬受菩萨界。 至随代,文帝从谈言受菩萨界,阳帝从至已受菩萨界,君称菩萨界弟子。 由此可亏之受菩萨界风气盛行于我国之一般。 菩萨因落本业经卷下,菩萨善界经卷四。 菩萨界经,一卷,幽菩萨界经卷三。 菩萨界本,受菩萨界仪,湛然。 大制度论四十六。 六,梵罕金菩萨界本书卷一,分率形式超资十级卷上,八宗刚要卷上,旭高僧传卷五至藏传,卷六会超传,会约传,广宏明集卷二十二。 月,三军界,六六十五,叶,两千八百九十六,传界,五千三百八十七,圆顿界,五千四百一十一,批五千两百一十六。 菩萨界本,义指梵网金卷下寄送以后所说之界闻,又称菩萨界经,后勤纠摩罗时,四百四十四、四百十三。 以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罗时所义之梵网金,全名为,梵网金卢舍那佛说菩萨经帝, 戒品帝十,据僧照之梵网金序买,梵网金梵本有一一二卷六十一品,菩萨界本及其帝品。 罗时义为两卷,后人则将远下十众,四十八千戒文,别路为一卷,以便宋持。 其内容,自,我经如舍那,至,第一清净者,为本见之序分,而自,佛告诸佛子,至,现在诸菩萨经送,为正宗分, 戒文包括沙、导、寅、妄宇、孤九、磅三宝等之十众戒,及不敬师有,实用五星等之四十八清戒,其下则为劝说流通功得之流通分。 于天台宗中,此戒本乃其大臣缘戒所依准之戒本。 著书有志已所讲述而由弟子张安、冠顶、笔禄之菩萨戒一书二卷,法藏之菩萨戒书五卷,或六卷,意济之菩萨戒书三卷等。 出三藏纪即卷二,佛祖统计卷二十五,天台戒书卷上,二卷一卷。 北梁谈无称,三百八十五,四百三十三,意。 又称菩萨戒本经,地持戒本。 乃自谈无称所依菩萨的持经卷四之方便处戒品别露出四菩萨仪,四十亿清戒之戒文儿。 而成者。 细词是菩萨所说而为大臣菩萨所持之戒本。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其内容,卷首记载归禁记,其次即一菩萨说戒之以则列举各项轻重之戒文,最末为劝说诵持之文。 一名带秩序之菩萨戒本间要知命名,其四菩萨一位,一、自赞毁他,二、迁徙财法,三、填布受毁,四、傍乱政法。 另于四十亿清戒中,第二十六戒为,不惜学佛,此戒条又有分为,学诸外道,与,爱悦写法,者,而总计为四十二清戒。 本戒本之同本意义有,一、玄奘之余家戒本,列举出四十三清戒。 二、流颂求纳拔摩之幽婆塞五戒威夷经,亦列举四十一清戒,然开和略有不同。 内容包括归禁记、戒文,并阐明持戒之五世功德,劝人远离牲口之诸恶、邪命、严恃、放逸等,且举出忏悔、受神、受西藏等作法。 三、同为求纳拔摩所义之菩萨善戒经一卷本,共列举八项菠萝仪,而总计有五十条戒文。 注释书有秩序之菩萨戒本间要一卷。 大唐内典禄卷三,历代三宝纪卷九,开元世教禄卷四,卷十二,卷十四,三拳一卷。 唐玄藏义 书臣于贞观二十三年,六百四十九。 乃由于家师的论本地分菩萨的出持于家处戒品, 卷四十及四十一,超出大臣菩萨戒律移而成。 为弥勒菩萨所说,是称于家戒本。 又称于家菩萨戒本,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经。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此本所说之清戒,相当于梵网经之四十八清戒,系的持戒本之同本意义。 其内容语的持戒本大同小意,然无归禁忌, 共举出四十三清戒,即将第二十六戒,不惜学佛,分为二戒,令于第八戒下,别加,利益犯戒生功德,一戒,戒文之后又举出忏悔法。 此外,有关本戒本之戒术,一般多依据于家论记卷十下之说, 既为四十三清戒,若依据其他律书,则应开合不同,而有四十二戒,即所谓四重四十二清,四十四戒,四十五戒等一说。 著书有缘小之菩萨戒本时犯药记一卷,瑞尊之印礼宗戒图示文超二卷等。 大唐内典录卷五,古经易经图记卷四,开元式教录卷八,真元心定式教目录卷十一,P5217。 菩萨戒经,请参阅菩萨的持经。 菩萨戒经典,范旨收录有关菩萨所应受持戒律之经典。 可分为四类,一,北梁潭无称所益之菩萨的持经,凡十卷,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册。 二,摇晴纠摩罗时所益之范网经,凡二卷,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 三,菩萨应落本叶经,凡二卷,摇晴竹佛念意,又称应落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 四,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之三种菩萨戒本。 一,菩萨戒本,全一卷,北梁潭无称意,又称的持戒本,细字上级菩萨的持经卷四之方便处戒品别录出之戒条,以利受持诵读。 二,幽菩萨五戒威仪经,全一卷,留诵求纳拔摩意,为帝持戒本之同本意义。 求纳拔摩令意有菩萨善戒经一卷,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册。 三,菩萨戒本,全一卷,唐代玄藏意,又称于家戒本,细玄藏所意于家师的论卷四十,卷四十一本地分中菩萨的出持于家处戒品之别出戒条。 上级各律典中,一例来各家之说,又可综合为泛网与瑜伽二类律典,应若金与泛网金同属泛网戒本,其余皆可设属于家戒本。 此二大系统之戒典,最大之区别为,一,泛网戒本为世尊所说,于家戒本为此是弥勒所说。 二,泛网戒本具名十重四十八卿,为道俗兼设之顿利戒,于家戒本则以三具境戒,四种他胜处法未基准,虽亦通设道俗,然必先受小臣七重戒而久已成就无犯者,方能受持,故为一种建利戒。 三,泛网戒本教为严格繁琐,受者应绝对依教奉行,善守律仪,遮止一切轻重够染,于家戒本则教方便善巧,通全达辩,是染非犯,有开有遮。 与我国,历来泛网戒本教为圣行,西藏则受持于家戒本,而不兴时泛网。 于近代,太虚大师则专唱于家戒本,以为四种弟子行持之一准。 菩萨戒本尖药,菩萨戒经义书卷上,历代三宝记卷九,卷十三,律宗纲要卷上,于家菩萨戒本与梵网经略谈,明信,现代佛教学术从刊第八十九册,戒律学纲要,圣言,参阅,菩萨戒本,五千两百一十七,批五千两百一十八。 菩萨戒经义书,请参阅菩萨戒意书。 菩萨戒经义书,请参阅菩萨戒意书。 菩萨戒意书,请参阅菩萨戒意书。 菩萨戒意书,凡二卷。 随带至乙 538 597 说 灌顶 561 632 记 又称梵网菩萨戒经一书 菩萨戒经一记 菩萨戒经一书 菩萨戒一记 天台戒一书 天台戒书 戒书 收于大正葬第四十册 本书系注解范网菩萨戒经 出力是名 出体 料简三科 次是经文 解义甚未简略 天台 净土宗所传之大成元顿戒专一此书而立 收入净土宗全书第十五卷 本书之注书有名矿之菩萨戒一书山补三卷 道西之菩萨戒一书超四卷 运奇之菩萨戒一书记三卷 朱虹之菩萨戒经一书发影五卷 道光之菩萨戒一书见文六卷等 佛祖统统计卷二十五 律宗穷建章卷六 批五千两百一十九 菩萨戒一书 菩萨受斋戒经 请参阅菩萨受斋经 菩萨受斋经 全义卷 西境涅道真义 又称菩萨受斋戒经 受斋经 收于大正葬第二十四册 内容载述 于特定之斋日 为策立行道而行斋戒 修行六波罗密 修念十年 十戒等 既得清净生活 并修行救度众生之心 其中 所修念之十年 与一般之佛 法 僧 戒 师 天 止观 安般 生 死等十念不同 而是当念过去佛 未来佛 现在佛 戒波罗密 禅波罗密 方便善巧 般若波罗密 禅三昧六万菩萨在阿弥陀佛国 和尚 阿舌里等十年 又所述之十戒 亦与沙弥十戒有益 此外 诸经禄对本经之义者有不同之说法 如历代三宝记卷六 开元世教禄卷二等 为义者为念道真 大唐内典禄卷二则为义者不详 古经义经图记卷二 真元心定世教目禄卷四 P5220 菩萨所观四志 系菩萨悟入为时之礼 以前所成就之四志 为时宗主张诸法皆由心时所变现 故否认心外有实法之说 为破除外道对 使我实法之执着 遂皆是此四志之说 以一一驳斥外道之见解 一相为实相志 为鬼神天人等不同去之众生 虽见同一境悟 然所见各别 故知此乃随见者业力而异 而非境界之时有 二 魔所愿实至 无人繁原过去 未来 梦等虚幻之境 皆由心所变现 随时变迁 而非境之时有 三 自应无道志 为一切凡夫须及修行证悟使得解脱 而非自然即可成圣成佛 故知境界之虚幻 若境界未时有 则凡于众生皆可不经修正 而自然了悟心外之境 以的解脱 四 随三志转志 即 一 随自在者志转志 为已正的心自在之圣者 可随所欲而转变外境皆成 境界若时 则圣者亦无从随心自在转境 二 随观察者志转志 为已得殊胜禅定之圣者于修观时 观以境而众相现前 故知境界非时有 三 随无分别志转志 为对已正的无分别志之圣者而言 一切静相皆不现前 故知境界之非时 P5220 菩萨金刚宝界 即圆顿界 细依法华开显之精神 采用梵网经中三具境界之作法所传授之十重四十八清界 右座梵网菩萨界 天台教菩萨界 圆顿大界 圆顿无座界 参阅 圆顿界 5411 P5220 菩萨问玉 请参阅设立福问经 菩萨成 梵语 梵语 Bodhisattva YNA 三圣之一 五圣之一 又称佛成 成 运在之意 以悲至六度法门位成 运在众生 总跃三界三圣之境 至无上菩提大班涅槃彼岸 如成伯过海 故称菩萨成 或有之称菩萨之基类 为菩萨成 法华玄论卷七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末 华言五教章卷一 观经书玄一 分传通计卷二 参阅 三圣 五百九十三 五圣 一千一百二十六 P5220 菩萨部 佛像分类之一 只具有菩萨行之甚重 菩萨行乃在家之乡 有头发 而非圆顶 僧行 多代有宝观 这天衣 颈 胸式有华蛮 阴落 四肢用旋串装颜 一般君臣柔和之相 以观世音菩萨像之种类最多 另如文书 普贤 普贤严命 虚空葬 大事智等 均属菩萨不知甚重 P5221 菩萨善戒精 一帆九卷 留宋求纳拔摩 367 431 以 又座菩萨的善戒精 善戒精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册 本经分三十品 详述菩萨之种性 发心 修行 得果 本有种子 心勋种子等 又为识 十大论师对于种子本有及心勋之议论 及基于此文之解释 而窥基所者于加诗的论略 转卷九至卷十二 顿轮者于加论记卷十六至卷二 十四阶位研究本经之重要点集 又本经与菩萨的持经未同本意义 皆由于加诗的论知菩萨的超出 加以整理成经之体材 然内容有所出入 故或为二者为一本 二拳一卷 留宋求纳拔摩意 又座善戒精 菩萨的善戒精 幽玻璃问菩萨受戒法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册 本经详述受菩萨戒之作法 心得等 未欲受菩萨戒则需先具足 优婆赛戒 沙弥戒及比丘戒 并阐释范网经 阴落经之十众戒 八众戒 又菩萨善戒精九卷本及一卷本 皆为由于余家师的论知菩萨的超出 将其整理成经之体材 而九卷本包含聚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一卷本聚正宗分 据考证一卷本之内容 同应插入于九卷本之第四 第五卷之间 初三藏纪集集卷二 历代三宝集卷十 大唐内录卷四 古经易经图纪卷三 开元世教录卷五 真元心定世教目录卷七 参阅 菩萨的持经 五千两百一十五 批五千两百二十一 菩萨喝色法经 请参阅菩萨喝色玉法经 菩萨喝色玉法经 全一卷 摇晴九摩罗十一 又珍菩萨喝色玉经 菩萨喝色法经 和玉法 事与大阵藏第十五册 内容为女色为世间之枷锁 重患 衰祸等 劝戒世人远离女色 勿受其蛊惑 初三藏纪集集卷二 大唐内典录卷三 开元世教录卷四 P五千两百二十一 菩萨喝色玉经 请参阅菩萨喝色玉法经 菩萨接位 菩萨接位 指菩萨出发菩提心 累积修行之功德 以至于佛 果其间所立经之各接位 通常以 位或 心 称之 如实性位 又称静心 实为相位 又实为相心 等 均为菩萨界之名称 然有关菩萨接位之位 一位 五十二位 五十七位 等各种菩萨接位 说之中 自古已降 菩萨应若 本业经所举之五十二位 说 实性位 实柱位 实行位 实行位 实回向位 实地位 等觉 妙觉 以名义之诊然 未次之无缺 而广为一般采用 如表义所致 又各经论有不同之说法 如表二 各宗派于菩萨皆位之主张义不同 资举为实 华言 天台等三大宗派之说 一 为实 东采 自实一位 说 其意于英若经之五十二位 说者 细将 实性 包含于 实柱 中之初柱 等觉 包含于 实的 中地实的圆满成就之时 即最终之时 又于 实回向心 知地实回向开 眼出位 顶位 忍位 是第一法位等 四善根 之位 而以实的 以前三十星之前 二十九星 即十柱星 十杭星 十回向之前 九回向星 即第三十星 第十回向星 之一部分位 大臣顺解脱分 及三贤位 以第三十回向星之另一部分位 大臣顺悦则分 即四善根 有关 有关 实性位 唐代西明寺之原策别力 两种 一说 一 主张有 位的知实性 即认为进入 出注 前 必有 前方便位 直接位 此即常行实心的 时顺名字 知菩萨 二 主张 行解之实性 即止所有 出注位 以上之菩萨 所共通修正之实心 原则 与我国为实宗之祖 亏基本位同门师兄弟 一身致力于 为实学之言习 讲说 著作 然没有论述 必多批驳 亏基之说 且意义于当时 为实学之正统的事 故被视为 为实家之意解者 如上纪两种 一说 即为历来有关 实性位 即特殊之观点 二 华严宗以所叛立 五教 知别而有数种菩萨 为次之说 即 一 小臣教 于 见到 以前有四善根之方便位 二 大臣使教 又分两种 即 移回心教 即引导于法二 圣进入大臣之教 依准小臣之位次 并根据天台宗 三圣共识的 之说 而有甘惠地 信地 菩萨地 佛的等时地 二 直敬教 即直敬大臣之教 包含实性之阶位 故共有五十一位 而以 十回向 以上位 不退位 以及 一素质能力之差别 上根者 中根者 下根者 三种人 分别于第七柱 十回向 初的等阶位 入于不退转之位次 三 宗教 为实性位之 菩萨上位正的 不退位之境地 而仅有其行 故不立实性位之说 仅立四十一位 又于此四十一位中 已出注位 不退位 四 顿教 于此教中 若能一念不深 而显力断祸 即能当下契入佛位 故不立菩萨之位次 五 原教 分位两种 以同教一臣 亦不立特别之位次 而涉入前四教之阶位 二 别教一臣 于 行部门 虽立有菩萨之阶位次第 然在 原荣门 则主张于一位之中 及具足一切之位 故认为实性位 原满成就之计 即可成佛 称为 性满成佛 三 天台宗所叛藏 通 别 原等 画法四教 中 通 别 原三教均配有菩萨阶位 一 通教 配以 三圣共识的 之阶位 即干会地 性的等 时的 又称通教时的 为菩萨 声闻 原觉等 三圣之人 所共修之十种阶位 二 别教 以菩萨因落本夜经 所说之 五十二位 为其位次 然将五十二位 归纳成 性 住 行 相 地 等 觉 妙 觉 等七科 又将七科总结 为凡 圣两大象 即于五十二位中 以 时性 为 外凡 为 指伏三或中 界内 知见或 私 或 界 指欲 色 无色等三界 而以时住 时行 时回向 为 内凡 为 以致指伏 界外 知无名 或 已出的以后 位 圣 位 又 于圣 位之中 以时的与等 爵位 圣 位之 因 而以妙 爵位 果 三 原教 原教教义主张所有之存在本来集聚足三千诸法 故自本体而言 佛与众生平等无二 然于现象上有迷雾之差异 故自实践之立场而言 亦已已有修行之皆位等次 遂历 六级位 之说 以令修行者舍离悲下上漫之心 令幼级别教五十二位之名 来说明原教之位次 故于十姓位之前 增加 五品弟子位 一科 同时 原教之 十柱位 相当于别教之 十地位 如表所示为六级位与五十二位之配列关系 又原教菩萨之皆位 亦可配于铁轮 十姓 铜轮 十柱 银轮 十航 金轮 十回向 琉璃轮 十的 摩尼轮 等觉 等六轮 以转轮圣王之轮宝能摧毁一切武器 来比喻每一阶位皆能断除烦恼 于上济各种阶位中 十姓位之菩萨为名无时 故称为 明子菩萨 或 住前性相菩萨 同时 出住以后之菩萨 由于性根成就 不再退失 故称的前三十姓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位 性相应的 又甘慧等十的之第二的 性的 以上之菩萨 即欢喜等十的之第八的 不动的 以上或 出欢喜的 之菩萨 以悲悯 意念一切众生 犹如母之义子 故又称 义子的 之菩萨 日本净土真宗 及以义子的 配于出欢喜的 作为信心之献义 此事之利益 或兼作为荡义 未来事之利益 此外 是清净土论 一书中 载集 教化的 亦指菩萨 教化之场所 或解作菩萨 之阶位 若解作阶位 则相当于第八的以上 人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上 菩萨教化品 大品班若金卷六发去品 梵王金卷上 大佛顶首人 严金卷八 旧华严金卷八 十柱品 卷十一 十行品 卷十四 十回相品 卷二十三 十的品 大制度论 卷四十九 十柱皮婆沙论 卷一人王金书卷中本 华严金书卷十八 大臣四论玄义卷二 法华玄义士千卷五下 大臣一章卷十二 参阅 十的 四百一十九 五十二位 一千零四十四 四善更位 一千七百六十七 即 三千七百五十八 批五千两百二十一 菩萨慎重 菩萨有位断或者位凡夫菩萨 出的以上断几分或者是菩萨慎重 又称慎重菩萨 批五千两百二十五 菩萨号与高僧大德之最高尊号 称为菩萨号 如我国古代称竹法护位顿皇菩萨 称竹佛朔位天竹菩萨 称之千位月之菩萨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大宋僧始略卷下菩萨僧 旭高僧传卷八会远传 卷十二道叛传 批五千两百二十五 菩萨解脱五义 据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列举菩萨解脱之五义 即一生死不能复 为众生为生死所复 菩萨不为生死所复 二 静相不能复 静相 一切境界之相 为菩萨虽见于一切境界 然不生执着 三 现或不能复 现或现前分别之见 为菩萨于所见之境不执着 了知能见之心意空而无有 四 有不能复 有 指一切有谓之法 为菩萨于一切有谓之法 所见皆空而无所执着 五 或不能复 为菩萨了达弥妄及真如 烦恼及菩提 故无者无不者 P五千两百二十六 菩萨道 泛语Bodhisattva Kari 一菩萨之修行 即修六度万行 圆满自立立他 成就佛果之道 故菩萨道乃成佛之正因 成佛乃菩萨道之结果 欲成佛必先行菩萨道 法华经卷一二指大成佛教 即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教法 灌顶经卷十二 P五千两百二十六 菩萨道书经请参阅道书经 菩萨僧 亦菩萨之总称 为摩经卷下 大一四五五四中 得佛因身身口亦善 得佛威以身修善法所行转圣 以大成教成菩萨僧 瑜伽师的论卷七十九 二二种僧 深闻僧与菩萨僧之一 现出加沙门之行乡 修学小成三学 称为深闻僧 反之现在加之行乡 修学大成三学 称为菩萨僧 又为三种僧 深闻僧 圆觉僧 菩萨僧 或深闻僧 菩萨僧 凡夫僧 之一 大制度论卷三十四 三指北周之时 被迫续法 代官 衣着装饰 因落之高僧 于我国佛教史上之 三五义宗法南 中 北周之五弟曾治种种恶法 压迫僧尼 以达其毁佛废法之目的 例如五弟于建德三年 五百七十四 下诏别利道观 简则是 道二教之明德 续法改行 好位 学士 五弟崩后 继位之宣帝虽欲建新佛教 然以未便便訴出先帝之制 故人下令于东西二经制 护四立一百二十位 通道观源 真选士 道之大德 续法 这一官 称为通道观源 学士 当代著名之高僧 如法藏 燕丛等人皆被召选之 盖以被甄选之僧皆须 戴花冠 依应洛 故以菩萨僧 戴称之 大宋僧使略卷下 P5226 菩萨境界奋训法门经 请参阅大萨哲泥甘子所说经 菩萨对法藏 请参阅大臣论 菩萨藏 梵与Bodhisattva 乃全是大臣菩萨修因正果等至大臣经典 系二藏之一 三藏之一 八藏之一 如法华 华言等经 皆含藏菩萨修学之法 解身密经卷四 大一六 七零五上 菩萨云和应当修学 忠略 有五种相 应当修学 一者最初于菩萨藏 波罗密多相应为妙正法教中 猛利信解 瑜伽 瑜伽师的论卷十六 三论玄意 参阅 二藏 两百五十 八藏 三百一十五 三藏 六百九十 P5226 菩萨 菩萨幽婆赛五界 威仪经 请参阅 幽婆赛五界 威仪经 菩萨禅法经 请参阅 坐禅三昧经 菩萨因落本业经 凡二卷 诸佛念意于 姚情建元十二至四年 三百七十六 三百七十八 幽知菩萨因落经 因落本业经 或单称因落经 本业经 乃叙说菩萨皆为 其安具应界之音 行 收约大阵藏 第二十四册 因落本业 乃华言系统之用语 故本经与华言之教 相相合之处甚多 有以利时性 时柱 时行 时回 时地 无垢亦 妙觉等五十二位 菩萨行为而有名 全经分八品 即重品 贤圣名字品 贤圣学观品 示意品 佛母品 英国品 大众受学品 赞品 以产入菩萨之界位及修行 在大众受学 顶续说 三具境界 以八万四千法门作色善法界 以慈悲喜舍四无量星作色众生界 以十波罗一作色律一界 此时波罗一犯网经之之众相同 本经受犯网经之影响甚深 其三具境界之内容 均属大臣界 特点在于普大界有受法而无舍法 一的永不失 即使按波罗一界 亦不失界体 并主张借以心畏体 考据本经于印度并使时之根据 于我国 法 经录 以来一般经录 皆在为谣情之意经家族佛念所亦然 出三藏祭集 知意经部分则无本经之名 而将之列于诗意杂经录之中 历代三宝记 在本经除诸佛念意之外 尚有诵代志言所亦 而近代有学者根据译者之不确定 并经由内容之检讨 主张本经乃我国所传述 菩萨界经义书卷上 泛网菩萨界本书卷一 古经义经图记卷三 大唐内典录卷三 开源世教录卷四 卷五卷十二 批五千两百二十七 菩萨因落经 请参阅菩萨因落本业经 菩萨听法五种相 据于家师的论卷四十四公养清净无量品 请举出菩萨于听法时应作五种想念 及一宝相及当念正法尊贵 稀有难得 二眼相及当念正法如眼 开极昏暗以身智慧 三明相及当念正法如日之光明 平等光照一切 平等光照一切 四大果圣功德相及当念正法能使己身的涅槃及大菩提圣功德果 五无罪大事越想及当念于宪法中虽未正果 然若依法如实修行 离诸最够 则的大悦乐 批五千两百二十七 华 范语 Pupa 巴黎语 Pufa 西藏语 Me Tok 音译不色波 不是波 华 俗作花 经典中多作花 指草木之花 献于佛 菩萨前 称为献花 将花散布 则称散花 花供养位 源于印度之佛教一世之一 密教修法 以花为重要供养物之一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载 真言行者 供养诸圣尊 应奉洁白黄珠色之月一华 幼大日经书卷七载 花供养应各随诸尊之性类及曼陀罗之方位 而用不同之花 诸多供养花中 最珍贵者为幽罗华 青莲华 特摩华 红莲华 居物头华 白莲华 宇芬陀利华 大白莲华 四种 或是曼陀罗华 摩赫曼陀罗华 曼书沙华 与摩赫曼书沙华等四种 前四花具无量寿金卷上载 此四花可庄严极乐世界 后四花在法华金卷一则为 为法华六瑞香中之第三瑞香 乃从天而降之花 除上祭草木之花外 后世富有乙之花 金属之花 供养于佛前 华西耶金卷中 其是金卷二十七 皮尼姆金卷五 苏西的杰罗金卷上 供养花瓶 华岩金探玄记卷一 翻饭语卷十 翻译名义集卷八 P52227 华山 一千八百七十 一千九百一十八 浙江乐清人 俗姓陈 十二岁出家于乐清静祭祀 受戒后 范力讲习 而资姓敏明 能依所闻之意 当众敷衍 后必关于静祭祀 又睫毛于天台山深处 至三十岁始初 常于浙江成立僧教育会 开僧学风气之先 光绪三十四年 一千九百零八 与太虚大师会晤于慈禧西方寺 对太虚之佛教革新思想多所影响 民国七年世纪 世寿四十九 P52228 华内三藏 华 纸莲花 为犯五逆重罪与诽谤正法之人 虽即念佛之力 而蒙弥陀摄取 往生净土 然以五逆与谤法之罪业深重 仍需于莲花内受三种账 方能安享净土之乐 此三账即 一不得见佛及诸甚重 二不得听闻正法 三不得力士供养 除此以外更无诸苦 盖往生净土之人多精油 化身 之方式 亦即蒙弥陀皆隐之后 即自然化身于七宝莲花之中 加夫而作 然上即罪业深重之人于莲花中化身之后 莲花必合多结 彼等则于莲花之内 受不得见佛等三种账难 故称华内三账 此系观无量寿经 与唐代善导大师之观经书 善善意所说 若据无量寿经之说 则犯五逆重罪与诽谤正法之人 皆不得往生净土 无量寿经卷下 往生论 参阅 五逆 1142 诽谤正法 6166 P5228 华手经 泛名 Kuola Mla Sagraha 凡石卷 摇晴纠摩罗十亿 又称华手经 射诸善根经 射诸福德经 射善根经 射福德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本经济述佛陀在王舍成加兰陀逐园 献神力 摄四众 十方菩萨皆来聚集 手持莲花供养佛陀 佛陀未断除彼等之疑惑而宣说大臣菩萨得到经过 毁谤大臣行者之苦报及护持佛法 造像功德等 精明华手 极愿于诸善根经营与佛陀 历代三宝记卷八 开元世教路卷四 P5228 华世城 泛名Pialliputra 巴利名Pialliputra 右座波扎离子 波扎罗 波罗利子 波罗利福多罗 波扎利普达罗 巴罗利福 巴 巴连福 为中印度摩羯陀国之都城 位于恒河左岸 及经之巴特纳士 帕特纳 波扎离子 原为庶民 应该成种词数多 故以之为臣民 本城系摩羯陀国阿蛇士王至世时 未防拔其族人之清洗所见 据中阿涵卷六十八成经 记载 佛陀入灭后 有众多上尊明德皆曾驻于 陈东南之基元森加兰 范克克阿玛 善剑绿皮皮婆沙卷二载 阿玉王即位第十七年 请目尖连子地区 巴蒙克利普多 为上座 召集长老一千人 于晨曦之阿玉森加兰 巴阿萨克阿玛 从事第三次经典节集 费十九个月 此后 华世陈集成为印度政治 及佛教中心 阿玉王 并于晨南营造大塔 广位树立石柱等 又据大唐西玉记所在 龙树 提婆 马明等诸论师 亦曾与此的降伏外道 至七世纪 玄奘至该城参访时 城已荒废 据传故城之北有佛族时 过去四佛之作 大石室 城南有小石山 五苏独波 城东南有阿摩洛加大苏独波 城西北有前智苏独波 诡辩婆罗门所居处等顾计 而于西元750年 恒河泛滥时 古都之大部分皆流失 晚近有西方学者从事于 故城一记之探讨 并发表论著 如 L Waddell Excavations at Pelliputra an exact site of Aoka S Classic Capital of Pelliputra PC Mukerji Excavation of the site of Pelliputra 大制度论卷3 华严经探旋记卷15 大唐西域记卷8 A Cunningham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NL Dat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 P5229 华光出佛 据无量寿金卷上载 极乐净土之莲花放出光明 其光中献出3600千亿佛 便至十方世界说法 以救度众生 此为华光出佛 P5230 华灵二虎 马祖道一知法四 华灵善觉有大空 小空二知老虎 未试者 师夜里步行时 长期步一阵兮 一唱观音名号 宰相裴修感其社虎秘书 以知问师 师达曰 万序一四八 一零四上 山僧长念观音 禅愿蒙求卷上 P5230 华灵四 一位于广东广州西官之 西来出的 据本寺第二代助持 黎幻元觉所传之开山碑记载 此的戏梁大通元年 527 菩提达摩航海东来着陆之处 故称西来出的 见有西来安 明崇祯初年 有宗府老人自张州至 应安主之请 起建道场 至清代顺至十二年 一千六百五十五 完成大雄宝殿 楼阁 唐武 辽氏 尹河流明为功德水 直述而成指缘 榜约华林禅寺 宗府住持本寺十七年 大产达摩西来宗旨 长垂三观雨 道风远波 文者景从 本寺向宇光孝 敬慧 海壮 大佛等寺寺称广府五大丛林 但近来颓废不振 寺前有仗六余之石塔 其附近位旧十四玉 经多建名舍 其部分已建残砖拜瓦堆基 罗汉堂北端神堪安置释迦 弥陀 弥勒三尊 浩三宝佛 堂中央有仗余之阿裕天王塔 四面各宿一佛 称四方佛 堂内安置有六公寸余干 七支罗汉象五百尊 京缺数尊 西来初的华陵寺考访计 格定华 支那文化史记解说卷三 二位于福建福州北郊 平山南路 北宋甘德二年 九百六十四 吴越望前世聚福州 其城下报修让魏郡守 见似于此 出名 岳山吉祥禅院 明代正统年间赐俄 改名华陵寺 经景存大殿 虽历经明清之重修 但其主要梁架 豆拱人系出建石原物 保存唐宋石建筑风格 为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之墓构建筑 批五千两百三十 华陵园 亦为纠摩罗十一弥勒夏生成佛经所记载之原灵 据弥勒夏生成佛经 弥勒夏生经 主法护义 咸鱼经卷十二等载 将来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之后 人寿增至八万四千岁时 国土清净丰乐 实气和事 人名赤胜 无诸病患 其实弥勒菩萨自都律天生人间 此园中之龙华树夏成道 亦于此园中以三会说法度化众生 初会说法度化九十六亿人 二会度化九十四亿 三会度化九十二亿 另接获得阿罗汉国 二位南北朝时代南朝之公愿 位于江苏江宁县 其五帝永明元年 四百八十四 曾 此原设八观斋 永元元年 四百九十九 赤请三十僧入华陵园下讲 推举成十论之朔学僧名为法主 两五帝天间五年 五百零六 僧名在永帝都 帝和御之 并与法宠 法云等于华陵园讲 问道义 因之僧名道御义龙 十四年 五帝令安乐寺僧少传华陵佛殿 仲经路四卷 位契地义 十几年更照请宝唱改定僧少之路 新编位经路四卷 室称 宝成路 五帝大位加赏 赤掌华陵远宝云金藏 帝帝 三宝卷十五 批五千两百三十 华亭寺 位于云南昆明湖畔之华亭寺 埃寺原为宋代一豪族之别墅 原代人宗颜佑七年 一千三百二十 玄丰禅诗予以重建 名为原厥寺 后人以三位 岁改名华亭寺 清代初年为于云国 刚熙二十六年 一千六百八十七 光绪九年 一千八百八十三 两度重修 民国十一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 须云和尚又予重建 于土中厥出古碑 有云七二字提十 年代已淹没 顾佑明云七禅寺 殿宇威娥 规模宏伟 大殿公有三尊今生佛像 两侧臂素五百罗汉 徐徐如生 各具神态 颇具艺术价值 P5231 华首经 请参阅华首经 花形坛 又做花形坛 细密教所用 四面雕有莲花之方形大坛 其坛上列轮堡 结膜 五平 零 五谷处 香 花 灯 土等修公养之法具 四方坛形表本有性静之心莲花 每一侧各有向上二重八半束莲花 滑半向上表上求菩提之意 向下一有八半二重伏莲花 半下垂表下化众生 上下连半中间刻有五色线条 向上之八半二重束莲花表萨 王、爱、喜等会门十六尊 向下之八半二重伏莲花表八公 四摄、四波罗蜜等定门十六尊 五色线表五至四方具有四至四佛 其总体位法界体性至即表大日尊 凡辞三十七尊具足三十七至 而成曼陀罗之身矣 密教法具辩懒 P5231 华胎 又作含华 胎生 公胎 愿往生西方之人 以疑惑佛制之心未去 虽因善根的生净土 然因疑惑故 五百岁中包于莲华胎内 不能见闻三宝 信封 故称华胎 P5232 华虫山志 返武卷 清戴森建传传 南游,因爱曾臣之南桥山幽盛,乃驻山而居,世卫本山十足。 其后颓毁,至康熙二十一年,一千六百八十二,南桥和尚来主此山,于梅林之上创建海门禅寺,乾隆年间,一千七百三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五,本原禅师分至中心, 迁殿于梅林之下,仍好海门禅院。 清代光绪年间,一千八百七十五,一千九百零八,四僧建船转山至五卷,首续名圣,继树苑中诸人物,并立代碑继续书,集诸游客师,卷四复绝海之,须周遗稿,卷五位建船之,藏桌堂师存。 智虽以山明,实为海门禅院而作。 批五千两百三十二 华座观,乃观无量寿经所说十六观法之第七观。 右座华座想,即观想阿弥陀佛连华座之庄严想。 观无量寿经,大一二,三四二下,于七宝地上作莲花响,令其莲花一一夜作百宝色。 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化,一一脉有八万四千光,寥寥分明,皆令得见。 华夜小者,纵广二百五十游巡,如是莲花有八万四千大夜,一一夜间,有百亿摩尼珠网以为应是,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尘,便赴地上。 世家皮仁加摩尼宝以为其台,中略,处处变化各做一箱,或为金刚台,或做珍珠网,或做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师作佛式。 参阅,十六观,三百九十六,P五千两百三十二。 华院,即华夜之院。 于密教画像曼图罗法中,画三层八叶莲花之曼图罗,而华院即只围绕中台华夜之第二层,第三层之院,称第二华院,第三华院。 于家于纸巾金金刚吉祥大成就品,大一八,二六三上,于中印画三层八叶莲花,中化我身,当于我前一莲花夜上, 画一切佛顶轮王,手持八幅金刚宝轮,于次幼炫,不欺要使者。 第二华院,当顶轮王前,画金刚萨朵,次画八大菩萨,各执本质。 次第三华院,又炫各画八大金刚明王。 又于华院外四方面,画八大公养及四舍等使者,接待狮子官,批五千两百三十二。 华顶寺,位于浙江天台山之极顶,规模宏伟,功臣兼具。 五代后静天福元年,九百三十六,得韶大师建,原称善兴寺,后因年代久远,屡回屡修,已非就官。 经存大殿为民国十七年,一千九百二十八,所建,四门堤,华顶蒋寺,寺外树木成林,茅棚错落,为僧人所住,向有七十二茅棚之称。 旧时每逢佛教摘旗,山上长聚僧数百。 封顶有拜金台,传为智者大师拜金处。 P5233 华顶要略,凡二零零卷,一七零册。 日本藤原为善,藤原为纯编于享和元年至天保五年,一千八百零一,一千八百三十四。 此书系将日本天台宗严历寺门基寺院、清廉院,之各种济世编辑而成。 本文一五零卷,附录四十九卷,目录一卷。 七,门守传,被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中,门下传,则被收入天台宗全书内。 P5233 花抱,又做花抱。 花开在结石之前,故,花抱,乃对后得之,果抱,而言。 譬如人为获得果实而植树,除震得其果实之外,兼可得华,是为华抱。 众生执善恶之夜因,由此夜因震得之果为果抱,又做食报、震报、果抱之前所兼得者,则称为华抱。 如以不杀为夜因,因之而得长寿,是为华抱,远感涅磐之果,是为果抱。 又如以念佛修善为夜因,往生极乐世界为华抱,后振大菩提则为果抱。 冠顶精卷十二,大智度论卷十一,往生药集卷上墨,P5233。 花,又做花。 为圣花之器具。 印度供养高贵之人时所捧以圣花之器物。 后来法会所用之华龙集访此而作。 参阅,一,两千五百六十九,华龙,五千两百五十六,P5233。 华开连线,为天台宗所立,连华三玉,之一。 天台宗对于法华经之判事,为法华经有,本二门,之开显, 且未产明法华经之之之意,遂就经提之连华各立本门,门三玉,称连华三玉,即以华辟玉全法玉,垂,以连辟玉使法玉本,的。 华开连线,玉于法华之门,辟玉开全法,则使法自然显现,称开全显时,即开三圣之全法, 显义成之实法,玉于法华之本门,称开显本,即开除以世尊位加耶静成垂世现之全佛之情直,以显示久远时臣之本地本佛。 法华玉卷七下,大三三,七七三上,华开固连线,而须华养连,辟权中有时而不能知,经开全显时,亦须于权。 参阳,本二门,一千九百六十五,开全显时,五千三百一十五,莲华三玉,六千一百四十八,批五千两百三十三。 华平,即圣花之平。 右座花平,华身,华乳。 为佛钱工具之一。 于其中注入水、叉,以防水之浮臭,细油密教圣宝药,香水等以供养诸尊之家罗舌转化而来。 印度之宫花园作华蛮,或以散花剩于盘内,后世则见演变为简之共佛之风。 且有以香炉,华平,竹台等一系列之器具,作为庄严佛钱之用,称为三巨族。 若香炉以华平及竹台各一对,则称五巨族。 批五千两百三十四。 华洛莲城,为天台宗所立,莲华三巨,之一。 天台宗对于法华经之判事,为法华经有,本二门,之开显,且为阐明法华经之之旨意,遂就经提之莲华各立本门,门三巨,称莲华三巨。 华洛莲城即以莲华半落,则连时尘,欲于法华之门,称废权历时,即三巨之权方便废去,则一臣之真实意成立,欲于法华之本门,称废显本,即是尊家耶锤之权生废去,则本地之时生成立。 法华玄一卷七下,参阅,本二门,一千九百六十五,废显本,五千九百八十三,废权历时,五千九百八十四,莲华三玉,六千一百四十八,批五千两百三十四。 华台,指佛菩萨之台座 佛菩萨之台座大都以莲华所成,故称华台。 大日经书卷十五,大三九,七三三下,如是仁以莲华为吉祥清静,能悦众心,经密藏中意以大悲胎藏妙法林华为最深密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坐此华台也。 参阅,联台,六千一百五十五,批五千两百三十四。 华盖,范语,Piupa,Catra。 华,即花,花满等,盖,即遮阳之伞。 以花装饰而成之伞盖,称为华盖。 华盖,又做华盖。 相传我国古代化中,皇帝与师游暗于柱,常有五色云气,经之月,如花状之物出现于皇帝头顶上,称为华盖。 故后是帝王所用之伞,别称华盖。 在印度,西域本地,气候是热,人多持伞盖遮阳,伞上或以花装饰之,一般通称为华盖。 又密教修法中,用于灌顶之伞盖,亦有余上玄配花盒之作法。 又佛教建筑中,如金状,石塔之顶上,有雕刻精细如伞状之盖,亦称华盖,又称宝盖。 渠西金卷下分别护磨品,无量寿金卷下,法华玄赞卷二,P5234。 华盖安,位于广西贵灵溪一公里主之影山。 始见年代不祥。 内藏有唐末五代僧人冠修所画十六尊者像, 线条囚禁原论,形态各异,造型突出,隔分。 您,为我国术史上颇具价值之作品,迄今保存完好。 P5235。 华益,与,虚空华,同意。 又作华益。 华,指空中之花,益,指眼球上所生遮蔽瞇孔之花。 亦目所见满天空华,非真有花,乃目不明所致。 以此辟欲望兴所记诸相,皆无实体。 原诀经,大一七,九一五下, 譬如幻逸,望见空花,中略,妙诀元兆, 鲤鱼花意,P5235。 华藏寺,一位于韩国荆基道长湍郡保凤山, 距开城1.7公里。 高丽忠肃王石,西域森提纳保佗尊者, 指空禅贤,应王之寝入开城, 被迎入内院,颇受忧郁。 后遗居宝凤山中,大建堂塔,遂成大丛林。 每逢下棋,则僧图聚居作禅,当时颇为兴盛。 礼朝人祖末年,众迎嘉兰,历经五,六年而成。 后遭焚毁,孝宗石复建。 经存有大雄殿,七仲石塔,明府殿,季末堂,万岁楼,应征殿,云霞堂, 卫士阁,八角门及指空塔等堂语。 华藏寺改创祭,东国瑜的圣兰卷十二,朝显佛教通史卷下, 二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郊。 为开辟菲律宾佛教之信愿法师,1889、1962,所创立。 民国二十六年,1937,信愿应菲律宾华侨之迎请, 自国内前往菲律宾,主持马尼拉之信愿寺。 为酒,极敢于世禅凡霄,不宜清修, 岁于世交令密山林清静之地,设立丛林丰范之华藏寺。 四十一年春破土,新建数年,规模大倍。 全寺占地数千平,大雄宝殿为仿照我国古代宫殿式样之两层建筑, 另有课堂、疗坊等,堂语齐备,庭园广大,花草水池,景致幽静。 现任上座,菲律宾佛教称一寺之, 住持,为,上座,魏瑞经法师,法师继任之后, 致力于教法之洪传,本四岁成为信愿寺以外, 菲律宾最大最著名之佛寺。 P5235 华岩一城十玄门,拳一卷。 唐代华岩宗出祖渡顺说,致言传。 又称华岩经十玄门,华岩十玄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本书戏就如来海印三昧之所献而立十门,发挥其选址。 十门为,一,同时聚足相应门, 二,因陀罗网境界门, 三,秘密隐显聚城门, 四,维系相容安利门, 五,十世格法义城门, 六,诸藏纯杂聚德门, 七,亦多相容不同门, 八,诸法相及自在门, 九,唯心回转善城门, 十,托世显法生解门。 此时门各具教义, 理事,解行,因果, 人法,分其敬畏, 法治师弟,主办医政, 逆顺体用,随身跟御性等实义, 总成百门, 以显世重重无尽之意。 华岩宗经论章书目录, P5236 华岩宜臣分其章意愿书, 请参阅华岩五教章意愿。 华岩宜臣教分记, 请参阅华岩五教章。 华岩宜臣教义分其章, 请参阅华岩五教章。 华岩宜臣教书分其章, 华岩宜臣教义分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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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岩宜臣教义分其章意愿书, 请参阅华岩五教章意愿。 华岩十意, 指华岩宜臣与他今之十种相义之相。 华岩宜臣教义分其章卷, 以概括诸意相为十门, 以显华岩法界之重重无尽, 且称华岩宜臣卫宜臣教义, 以别于三审。 此时亦集, 宜时亦, 为此一臣教义在初十二七日中宣说, 犹如日出先照高山, 又于此初十设一切时, 无前计, 后计之格, 三圣则以随逐积移而时不定, 未能于一时设一切时。 二, 处义, 为此一臣教义在莲华藏世界海中中宝庄严之菩提树下被宣说, 如此则设七处八会等, 即其余不可说不可说之诸世界海于此中, 亦即以此一处设一切处。 而三圣教义乃于娑婆借墓树等处宣说, 亦无一处即一切处之意。 三, 主义, 为此一臣教义是如舍那时身佛即无尽三世间所说, 亦即佛说, 菩萨说, 沙说, 众生说, 三世一切说等, 而三圣教义乃化身及受用身等所说。 四, 众义, 为此一臣经守为列举菩贤等菩萨及佛境界中之诸神王重, 而不同于三圣经之或列身文重, 或列大小二重等。 五, 所义义, 为此一臣教起, 依佛之海印三昧中出, 而不同于三圣教等依佛之后的致出。 六, 说义, 为此一臣教义与此一方说一事, 依义, 义品, 义悔等时, 必该通时方一切世界皆同此说, 具足主办而共成一部, 三圣教义则但随一方亦相说, 而无主办该通之意。 七, 为义, 为此一臣教义之所有谓相上下皆其, 于一一谓中设一切谓, 事故乃至佛等诸谓, 亦在性等谓中, 于谓亦然, 三圣教义则但随当谓上下皆降, 皆不相杂。 八, 行义, 为于一臣教随意菩萨而修, 则具性等六谓, 于一一谓中, 所有定散等差别形相皆于一时便修, 然于三圣教, 时的, 以上各皆为之菩萨有各有等别差异, 则, 时的, 以前之菩萨更无法一时便修。 九, 法门义, 未虽有无量之一门, 然此经略举如下十种, 十佛, 十通, 十明, 十解脱, 十无谓, 十眼, 十事, 十地, 十辩, 十不共法, 以别于其他三圣经之三佛, 六通, 三明, 八解脱, 四无谓, 五眼, 三事, 四地, 四辩, 十八不共法等, 此中之, 十, 即用以显无尽之意。 十, 世易, 为此一臣教义法性恒如, 随于舍灵, 第三等事项, 皆是法门, 或行, 为, 或教义等, 于一一臣中皆具足法界一切差别是, 不同于三圣教义之但说, 即空, 即真如, 等。 P5236 华言十一, 为华言宗, 十玄缘起, 所依之十项要目。 十玄缘起与, 六相缘容, 并为华言宗基本教义, 法界缘起, 之核心内容。 法界缘起即在说明宇宙一切现象界是事物物间相及相入而又缘容无碍之和谐关系, 此种一与多相及相入自与他互变相资之无穷玄妙关系乃华言宗思想、教义之最大特色,而与其他,赖耶缘起,真如缘起,等并为佛教缘起学说之重要教理。 十玄缘起即华言宗为说明法界缘起所接出之十个玄妙的缘起法门, 有古十玄与新十玄两种,分别为华言宗二组致演,三组法藏所创说。 无论古十玄或新十玄,其一亿之法门均需透过具体之事物或法理,方能说明现象界之间各种圆容玄妙关系之相状,此即华言十亿。 此时亿,于华言探玄纪卷一,华言五教章卷中,华言纸规等诸书中均详加论述,然各书所列举名目略有出入。 若据华言五教章卷中所载,则为,一,教义,总设议成,三圣乃至五圣等之一切教义。 教,指具有权势功能之音声,名言,具文等,义,指所权势之一切义理。 于三圣教中,教与义盼然有别,然若入于义成教中,则教与义与义时之间相应相及。 二,理事,理,为各种事相所依之真理,事,指色身等各种事项。 于三圣教中,理与事各自相应,然于义成教中,理及事,事及理,彼此交融互入而无碍。 三,解行,解,误解之意,行,修行之意。 三圣教中,解误解误行各未证悟过程之一部分,于义成教中,解误行,犹如一体之两面,互该互设,相及相入。 四,因果,就证悟佛道而言,因,泛旨所有的修行过程,果,止气达于极致之境地。 于小成教法中 以七方辩 魏英 以四沙门果 魏果 三圣教法中 等觉 以前之各皆魏魏英 妙觉 魏果 于一成原教之中 则普贤菩萨之各种行愿魏英 遮纳佛之缘满成就魏果 五 人法 人 指佛 菩萨 乃至历代诸论师 师家等 法 及上述诸人所宣说之各种法门要旨 于三圣教 人与法各有别意 于华言一成中 人法共荣而相互彰显 六 分其敬畏 于法界中 依依之法各有分位界限 不相混淆参杂 七 师弟法治 师 能开启化导之人 帝 被师家开启化导而能与之相符相成者 法 只所乐之之势力 智 只能乐之势力之智慧 八 随顺者随顺各类众生之根基欲乐而视线化导 众生之根基欲乐为 感 顺者之视线为 应 感应道交 共融一体 十 逆顺体用自在 逆 如贪 甜 吃等三毒为逆法界 顺 如人乳 精进等六波罗密为顺法界 体 指理是诸法之真如本体 动 指应现于外之作用 为各种逆顺法界之体语用 自在相应 互为缘起 无求尽 华 经随书演义超卷时 华 演义成十玄门 华 演玄 谈卷六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批五千两百三十七 华演入法界四十二 关门 请参阅四十二字关门 华演三昧 三昧 即定 只供佛 教化 十度等形 所依之定 又作佛华演三昧 华演定 佛华三昧 修子定乃以一真法界 无尽缘起 为理去 为达此理去而修万行 庄严佛果 称为华演 一心修之 称为三昧 此三昧 乃统设法界 入一切佛法之大三昧 据旧华演经卷三十六 离日间 仅在 普贤菩萨 震受三昧 其三昧 名为华演 华演由心法界 济世三昧 以华 有生实作用 而是华为菩萨万行 以 演 为行成果满气和相应 构障永消 正理元节 以 三昧 为理智无耳 交彻融融 彼此具能 能 所解决 为华演 以理智无爱故 华演及三昧 以形容离见故 或华及演 以意行顿修一切行故 华演及三昧 亦行及多而不爱亦多故 或华演及三昧 以定乱双容故 或三昧及华演 以理如如 故 若将此三昧与 海映三昧相对照 则此三昧乃曰解形而言 系从因而立明 海映三昧系一果而立 然因果本无二 故此二者为一体之二用 他 藏代法藏者 尽海原官 为自性清净圆明之体有二用 亦为海映森罗常驻致用 及海映三昧 亦为法界圆明自在致用 及华演三昧 无量寿经卷上 华演经探旋记卷十七 华演经书卷五 卷十六 华演五教旨官 参阅 海映三昧 四千一百六十五 批五千两百三十八 华演三昧官 全一卷 唐代法藏 六百四十三 七百一十二 数 本书 本书及法藏所传 《华演经》传记卷五所在 《华演三昧官》一卷十门 细就发菩提心章与华演三昧章之关系 而对杜顺之法界官门作论证 其内容存否 说法各异 一说现存之三昧章即原三昧官 而三昧官再加上官门即为法菩提心章 另有一说为法菩提心章删除官门 则为三昧章与三昧官并不相同 东玉传灯目录卷上 诸宗章书录卷一 P5238 《华演三圣》及《华演经》所指华藏世界之三位圣者 一 毗卢遮纳佛 毗卢遮纳意味便一切处 为佛之烦恼体静 众得西倍 生土相称 便一切处 能为色相所作依止 具无边际真实功德 是一切法平等实性 即此自性 又称法身 二 普贤菩萨 以其居福道之顶 体性周辩 故称普 断道之后 灵于即圣 故称贤 三 文书施力菩萨 文书施力意味妙得 以其明见佛性 具足法身 般若 解脱三得 不可思议 故称妙得 毗卢遮纳佛理智完备 居中位 文书菩萨主日门 立于毗卢遮纳佛之左 普贤菩萨主理门 位于毗卢遮纳佛之右 转之则右位至 左位理时 显示理智之设入 胎藏界曼陀罗 关于三圣之关系 据成观所者三圣 圆融观门在 三圣之内 以二圣为应 以如来为果 然因果得超越言语思想 故移自 二应 物解之 若物二应之玄为 则知果海之深妙 新华言经论卷三位 华言经中以佛果位不可说 故以文书 普贤二菩萨为说主 其中以能性之深心为文书 所性之法界为普贤 盖文书劝修 成法深知本智 普贤大行 成差别智之行德 故以文书 普贤配合皮卢遮纳佛 共为华言三圣 利乐一切众生 华言诀一论卷一上 华言佛光三昧观密宝藏卷上 华言法界一镜卷上 三圣圆融观一显卷二 P5238 华言五十五所汇卷 全一卷 又称华言五十五处缘起 善才童子五十五所经历之汇卷物 善才童子汇卷 卫会卷本 现收藏于日本东大寺 内容系 依华言经入法界品之说 描绘善才童子吏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之典故 各段皆有北宋阳节撰写之入法界品赞颂 此描绘卷本于日本明治初年上收藏其全 燃其后集散意 经除三十七段外皆分藏于诸家 此一惠卷为华言教复兴之连仓出其作品 题材虽然单调 描绘却颇具用心 乃出自会佛师之笔 同一图是则有别本之残阙本 或未模仿本 另有额装本 除东大寺收藏外 尚分藏于诸家 此外 亦有浓缩成衣服者 称为华言海会善知识图 三宝会卷三 东大寺所藏善才童子会卷考证 世界美术全集卷十三 国宝目录P5239 华言五十要问答 凡二卷 唐代至眼疾 又称要义问答 华言问答 华言经问答 收于万续藏第一零二册 戏意义五十三 华言五十三条问答叙述华言一臣之要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诸宗章书录卷一 P5239 华言五教旨观 全一卷 唐代华言宗出祖度顺转 又称华言教分纪 五教分纪 五教旨观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乃详续华言五教观门之去入四地 五门即 一 法有我无门 为小臣教之止观 二 身即无身门 乃大臣使教之止观 三 是礼元荣门 即大臣宗教之止观 四 宇官双绝门 乃大臣顿教之止观 五 华言三昧门 系一臣元教之止观 于小 始 中 顿 元武教之名称下 阐明各止观之修乡 而为叛教乡 然广更诸经 说观门之浅深差别 而终归一于华言元教之事事无碍观 为后来志向 法藏等所立五教判之起因 此书传为杜顺所传 然书中所言多使用玄藏所传之用语 玄藏返唐 杜顺以世纪五年 并出现杜顺时代并未言用之四名 故有本书乃法藏之华言由新法界记之草稿本 及甲托杜顺之名仿上书所为作等诸说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 P5239 华言五教章 凡四卷或三卷 为唐代法藏六百四十三七百一十二所者 全称华言一臣教义分其章 或华言一圣教分纪 略称五教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系华言宗之教叛论著 将释迦佛创教以来之不同流派与教义分为五教 小臣教 大臣使教 宗教 顿教 原教 十宗 我法具有宗 法有我无宗 法无去来宗 献通假十宗 俗望真实宗 诸法但明宗 一切皆空宗 真德不空宗 相想俱诀宗 原明俱德宗 在原教中 以法华经位包含诸教之同教一臣 相对于此 主张华言经位超越诸教之别教一臣 一级最圣经 全书分十章 第一章叙述一臣之意义 即华言独特之一臣与融合三圣于一臣之意义 第二章叙述一臣与三圣之教义及其利益 第三章叙述古经立教 列举菩提流之至玄奘等古经实施之教相叛事 第四章整理佛教各种见解 以作价值之判断 此及五教十宗之教判 第五章叙论五教相互之关系 第六七章论佛教各种经典在时间上之顺序及其理由 第八章分十项说明一臣与三圣相亦之点 第九章论华言教学与其他佛教教教学之关系 并考察意识、佛性、修行等问题 第十章论华言教学内容上之问题 并论及十玄门与六项之说 由此可知 作者细立于华言宗之立场展望佛教全体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 批五千两百四十 华言五教章复古迹 凡三卷或六卷 宋代可唐师会 为华言四大家之一 与其弟子善息传 又称华言一臣教义分其章复古迹 华言复古迹 五教章复古迹 复古迹 收于万序藏第一零三册 本书系依据静水静元所众孝之 华言五教章 而作解释 为宋朝华言宗四大著书之一 传者诗会又学华言 精通华言金孔木章 早期者有著华言同教一 陈策一卷 华言五教章 焚心二卷等 直至六十五岁十方传本书 然至断或分其章时 应急而逝世 后由弟子善息 记其一致完成之 本书之首富有善息之序 为师会当时 五教章之著 是书多悟解华言宗二组 至眼与三组法藏之教义 故本书乃行古迹之迅士 而观书名已复古二字 宋代西迪作品 副古迹一卷 论世本书 认为本书内容随文示意 虽有发挥之说 然于性相容会之意不解 故有失张义之处 P5240 华言五教章意愿 樊石卷 宋代道庭 1023 1100 转 又称华言一臣 分其章意愿书 华言一臣教义 分其章意愿书 华言五教章意愿书 五教章意愿书 华言意愿书 五教章道庭书 意愿书 收于万续藏第103册 为宋朝华言宗四大著书之一 本书乃对法藏所述 尽水尽原众孝之 华言五教章 本文所作随文解释 内容出未扬结之序 似则随文示意 诗会批评本书 虽注释法藏之著作 然书中并无解取 二组至眼之华言经搜玄记 与三组法藏之华言经探玄记之示意 而锦衣四组成官 五组宗密之说 故多有疏漏之处 然唐末 五代战乱期间 华言典籍多遭回损 如搜玄记 探玄记等诸组 重要著作皆散意不见 于此情况之下 道庭上能者陈此书 将五教章与成官 宗密之教说 作为华言教学之体系 就此典而言 则本书之成立 自有其意义 又本书为我国最早之 五教章著誓书 于南宋宁宗家定二年 1209 由静觉慕原出版 P5241 华言五教章意愿书 请参阅华言五教章意愿 华言五谓 指佛陀宣说华言经之五种目的 即 一 正谓 佛说华言经 乃谓不思议成菩萨说 而不谓于众生说 二 兼谓 佛说华言经 兼谓为误入之众生 应听闻而能起信佛法 寻成佛种 三 隐谓 佛因全教菩萨不幸受圆荣之法 故以三圣之名 即时的知谓 引导其其修 以见显圆荣之法 圣 四 权位 诸菩萨全巧是现二圣之人于法会中 以显明小成根基者 亦可误入华言亦成圆顿之法 五 远位 一切凡夫 外道 产体等皆有佛性 今虽不信寿 然上之有法可谤 以其之有法 故将来必当信寿 P5241 华言孔木章 凡四卷 华言宗二祖志演 602 668 62岁以后所作 又称华言经内章门等杂孔木章 华言经孔木章 孔木章 收于大正藏第45册 本书将60华言分成144章 解释60华言难解之处 书中不仅阐明华言经之优胜 并肯定华言经于一切经中之地位 本书后来成为搜悬祭 华言义成十悬门及法葬 643 712 至眼弟子 所传探悬祭等三书之基础 其特色为融合三圣与义成及同别二教之教判 而成为华言宗及重要之思想 本论宗教重要者为卷一支教分其义 义成三圣义章 因果章 为实章 入佛境界章 卷二支发菩提心章 真如章 义成法海章 卷三支识的章 转一章 缘起章 卷四支往生义 性起章 回心章 融合义成义等 其助解教著名者有华言孔木张超 孙玄 华言孔木张发雾记 日森宁然 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 佛典书超目录卷上 P5241 华言孔木张发雾记 凡二十三卷 日森宁安传 本书系注解堂代华言 二组志眼所转 华言经内章门等砸孔木张卷一支十八章 依其旭 知卫红安九年 一千两百八十六 七月于东四界坛院起彼 一年七月完成 收于大日本佛教曲书第七 第一二二两卷 绿院森宝传卷十四 诸宗章书录卷二 P5242 华言四分 大赞正教保镖目 勿将新义华言经九会说法分为四分 即 一举果劝乐生性分 略称性分 及第一会中举阳如来一正二报书胜之果 以劝力当机者生起心乐 因性之音 故称性分 二 修阴气果生解分 略称解分 及第二会至第七会以进修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实定等六位之原因 气证实生要果 令文者生圣解 故称解分 三 托法进修成形分 略称形分 为御会大众计对前七会生起圣解 及第八 设解成形 随举一行而六位顿修 称形分 四 依人正入成得分 略称正分 及于第九会中诸行 既以圆满具足 则随事而显力 亦及善才同子力 参善之事 随其所见所闻而无不正入 故称正分 参阅 大放广佛华严经 758 P5242 华严玄坛 9 唐代诚官传 又称华严经书超玄坛 华严玄坛 清凉玄坛 收于万序藏第八册 本书记述八十华经之纲要 细将清凉大师成官所传述之华严经书 华严经随书演义超中有关玄坛之部分摘出 成为会本刊行 本书针对会院之华严经刊定 既所出之义说 家以矫正 显阳教祖以来之正义 共分教祭因缘 藏教所设 义礼分歧 教所背基 教体浅身 宗趣通别 部类品会 传义感通 总义教体 别解文义时门 其扩充列组之说 特立心意处不少 著书有华严谈玄决则六卷 先演 玄坛会玄记 普瑞 P5242 华严刊定记 请参阅续华严经略书 刊定记或华严经刊定记 华严四 一位于山西五台山 卫贤首大师法藏所建五华严寺之一 日僧元人曾到此参访 寺内所供奉之文书菩萨像 灵验持名 习本寺经已废绝 二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门内 为辽经时代我国华严宗重要寺庙之一 寺内曾奉安住地时 同像 在当时上兼具辽皇室祖庙姓志 明代中叶以后分位上 下华严寺 各开门 自成格局 上华严寺又称上寺 始建于寮 行至古朴 气势雄魂 宝大之乱 一千一百二十二 始毁于冰火 今天卷三年 一千一百四十 于旧旨重建 大雄宝殿即为经代之遗物 殿面阔九间 升五间 总面积为一五五九平方公尺 为现存辽经时期最大佛殿之一 殿内供奉今生五如来 正中三尊系木雕 为明代宣得二年 一千四百二十七 了然禅师所木造 面容上宽下窄 肉记上有桃状突之宝珠 与葬氏佛像近似 弹两侧是一二十诛天 神情不一 姿态各异 阶前清十五度 别具一格 四壁是以壁画 面积广达887平方公尺 为全国少有 其他上有名代陈化元年 一千四百六十五 万历九年 一千五百八十一 索历石碑 殿前有辽泰康二年 一千零七十六 荔枝陀罗尼石状 下华岩寺又称下寺 其正殿 薄家教藏殿 建于辽众西七年 一千零三十八 为我国现存最古木造建筑之一 亦为我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之教藏殿 殿内所塑大小佛像 菩萨 金刚三十亿尊 皆为辽带元素 殿后壁之藏金楼阁 蓝板花纹 屋顶有瓦寿等装饰 精细而富于艳化 为我国仅存完美玲珑之辽带小木做模型 内存明清藏金一千七百余寒 即一万八千余册 三位于山东 劳山之东 纳罗岩山 华岩山 山路 为劳山唯一现存之佛寺 明代崇祯时及末人黄宗昌所捐造 出名华岩安 又称华岩禅院 后毁于冰火 清代初年 黄坦兹祝祠詹禅师重建于经纸 明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改经名 山门外有塔院 内有九级砖塔 为该寺第一代 祝祠詹禅法师之木塔 寺内旧藏文物圣锋 除大布藏金外 有名版经典 名人书画 佛像等 席旅经战乱 以魔所存 四位于陕西长安 少林园半山坡上 北距西安市十五公里 建于唐代 德宗真园十九年 八百零三 为我国华岩宗之发源地 明代改称开福寺 清代乾隆年间 少林园一部分崩塌 寺内殿雨全毁 经锦存砖塔两座 东魏华岩宗出祖渡顺禅师塔 西魏华岩宗四祖清梁国师塔 参月 开福寺 五千三百一十 五位于四川安月城外五十公里处 寺内一牙凿洞 宽八公尺 身十公尺 正臂造华岩三圣像 两臂各克五菩萨像 面颊丰满 神情自如 衣服轻薄柔软 线条流畅 左侧有班若洞 正臂一佛二菩萨 两臂下层克十八罗汉 上层克二十四诸天 行香古谱 洞有南宋加西四年 一千两百四十 提 根子加西大班若洞 等字 考据其造像艺术风格及形制 当位宋代作品 六韩国佛教三十一本山之一 位于全罗南道求里郡制一山 元启禅师 鉴于新罗时代真心王五年 五百四十四 位韩国四大寺院之一 属少有之大建筑 又称禅交两宗大家兰大华岩寺 元晓 一厢曾在此讲授华岩经 贤俊于此成立华岩经社 为华岩经红通之中心 宣祖王二十六年 一千五百九十二 毁于冰火 三十九年碧岩鱼已重建以来 成为禅宗道场 寺内有新罗时代五层之东西两塔 设立塔与唐州佛国寺之多宝塔 并称新罗佛塔双臂 七山号古吉山属日本天台宗 位于齐附县伊斐郡古吉村 鉴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 相传长字土中涌现油料 成为燃燃燈用油 此寺受提胡天皇赐给赤鹅 成为一所赤院寺 南北朝时代 曾遭新田军破坏 寺内收藏许多集者 由方僧所穿之无袖外衣 批五千两百四十二 华言纸规 一帆二卷 东径法叶传 经已不存在 诸宗章书陆卷一 二全一卷 唐代法藏六百四十三 七百一十二 属于天寿年间 又称华言经纸规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本书分时门已产论华言经 内容多处引用题云班 若所义之华言经不思义境界分 故推断本书系法藏传 于四十九岁之时 法藏为华言宗三组 著作多达数十种 综观其一生之思想与教学体系 乃以华言五教章义书为基础 而以华言经探玄记一书及大成 本书则为其间之重要著作 华言宗素有 十玄元启之说 乃阐是法界中各种无碍法界之相撞者 华言宗并未通达此一时 可深入华言经之玄海 基于此说 华言宗二祖志演创历时玄章 被称为古时玄 法藏又进一步发挥 禅论时玄之奥义 被称为新时玄 本书所论述之要旨即 介于古时玄至新时玄之间 书中举出 十亿作为时玄门之根据 批五千两百四十四 华言宗又称贤首宗 法界宗原名俱德宗 为我国十三宗之一 日本八宗之一 本宗一大放广佛华言经历法界缘起 世事无碍之妙旨 以唐代度顺禅师五百五十七六百四十 及法顺未出祖 本宗一华言经历名 故称华言宗 华言经系如来成到一二七日 于菩提树下未闻术 普贤等上未菩萨所宣说之字内正法门 佛陀入灭后七百年请 龙术于龙宫中见此经有三本 以上中二本非凡力所能持 乃送下本十万字十八品 或为三十八品流传印度民间 且作大布斯议论十万计以示其文艺 附作石柱皮婆沙论 以柱是华言经时的品之一部分 此即华言世论之滥伤 至佛陀灭度后九百年请 世青坐石的经论 解释石的品 金刚君 兼会等诸论师 以先后坐石的品之世论 我国于东晋一夕十四年 四百一十八 由佛陀拔驼一出本经六十诊 即所谓旧华言经 为九有法业讲之 并转华言只归二卷 是我国讲华言经之第一人 北魏永平年间 五百零八 五百一十一 菩提流之 乐纳摩提于洛义时清之时的经论 僧统会光祖数之 必开立论宗 这有华言经书十卷 华言经略书四卷 利剑 顿 元三教判 而以华言为元教 得论宗虽为华言之别派 然人以识的经论为 一备用即华言经 唐代胜利二年六百九十九 时差南陀在一本经卫八十卷 此即经华言经 真月年间 班若三藏一出谱贤行愿 五四十卷 是称四十华言 一用华言经 始位贤首大师法藏 法藏师是智眼 智眼师是杜顺 杜顺做五教旨官 华言法界官门等 大卫产阳华言教学 受唐太宗之规境 智眼先后习学四分律 毗坛 智识 涅槃 已读华言经有所诚悟 乃作华言经搜悬祭 华言孔木章 华言五十要问答等 发挥十悬六项之奥指 奠定华言宗成立之基础 法藏宿受则天武后崇敬 长旧华言经提出一亿 即至永龙元年六百八十 日照三藏来华 乃以其所尽献之范本 不愿意之脱落处 又常参与时插陀之心华言经一场 这有华言经探旋记 华言五教章等 并判是如来一代所说之教典位三十 五教 以华言之法界缘起 世事无碍未比较一人 先后奖华言经三十余愿 以前二师教学为基础 即一宗之大臣 关门教乡至此原辈 臣关注解新一代经 卷至数百 是称华言书主 旗下之宗密 曾习禅学 开所谓华言禅 此为交禅一致之始 本宗立祖乡臣 以毗卢哲纳为开法教主 别历史祖 即 普贤 文书 马明 龙术 世青 杜顺 智眼 法葬 陈关 宗密 或杜顺以下至宗密武师 称五祖 此五祖加马明 龙术 则成七祖 宗密世纪后 未有唐五宗 慧昌法门 起 经论销毁殆尽 诸宗一时皆衰 至宋代 子玄仲星本宗 门人静原作书倡导 又有道庭 官父 师会 西迪各作五教章之注解 是称宋代四大家 原代有普瑞 原爵 本蒿 盘古 文才 达一八 明代有 德清 古廷 李酌吾 道通 如飞 祖主 清代有 周克赋 续法等 相继或作章书 或复衍华严经 明初赋有 岳霞 1861 1918 创办华严大学 智光 常兴 常兴 定西 慈州 乐城等君曾就读该院 而以常兴卫者 华严宗以五教时宗判事如来一代教法 五教系一所全法义之浅身 将如来一代所说教相分为 一小乘教 二大乘使教 三宗教 四顿教 五原教 十宗则系一佛所说之意里区别位 一我法具有宗 二法有我无宗 三法无去来宗 四献通甲实宗 五俗望真实宗 六诸法但明宗 七一切皆空宗 八真德不空宗 九相想俱绝宗 十元明俱德宗 前六宗即小乘教 七至十一序即大乘使教 宗教 顿教 元教 第十集华严之教旨 华严宗旨虽甚深玄妙 所说多端 其骨干则不出法界缘起 法界缘起者 宇宙万象相及相入 此一物为他万物圆 他万物为此一物圆 自他相待相资 缘容无碍 为名此事事无碍法界之无尽缘起 本宗立有四法界 十玄门 六相缘等法 门 一 四法界 事法界 理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 事事无碍法界 盖法界即总阔宇宙万有之一心 此一心即法界 故称一心法界 而此一心法界设上入四法界 二 十玄门 即以十门砍法界缘起之相状 说明万物同体 相及相入 缘容无碍之原理 十玄门有心骨之别 至眼 法藏所立 各称骨十玄 心十玄 又即奥义 理事 解行 因果等十项道目 华也十亿 来产发诸法 皆各具足此十玄门无碍涉入 成一大缘起之缘容 玄妙关系 三 六相缘容 六相者 总相 别相 同意 成相 外相 一切诸法无不具 此六相 缘容相及无碍 华言 就经典而言 系印度佛教中期之大臣作品 就学派而言 则为中国佛教之宗派 颇能弃何人追求援之心 平台 潮言之华言宗戏由与法藏同门之心罗森一乡 秉承至眼之法而传入海东 为海东华言之初祖 与袁小义共同认洪宗 其中 缘缘着华言 经书 一乡者有华言一乘法界图等 至高丽时代之王子一天 写其国之华言章书来 投于靖元门下研究综艺 归国大宏本宗 故在朝鲜本宗之言学讲说 教他宗未盛起 日本于养老六年 七百二十二 十一月 即已开始写新华言经 而于天平八年 七百三十六 七月 唐代之道玄写入华言之章书 始传本宗 新罗森沈祥则为日本讲华言经之第一人 亦为日本华言宗之初祖 其后 传法于日僧良辩 以良辩之奏请 圣武天皇 七百二十四 七百四十九在位 赤剑东大寺 成为华言之根本道场 后经时钟 等定 政静等传法至光智 光智系中心华言宗之高森 建尊圣愿为专修华言之道场 旗下分为东大寺系 高山寺系 此二系派出宁然 高辩二师 为连仓时代之二大巨匠 同为复兴华言之大德 东大寺于明治五年 一千八百七十二 九月 曾一度为净土宗所管辖 至十九年六月方独立 华言法界关门 华言经传记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卷十九 华言经书卷一 卷二 卷三 佛祖统计卷二十九 法界宗五祖略计 八宗刚要卷下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大放广佛华言经 七百五十八 五教十宗 一千一百四十六 六香圆融 一千两百八十 四法界 一千七百一十七 法界缘起 三千三百七十一 华言十一 五千两百三十七 P五千两百四十四 华言念佛三昧 吴敬登 全一卷 宋代元成一和 传于甘道元年 一千一百六十五 仅存续文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 策乐邦文类卷二 一和著于杭州会英教院 既成静元之教观双修学风 而是华言之相及相入 原荣无碍之教义 为佛与众生交融 净土与会土融通之教 且以华言官门之谱 闲行及于心中称念阿弥陀佛 并称之为华言融通念佛法门 故传成此书 批五千两百四十七 华言法界玄境 凡二卷 唐代成观传 又称华言法界观玄境 法界玄境 玄境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为华言宗出祖渡顺所传 华言法界观门之著誓书 本书作于华言大书之后 书名玄境 戏根据 一径涉九径 知疲喻而来 内容戏就杜顺所说之真空观 李氏无碍观 周辩寒荣观等法界三观 而述说四法界 以明氏法界之相有三 而总具四种之理 又主张十玄门戏出自周辩 寒荣观之石门等 松密之著华言法界观门 及成本书而作之简要注释 而华言法界观门之广位留步 可谓深受此二书之影响 P5247 华言法界一径 凡二卷 日森凝然转 又称华言宗耀 细叙述华言宗之宗耀 内容分位叫新意志 辨识名字 初期体性 显示形象 观形状茂 立教开宗 本经说相 修正次第 索评典籍 宗序相成等石门 于原路八年 1695 堪行 P5248 华言法界观门 全一卷 唐代华言宗出祖度顺传 全称修大放广佛华言法界观门 又称华言法界观 法界观门 本书缺单行本 然注书有华言法界 玄境二卷 成官 注华言法界观门一卷 宗密 而以此等注本行事 接收于大阵藏第45册 本书寄述华言法界之观法 有真空观 理事无碍观 周辩涵荣观三种 一真空观及四法界中之理法界观 于此观法中 另开四具石门已阐释之 有慧色归空观 四门 明空及色观 四门 空色无碍观 明觉无济观四具石门 二 理事无碍观及理事无碍法界观 此观之下 复分石门加以说明 有理便于是门 是便于理门 一理成是门 是能显理门 以理夺是门 是能引理门 真理及是门 是法及理门 真理非是门 是法非理门等时门 三 周辩涵荣观及是 是无碍法界观 此观一开石门 以说明 有理如是门 是如理门 是寒理事门 通局无碍门 广无碍门 辩容无碍门 涉入无碍门 交涉无碍门 相在无碍门 普荣无碍门等时门 后臣官又于此三众法界观法之外 令家 是法界 而说谓 四法界 新边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卷二 参阅 法界关门 3372 P5248 华言社 唐代之佛教社团 长庆二年 822 杭州龙新寺南操邀请林影四道风讲说华言经 南操听文华藏世界品 而新生欢喜 故发愿劝十万人 乃至一千万人 共同送念华言经 此后每年举行四次集会及持斋会 其费用则由大众劝募而来 白居易 722 847 亦未设中议员 于宝利二年 826 应南操之请 未设书易碑文 并刻于时尚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P5248 华言经诗子章 全译卷 唐代法藏传 右座经诗子章 大放广佛华言经经诗子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细集经诗子之辟域 解说华言法界缘起之妙理 因此辟域而使天地网易 十众玄门 海映三昧 六香合合 樸眼境界等意了然而名 全文大别为十门 即 一 明远起 未经无自信 但随匠人之巧功未圆 便有狮子形相展现 此即形相依缘而显现之意 二 变色空 为 空 无相状 狮子体性虽空 然不爱其狮子形相之显现 三 约三性 以狮子情有 狮子似有 经性不变 分别配变即所知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等为十三性 一 狮子情有 为狮子之存在 乃出于无人之主观构想 二 狮子似有 为狮子之存在 细衣外缘而虚假展现 三 精性不变 为巧匠 虽以黄金打造成固定形状样太之狮子 然其精之性质永不变异 四 显无相 为旧体性而言 一切皆经 精之外 则无狮子 乃至狮子之相状可言 五 说无身 为狮子虽有身 灭 精体本无增减 故无身 六 论武教 就狮子之缘起 依依产论华言武教 与法生文教 大臣史教 大臣宗教 大臣顿教 亦臣元教 之指 七 乐时玄 乐 统帅之意 即狮子之各种本质 相状 分别比喻华言宗用以描述法界缘起 十玄门 之一一法门 八 阔六相 以狮子之总 别 同 一 臣 坏等六相 禅论 六相 圆融 之理 九 臣菩提 为经由上述法门而撤见狮子之时 即撤见一切有谓法本来寄灭之理 并远离取舍 入萨婆若海 指一切智 亦为佛所具有之智深广如海 更进而的一切种智而悟道 十 入涅槃 为若能撤见狮子与经二相聚静 则不生烦恼 永离苦源 而正入涅槃 据宋高僧传卷武记载 法藏曾参与新华严经之翻译 胜利二年 六百九十九 全经一壁 法藏奉赵于洛阳佛寿祭四位 则天武后宣讲华严经 讲至天地网易 十众玄门 海映三昧 六相和和之时 武后茫然不解其指 法藏乃指殿前之金狮子未遇 解说法界构造 遂臣此金狮子章 华严宗之体系旁杂 兼生晦色 而金狮子章堪称简明二药 遂臣华严学之入门书 其著书有 华严经金狮子章注一卷 陈迁 云间类解一卷 静元 光显超二卷 高辩等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 华严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 批五千两百四十八 华严元人论 权益卷 唐代归封宗秘传 简称元人论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本书旨在破除如道二教之妄值 揪寻人类本源 分位四篇 一 赤弥直 破赤如道二教元气 偷叛说 极虚无大道说 二 赤偏浅 旧佛教中人天教 小臣教 大臣法相教 大臣破相教之所说 破赤业未本说 色心相续说 赖耶元启说 万法皆空说 三 直显真元 一华言亦成显性教之指 以本觉之真心 为天地万有之本源 显示一切有情本来是佛 四 会通本末 会通前所破之诸教 西引入亦成方便教 著书有发为路三卷 元人论解五卷 元人论和解二卷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诸宗章书录卷二 P5249 华言时 天台宗所立叛教 五十之一 五十系叛如来一代圣教之说时 其中华言时指佛陀成道之后 三七日中宣说华言经之期间 即七处八会中之前七会 然关于华言经之说时 亦说颇多 华言宗位为佛陀成道后第二七日之说法 乃不定期长短 又不分前分后分 八会时据说 法相宗义为华言经系佛陀于成道后第二七日之说法 然别有前后二分 后分华言为后时之说法 与天台宗所说同 天台宗为华言经一步八会 别为人后恩 前分华言 指第一回至第七会 为佛陀成道三七日间之说法 后分华言 指第八会 为三七日以后至涅槃之堂十缩 市民 时长华言 法华经方便品 华言经探旋记卷二 华言书抄卷一上 法华旋义卷十下 参阅 五十八教 一千一百三十二 时长华言 四千一百十三 批五千两百五十 华言苑 位于湖北襄阳城南时 七公处之路门山 英南其建五年中 四百九十四 四百九十七 其遇于山中立神祠 并至二十路 故俗称路门山 随唐以来 隐译至多喜 几七子 本愿与唐代 后处征禅师 于此大洪草洞之法 遂成十方丛林 明代扩建 改为禅寺 批五千两百五十 华言部 大臣经典分位 大部类 华言部乃 其中之 第四 开原是教定 即为由大方广 佛华言经以下 二十六经 一八七卷所成 明代秩序之月 藏之经 基于烟台宗之教 判 以华言为 五大部之首 共收二十九经 二三六卷 又法藏之华言 传记列星 就二一之华言经 一四零卷 之派别出之经 三十六部 一零五卷 批五千两百五十 华言探悬记 请参阅华言经探悬记 或华言经书 华言教分记 请参阅华言五教旨观 华言掠书刊定记 请参阅华言经略书刊定记 或华言经刊定记 华言朝 佛陀成道最初三七日中说华言经 灵灭度十一日一夜中说涅槃经 故有华言朝 涅槃系之称 P5250 华言塔 位于江苏金山县松颖镇东北 松颖禅院创建于原代 有四僧书写华言经八十一卷 木款造华言塔 明代红五十三年 一千三百八十 新宫 历四年完成 一名松颖塔 塔位砖木构造 七层方形 耸立于黄浦江南岸 此类砖木构造之方塔 于明代教为少见 P5250 华言复古记 请参阅华言五教章复古记 华言传 请参阅华言经传记 华言传之记 请参阅华言经传记 华言传记 请参阅华言经传记 华言经 请参阅大放广佛华言经 华言经七处酒会诵 请参阅华言经七处酒会诵 华言经七处酒会诵 诗章 全译卷 唐代诚官传 右座心意 华言经七处酒会诵 诗章 华言经七处酒会诵 收于万序藏第四册 本书乃总和诵分 是分二部分而成 以五言六十八句之诵 叙述八十华言七处酒会 三十九品之药义 本书虽仅一万三千余言 然已将华言经药义皆是无疑 且其文词评译 实为华言教海之入门书 P5250 华言经文一纲目 全一卷 唐代诚首大师法藏传 右称华言八会纲目章 大放广佛华言八会纲目章 华言经纲目 华言纲目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五册 内容系开历时门以述说华言经之大药 即 一 便交起所应 二 试经题目 三 明经综趣 四 说经实处 五 便定教主 六 民众术差别 七 请说分歧 八 所入三昧 九 佛光加持 十 正说品会 本书之传术年代 依本书十门之第一便交起所应之条所在 成于唐代永龙元年 六百八十 法藏三十八岁之计 即在华言一成教分纪之草本传术之后 华言经探玄纪及大臣其信论一纪传术之前 或卫系法藏五十一岁前后之作品 然其全盘计成至眼之十玄门 而未探玄纪传术前概述华言经之大纲及要点 当无疑问 本书之著书有华言纲目甲五纪一卷 森朗文艺纲目玄谈并分科一卷 宜然文艺纲目奖录一卷 战性等 P5250 华言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 请参阅华言孔目章 华言经孔目章 请参阅华言孔目章 华言经刊定计 凡十五卷或十六卷 唐代会院传 全称序华言经略书刊定计 右座华言刊定计 华言经略书刊定计 收于万序藏第五册 内容戏开立十门已注释八十华言 十门集 1. 教起所应 2. 藏部所设 3. 显教差别 4. 简所背基 5. 能全教体 6. 所全宗去 7. 显意分歧 8. 部类传译 9. 句式题目 10. 依文正式 转者会院乃法藏门下六折之一 虽既成其师之一致而作此刊定计 然书中被师自立之说不少 直至清凉大师臣官出 做华言大书抄已破斥其一折 又日本早期即一刊定计宣讲八十华言 即至大书抄传入时 方知其妃以后则一大书抄而宣讲 朱宗章书录卷一 东玉传登目录卷上 P5251 华言经行愿品书 请参阅真元新式华言经书 华言经和论 凡一二灵卷 唐代理通旋传 收于万序藏第五册 本书为新义八十华言之著世书 内容开历时门已说明八十华言经之要义 即 一 一教分宗 二 一宗教别 三 教义差别 四 成佛同别 五 见佛差别 六 说教时分 七 净土全实 八 涉化境界 九 因果严促 十 会教时中 李通玄系义居士 与法藏未同时代之人 虽义尊崇十玄六象之法乡 然与法藏义去 以自家独特之见解研究新义之八十华言 为新华言注释书之先驱 而后清梁国师成观者华言大书超 受华言经和论影响之处义不少 本书之卷首富有李通玄之略传 并叙述本书流传之概要 本书与诸家说法相议之处 即是华言义经为实处 实惠 四实品 且不用五教之说 而用实教判 令家信恶说 并发挥三圣圆荣之意 又本书之著书有华言经和论简要四卷 理智 华言经和论转要三卷 方则 等 P5251 华言经纸规 全一卷 唐代法藏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本书略述华言经之大纲 内容分为说经处 说经时 说经佛 说经重 说经仪 辩经教 显经义 誓经义 明经义 誓经元等十门 各门皆设实力辩之 总成百门 以义经所说之法门 竟显缘荣无碍之意 华言经传记卷五 唐大建福四顾四主 翻经大德法藏传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 P5251 华言经问答 凡二卷 唐代法藏传 又称华言问答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内容系 以问答体之方式 叙述华言经之概要 诸仙德皆一用本书 然华言五教章指示记及 华言五教章通路记 贤认为本书系伪作 此孔因本书所述因转果转之意 与法藏所说不相符合 故指本书为伪作 P5252 华言经探玄记 凡二十卷 唐代法藏者 又称华言探玄记 华言经书探玄 探玄记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五册 本书乃把藏模仿其师 致言之华言经搜玄记所作 叙述就意六十华言经之大药 并解释经文之意 旨在阐述华言宗之中心教义 本书分立实门 一 教起所由 二 藏部所设 三 立教差别 四 教所背基 五 能全教体 六 所全宗去 七 世经题目 八 部类传译 九 文艺分歧 十 随文解释 本书之著书有探玄记超 尊玄 探玄记动幽超 宁然 华言经探玄记发挥超 普记 华言经探玄记难记录 方英 华言经探玄记讲义 秀存 华言经探玄记会录 云熙 等 诸宗章书录卷一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P5252 华言经音译 请参阅新译大方广华言经音译 华言经 华言经进行品 请参阅菩萨本业经 华言经掠书 请参阅华言经搜悬记 华言经掠书刊定记 请参阅华言经刊定记 或续华言经掠书刊定记 华言经书超悬谈 请参阅华言经谈 华言经浦贤行愿品书 请参阅真原新式华言经书 华言经书 一帆二十卷 唐代法藏者 全称华言经探旋记 又称华言探旋记 探旋记 收于大正葬第三十五册 本书叙述六十华言经之大药 并解释经之文艺 旨在产世华言宗之中心教义 参阅华言经探旋记 五千两百五十二 二帆十卷 唐代成观者 全称真原新义华言经书 又称华言经浦贤行愿品书 华言经行愿品书 收于万序葬第七册 本书叙述四十华言经之纲要 并解释其文艺 参阅真原新义华言经书 三千九百五十五 三繁六十卷 唐代成观者 全称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又称新华言经书 清凉书 华言大书 大书 收于大乘葬第三十五册 本书为八十华言经之注释书 参阅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七百六十四 四拳一卷 作者不详 收于大乘葬第八十五册 本书为新义八十华言之注释书 然非八十华言全本之注释 以其间有跳漏者 以其间有跳漏者 故推测本书或细油残缺之片段整理而成者 P5252 华言经传 请参阅华言经传记 华言经传记 凡五卷 唐代法藏传 又称华言经转灵记 华言传之记 华言传记 华言经传 华言传 收于大乘葬第五十一册 本书及华言经之部类 传译 讲解 讽诵 等有关人物之事迹 全书共分部类 影显 传译 支流 论事 讲解 讽诵 转读 书写 杂数 等时门 最后之杂数 则列举与本经有关之杂者 十数部 并举作者 其他著作 本书及为华言经流传出其至传者 当时史实之极迹 书未传弊 法藏及世纪 门人慧院 慧英等续成 正得元年 1711 应行 P5252 华言经感应传 全义卷 唐代胡优真刊转 全称大方广佛华言经感应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本书原为法藏之地子慧英编成二卷 建宗四年 783 四名山胡优真重新整理成一卷 内容为华言经信仰者之感应事纪 可作为唐代华言经信仰之研究资料 明代诸宏之华言经感应略纪 清代红碧之华言感应元起传 清代周克复之华言经实验纪 皆为同类著作 P5253 华言经搜悬记 凡五卷或十卷 唐代至眼传 全称大方广佛华言经搜悬分其通至方轨 略称华言经略书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五册 本书记述六十华言之纲要 并解释其文艺 全书分立五门 以分别华言义经之文艺 即 一 探圣灵机 得量由至 二 明藏社之分歧 三 辩教下所全之宗趣及能全之教体 四 试经题目 五 分文解释 前四门为搜悬记中之悬谈 第五门由敬演品置入法界品等三十四品 就每一品分品名 来意 宗趣 试文等四科谈其悬址 法藏所者之华言经探悬记等级以本书为依据 特以本书十玄门之说发挥华言义经之深指 为法藏等所依用 在大正藏所载之版本 系以高历高宗三十二年 一千两百四十五 堪行之海印四本位笛本 大日本序藏经所收者则依据日本所传之古写本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经书目录 佛典书超目录卷上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P5253 华言经药 八十卷 明代德清传 右座大方广佛华言经纲药 收于万序藏第十二册 本书系提取成官所传华言大书超之要义 和八十华言之经文 而成一部 书往往 设补义之项目 计述作者之见解 以补成官解释之不足 然人难以脱出成之事 于明代诸宗及禅宗化之计 作者读祖述成官之著作 实乃发挥一彩之举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禅集至卷下 P5253 华言经冠冠 全一卷 宋代赋言传 又称赋言和尚华言轮贯 收于万序藏四册 本书系八十华言中七处八会三十品的内容 所作略说 乃言就宋代禅宗化华言教说之代表著作 内容出举经之品数 四季数成官之音三说 并就一号举出三亿 叙述会品之所说等 再次则说明四分 五周因果 十玄六项 自法界 等 最后之善才童子则以禅宗之教职位结语 P5253 华言经海源观书超补解 请参阅望境海源观书超补解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 凡九十卷 唐代诚观传 全称阿放广佛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 略称随书演义超 华言大书超 演义超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六册 成官曾撰有八十华言之注释书 及华言经书六十卷 又称大书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五册 该书与法藏之探玄记同被称为华言经注释之双比 其后 再将华言经书详未解说 敷衍而成本书 本书前九卷系著者之华言思想纲要即本书之玄坛部分素来备受重视 华言经书演义超三十卷即由本书之玄坛部分别出而成 全书分为四部分 一 总序名义 是大书之自序 二 归敬请家 是大书之归敬序 三 开章是文 广逐书之本文 四地是之 四 千赞回向 略解末尾之流通计 先详详交起因缘 藏经所设 毅力分歧 教所背基 教体浅身 宗趣通局 部类品会 传译感通 总式经体等九科悬坛 后则依经文而作注解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四 阅藏之经卷三十五 华言宗章书录 佛典书抄目录卷上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P5254 华言经转灵记 请参阅华言经传记 华言意愿书 请参阅华言五教章意愿 华言由心法界记 全意卷 唐代法藏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本书系基于华言宗出足度顺之五教旨观 阐明华言宗之观门 分位法是我非门 原生无性门 是理混容门 严禁理显门 法界无爱门等五门 即一五门之次第说明小成教 使教 宗教 顿教 原教之观门 并视其浅身之相撞 华言宗经论章书目录 诸宗章书录卷一卷二 P5254 华言游弦 华言游异 全意卷 随代极藏术于扬州会日道场 又称华言经游异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五册 本书乃立于三论宗之立场 由画主 画处 教门 图众四方面 论华言教学之佛身 佛土 因果等问题 并就舍纳佛与释迦牟尼佛之关系 评论南方论师之二佛一致说及北方论师之二佛相译说 本书约成于开皇十七年至十九年五百九十七五百九十九 其叙述之形式虽复杂难解 然于诸问题亦有明白之教士 诸宗章书录卷一 P5254 华言游异 原为八卷 现存六卷 又称华言祖师会卷 华言宗祖师会传 一厢原小会 为一部记录新罗华言宗宗祖一厢及原小入堂求法世纪之会卷 内容由一厢传四卷及原小传二卷组成 以词会交错连用 表达一厢与原小来华求法之经过 主要叙述原小于入堂图中忽有所感 遂终止而折返 唯一相读以勇猛心排除显难 达成求法之素质 由于脉络贯穿松散 需依宋高僧传卷四支记载使得判明其法脉 又会卷之慈细日森明会所作 图绘不分则出自连仓出其华言宗复兴期间 与高山寺有关之脱模派画师之手笔 全图细但彩画 运笔灰撒字如 堪称杰作 画风多少受到送画之影响 此会卷现金藏于日本伟高山寺 P5254 华言论结药 凡三卷 高利森之那 1158 12110 转 本书乃截取李通玄 所着新华言经论之要点 附加之那自己之见解 而由门人冲战堪行 李通玄之实践修入教学乃法藏之华言学所无 而本书则申得其要 堪与我国明代理卓无所着 华言论简要 比拟 二书对于李通玄教学之理解方法有显著之差异 本书莫富有李通玄长者形状 可供李通玄传记资料之研究 P5255 华言头禅宗寺院之职称 为街坊画主之一 其职位向谭月讲说华言经之功德 以劝目之 唐代一般寺院接设有此职 禅院清规卷寺街坊画主 禅灵向器间职位门 P5255 华言玄坛 请参阅华言玄坛 华言变相 乃至描绘华言经七处九会或七处八会之图像 又称毗卢浙那佛华藏世界图 七处九会华藏世界图 华言七处九会图像 据华言经传记卷五堂法陈传所在 法陈长图画七处八会像 此乃依据旧义华言经七处八会之说 孔及华言变相图写之薅时 又据唐大建福四故四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 传及古经图书及陈神义典地九十一所在唐流与西之皮卢 这那佛华藏世界图赞序之记载 知唐代法藏及陈观之门人四兆等 皆曾一新义华言经七处九会之说 描写成图像 此等图像皆色彩华丽 构图广大 描法精细 然经皆不传 唯敦皇千佛洞第八 第102 第117 第118 第168诸窟 存七处九会之壁画变相数种 华言经书演绎抄卷九 华言经感应掠迹 法界宗武足掠迹 P Hellia Blagrave Statuen Hong 薄熙和第22号 第184号 第185号 第216号 第241号 第332号 P5255 华蛮 范语 Kusumomel 因译据苏摩摩罗 西藏语 Me Talk GIPHRE BA 即以丝坠花 结于景象 或装饰于身上 此为印度风俗之一 然比丘不得以滑蛮装饰身上 仅能以之悬挂室内 或用以供养佛 中国 日本更转用为佛前之庄严用品 滑蛮以鲜花制成 所用种类并非一定 主要则其芳香 亦有以鲜花以外之物 做成滑蛮者 如以青铜等铸成之金属圆形板 上蓝刻露花鸟 天女之形 或以牛皮切割而成 称为牛皮滑蛮 后世主要皆用金属制者 又密较有滑蛮之印 此印能流出无漏七绝之滑极种种滑云海 周遍法界之为尘沙土 以为广大供养 古代印度佛教雕刻中屡见华蛮供养 如加尔各达伯物馆葬阿摩罗婆提 范阿玛瓦法 之塔 及由萨乎仔州 Yusufsay 地方出土之说法佛等 皆刻有多人运在之大华蛮 华蛮上课有连文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皮尼姆经卷五 石颂绿卷三十九 大唐西玉记卷二 玄印英译卷一 印度佛纪实写 世界美术全集第十一 第十五 P5256 华龙 圣花之气 又作华举 华敏 原称伊该 华切 华盘 即指对高贵人士 献花之盛举 日本中古世纪以来 多于法会实用之 或用金属制之盆盘 或用竹笼 而其中圣以指连伴 或业 于行道或起立间 以散华表示 供养佛陀之诚意 参与 伊该 2569 P5256 来为 L6 Silvan 1863 1935 法国之东方学者 印度学者 又一列为 诞生于巴黎 西元1884年 集为亚洲协会会员 曾从事有关印度所藏协本之调查工作 西元1889年 任教于巴黎大学 教授梵语 印度学 语言学 赴于尼泊尔发现位数 甚多之梵语协本 并致力于梵书 叙事师 印度希腊文化交流史 梵文学 以及梵藏汉佛教文献之比较工作 由其对突厥语之研究 及与印欧比较文法学之贡献盛大 西元1913年后 被派至俄国 巴基斯坦 美国等地从事研究工作 并于西元1921-1922年 应泰戈尔之邀请 至印度演讲 自印度归国后 即任高等研究学院宗教学主任 陆续教定出版梵文佛典 并曾以亚洲协会会长 日佛会馆馆长之身份 三度前往日本 与高南顺次郎博士共同编转法文佛教词典 法宝一灵 晚年则主持附属于巴黎大学之印度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Decivilization in the End 其主要著作有印度演句 马明之研究 范书之祭祀教义 薄熙和探险队所发现突厥语文书之研究 大孔雀王咒中叶叉之地理目录 维时论体系研究资料 尼伯尔等 至于范文教定出版之著作有大臣庄严经论 敦煌范本称有之巨舍论事 维时二时论与世轻事 维时三时论之安慧事 及其犯 巴、藏、汉、归姿文 法语义之分别善恶报应经及其事论 P5256 眼眉罗园 眼眉罗 范名MRA 意味眼眉罗女之缘 右座眼婆罗园 眼婆黎园 眼罗魏灵 眼罗树园 眼眉罗灵 或座耐世园 甘黎园 耐园 位于中印度费舍黎城 范菲尔附近 系眼眉罗女所现与佛陀者 故以其名称之 佛陀常与此说 维摩经 初药经卷三 维摩经书卷一 加详 悬应应一卷二十一 P5257 眼眉罗树 眼眉罗 范语MRA Omra Mlafala MRA Puppa MRA Puppaka 巴利语Mba 又做眼眸罗树 眼婆罗树 眼罗树 意义为耐树 学名Mangifer Indica 通称Mango 善见绿皮皮婆沙卷一所树极之眼罗果 盖指此树之果实 眼眉罗树产于印度各地 梦买所产之果特加 此树之花多而截子甚少 果形四离耳底沟区 夜形四柳 长一尺鱼 宽三止许 冬季开小花 至五六月时果实成熟 然此树种类甚多 有生熟皆为绿色 或熟时成黄 成黄 未熟成黄 即熟成绿等分别 其胃亦有加裂 裂者胃酸而多芡微 加者鲜微少而胃干 眼眉罗因泛名类四只植物甚多 故常彼此混同 女子玉英元经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二 卷二十六 大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三五六 卷四六零 顺正理论卷三十三 大唐西玉记卷四 翻译名一级卷八 悬应应一卷八 参阅 阿摩勒术 三千六百七十 批五千两百五十七 眼婆罗村 泛名MRA Grosma 巴黎名MBA JMA 又作眼满聚落 眼婆罗村 以其地甚多眼婆罗树而得名 由此的步行至废舍离城 犯法L 须三日旅程 世尊于入灭之年 即由废舍离京坚驼村 巴Banda JMA 受守村 巴哈瑟 JMA 而至此 长阿含卷二至卷四 由行经 佛班尼环经卷上 大班涅槃经卷上 根本说一切有布皮奈耶杂士 卷三十六 P五千两百五十八 眼婆罗婆利 泛名Rafael 巴黎名MBA 又作眼婆婆利 阿泛和利 阿泛和利 阿泛婆罗 眼眉罗女 眼罗女 眼树女 亦作女 奈女 巨奈女其婆精仔 此女由奈树所生 故名为奈女 为摩洁托国 平婆 梭罗王之妃 梁依其婆之母 长凤诗眼 梅罗远 与佛陀 初药经卷三 四分率 卷三十九 P五千两百五十八 眼婆罗树林 泛名Mray 巴黎明 Ombolitic 据梵网经 巴默罗默 Sata 在此树林位于印度王舍城 巴尔扎 与纳兰陀 范恩兰兰 之间 又据佛音 巴布达高萨 所着法句论著 巴布达斯林 记载 此林内水流清澈 绿木成荫 入口种植眼婆罗树 周围有堡垒围绕 于中部经典六一教界罗罗眼婆婆灵经 巴昂巴默罗默罗 阿尔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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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 记载 世尊在此圆灵清自交界其子罗罗 又长布经典十六大般涅槃经 巴默罗默罗默罗 阿尔扎 阿尔扎 计数 世尊在入灭之年 于此圆内教界诸比丘之后 始往那烂陀 佛班尼环经卷上 P5258 阎罗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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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尋处有摩斯山城,巴玛赫克斯·巴斯特·文武比丘之一摩河南,巴玛赫摩·说法而得预留过,布施衍罗林未经舍。 多长者与此灵院与黎诗达多比丘,巴埃德特·文达,与加摩·比丘,巴Kemabite,谈论,与曲达多比丘,巴Godeta,对语,与尼干子,巴Naghan-Taputa,达文。 须达摩·比丘,巴萨德玛,常驻此灵院,设立符,巴斯里特·巴,与木坚连,巴Mogolna,异常至此灵。 长老纪经第406纪,相应步经典41,P5258。 非律佛教,非律宾位于太阳阳。 是海峡与台湾相遥望,全国由7000以上之大小岛屿组成,面积30万平方公里,约为台湾8倍强,人口约为2.5倍。 全国人口90%信天主,为远东唯一之天主教国家,佛教及在天主教之系逢中艰苦发展。 早在古代,约于西元8至13世纪间,建都于金苏门达腊之佛教大帝国势力佛式,Sri Fischer,曾扩张其势力至菲律宾群岛,佛教义随之传入。 经菲律宾土与中人保留有若干饭与成分,地下发掘物分有佛像,莲花等雕刻品,皆可谓。 古代菲律宾却曾有过佛教之资政,席位及生根,回教玄及东来。 16世纪开始,由于西班牙长期殖民,携其强忍武力,逼迫土民放弃原有信仰,归依罗马天主教,直至1946年,于美国支持下,使成立独立政府。 故近代菲律宾佛教与古代毫无关涉,系由华侨自我国传入,如首都马尼拉之中路观音堂,元通寺,三宝岩市之福全寺等,均为适应侨胞消灾其福之需要而创立者。 然此类堂寺,大多由在家人主持,亦缺乏积极筹创之红法活动,仅能视为菲律宾乌齐之华侨红步道场。 民国二十年,一千九百三十一,侨界组织,吕飞中华佛学研究会,一年,发行,海国家英,一旗,并于二十五年奠基起建四宇,即经之大臣信愿寺,乃非御兵为弘扬政法而以公共名义新建之第一座四宇。 四成之四年,由国内迎请信愿法师主持,继续拨画经营,增建堂舍,购置经藏法器,举办奖金,念佛共修等活动,为酒集成为乔仲云集之信仰中心。 除信愿寺外,陆续又有华藏,普陀,宝藏,影绣,素燕,灵柳,莲花金舍等,一阶庄严堂皇。 其中,华藏寺寺在马尼拉近郊,山林清静,具有丛林之风,该寺为信愿法师所创,经由瑞金法师接任上座,非律宾佛教习称一寺之,住持,为,上座。 普陀寺寺意在马尼拉市区,创于38年,由如意,如满二法师推动法务。 宝藏寺位于马尼拉旁之先范镇,创于37年,多年来由女性室修音主持。 影绣寺位于马尼拉市郊,为文明海外之高龄女性室清河姑所创,清河姑乃太须大师之在俗弟子,早年之身渡阳至菲律宾,艰苦护法,几经辗转,新建影绣寺,其后自我国礼请自立法师前往助西,经已成为马尼拉佛教之重要道场。 宿宴寺位全州宿宴寺之分院,灵旧寺有比丘尼瑞妙法师主事。 此外另有刘梅生,后出家,法明觉生,及师信仪等人所造极创设之佛教居士林,瑞经法师创办之能人学校,刘梅生创办之普贤学校,自立法师创办之慈行地堪等, 皆成为红传佛法,推动佛教文化,教育青年之重要基石。 同时,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议在菲律宾设立分会,该会所附设之岁木慈赠会,与社会慈祭工作亦颇多贡献。 大抵观之,由于固有知天主教信仰与言隔阂等实际阻力,菲律宾佛教迄今为止之发展形态,大多限于华侨圈内,难以打入各阶层之菲律宾人中。 全国佛教徒约十余万人,占菲律宾各宗教人数之最少数。 华侨多魏闽南籍,前往菲律宾洪化之初家人亦多魏闽南籍。 就初期之洪传情形而言,信任法师居于公认之领导地位,长期以来,惨谈洪步,居功至伟,成为当地佛教界人士养众之精神领袖。 继信任法师之后,领导非国佛教发展者,魏闽南佛学院出身之瑞金法师,法师杜杨智飞之前,洪化大江南北多年,投入非国洪传行列后,吉利新办教育机构,并推展佛教对外之联谊。 除天任信愿,华藏两大寺之上座外,又任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主席,于今在教内外皆赴有极大之声望。 此外,如善器、如满、如意、妙卿、自立、维慈、广泛、正宗、妙门等诸师之智利教化,极高文显、菜眉、姚乃坤、苏行三等无数侨胞。 调之鼎立护持,皆有助于菲律宾佛教传部之大业。 P5259 菜根坛,凡二卷 明代红字辰传 右座菜根坛 书名,菜根,二字,系由,摇得菜根,百事可作,而来。 本书采用语录之形式,细在儒家思想上穿插以老庄语禅学之说,描述事幻、饱身、待人处世之道及辞观后贤居之乐。 书中屡以儒家及禅宗之语会作成诗文,显现出透彻体悟禅境之后,身心自由自在之境界。 又本书荣设如是道三教之思想,而与当时民间信仰三教合一之潮流相符合,故于民间及知识阶层中广位流传。 至今我国及香港、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之民间宗教生活形式,由函本书所述三教合一之思想。 P5260 菜头 菜头、禅宁中、典座之下,设有管领菜书之森,称为菜头。 其职司未检舍枯叶、食叶、菜虫等。 若物主菜虫,则造杀叶,若以非法之食供养三宝,大众不知而受,其害甚多,故菜头需谨慎未知。 P5260 虚心核掌,范宇SAPUA,因义三补扎。 又称空心核掌、空中核掌、虚核、虚心核。 为密教基本硬气十二和掌之第二。 即指头相其相合,两掌中心稍微相离,掌心成虚空之状。 盖范宇SAPUA,乃、侠、之义,故知此硬气系以形状的名。 大日经书卷十三、参阅、十二和掌、三百三十六、P5260。 虚妄、虚假、非真实之义。 或略作望,其异系别有三,即、一、范宇A、SANTA、BHVA,乃非实在之义。 如望法、望静、望有。 二、范宇FITASA,即非理弥直之义。 如望实、望心、望念、望直、望情、望分别等。 三、范宇M,乃虚狂之义。 如望语、望言。 法华经卷义方便评,于加诗的论卷三十六,成为时论卷九,P5261。 虚妄分别,范宇FITASA、FICALPA。 略作望分别。 错会事物之真相,而望自私为、识别、分别,称为虚妄分别。 盖万法为心造,心外无别体。 然于吃凡夫起望心乱时,生种种分别,或知心外有识法,或知使我、此时我、识法之见,即为便迹所值,不弃真性,故称虚妄分别。 大臣阿皮达摩杂极论卷十四将虚妄分别分为根本分别,相分别,相显现分别,相变异分别,相显现变异分别,他隐分别,不如理分别,如理分别,执着分别,散乱分别等十种,并广为解说其项。 正法念处经卷五,瑜伽师的论卷三十六,成为十论卷七,卷八,便中边论卷上,良意设大臣论是卷五,便中边论数计卷上,P5261。 虚妄伦,众生以虚妄之业障而轮回不已,恰如车轮之辗转不止,故以轮欲之。 凡生死轮回,皆虚妄之或业所感,其体非真,故称虚妄。 赞阿弥陀佛纪,大四七,四二四上,我从无始寻三界,为虚妄伦所回转,P5261。 虚妄,一千一百九十六,一千两百七十七,南宋禅僧。 江都人,俗姓史。 明普度,早岁虽席试典,然有出臣之志,其母之之,允入天宁寺出家。 时必将军建而其之,岁邪归武陵,李东唐苑族姓,居五年。 后至陵影寺参见铁牛,授其应可,赴尤方利参诸德。 纯幼初年一至五,赵兴安之,请,驻金陵伴山寺,记千金山寺,陆院寺,山寺,陈天寺。 景定年间,英太父甲卫公之走,驻中天竺寺,父的指申领寺。 至元十四年奉赵入静安寺,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世纪,是寿八十二。 或未施生于宋庆元五年,一千一百九十九,而至元十七年世纪。 增级续传灯陆卷四,续灯存卷四,五灯岩筒卷二十一,批五千两百六十一。 虚受性施罪,略称虚受罪。 即,以虚立场接受性施之罪,或受虚伪施物之罪。 又森尼以破戒之身受谈悦之施语,所犯之过罪,亦称虚受性施罪。 万佛三昧海经卷五,泛王经家。 以尼姆经卷二,穆连问戒律中五百清重事,批五千两百六十一。 虚空,泛语k。 因亦阿加舍。 一句舍七十五法之一,为十百法之一。 一位,无畏法,之一,即说一切有不,精量不所说三无畏之一。 大众部,化的部所说九无畏之一。 百名门论,成为十论卷二所举六无畏之一。 大乘五运论所举四无畏之一。 余阿施的论卷三,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二等所举八无畏之一。 经论中多以之作为辟语用,其意有无。 一,横辩之意,北本涅盘经卷二十二德王品,净土论,是清,皆以虚空辟语广大无边际。 二,横长之意,北本涅盘经卷三十七家叶品, 以虚空辟语无变异之常性。 三,无爱之意,据北本涅盘经卷三十七家叶品载,世间之中,无障碍处,名为虚空。 四,无分别之意,即无亲疏,远近,爱憎之差别,北本涅盘经卷十六范形品载, 譬如虚空,无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无有众生寿命,一切诸法亦父如是, 无有父母乃至寿命,菩萨摩赫萨见一切法亦父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虚空。 五,荣寿之意,北本涅盘经卷十六范形品载, 譬如虚空,广大无对,稀能容受一切诸法。 右宗静路卷六举无障碍,周辩,平等,广大,无相,清静,不动,有空,空空,无得等时意以解说,比喻真如之理。 此外,印度外道中,口力论师已虚空为万物之真因,由虚空生风,乃至生万物,其后还没虚空,称为涅盘。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五,巨舍论卷一,卷六,外道小尘涅盘论,瑜伽诗的论卷五十三,阿皮达摩藏显宗论卷一,顺正理论卷一,大臣一张卷二,巨舍论宝书卷一,参阅,虚空无畏,五千两百六十三,二空戒之别称。 六戒之一 指一切诸法存在之场所,空间。 然于说一切有不忠,虚空与空戒则有所分别,以虚空非色,空戒是色,虚空无见,空戒有见,虚空无漏,空戒有漏,虚空无畏,虚空无畏,空戒有畏。 无人所见之空为空戒,非为虚空。 但诸经中多将此两者互用,不作分别。 又说一切有不主张空戒之色以明暗卫体,即为实有,其他诸不择持否定之说。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四,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五,巨舍论卷以法运族论卷十,顺正理论卷二,大乘一张卷二,瑜伽论记卷十四下,P五千两百六十二。 虚空无构持金刚菩萨,虚空无构持金刚,泛名Gagamela,Phaidratara,英译纳摩罗附日罗泰洛,西藏名RDO,RJ,Vsenam,Nkadiari,Mah,Met,Pah。 又称虚空无构持金刚菩萨,为密教大日经说会曼陀罗内卷属十九值金刚之一。 此尊持大日如来金刚致印,表、五转、中、阴、知德,以及菩提心体,以菩提心体离一切烦恼戏论,竟如虚空,故称虚空无构。 又为胎藏戒金刚首愿第二行东边第一位之菩萨,密号李染金刚。 种子位,H。 形象为生成肉色,右手躯臂仰掌,指端向右,左手竖拳,持独骨处,置于左胸前,面向右方,坐于赤莲花上。 大日经卷一注新品,大日经书卷一,诸说不同计卷四,胎藏戒七级卷上,批五千两百六十二。 虚空无畏,泛语KSASKTA。 一小尘说一切有不所利,三无畏,之一。 虚空,即无碍,无畏,只离因缘造作,不畏生,助,义,灭四乡所迁之实在法。 虚空无畏,未真空之理不畏或染所障碍,即已无碍畏性,容受万物而变满一切处。 据舍论卷一据舍论光迹卷一据舍论宝书卷一,二大成为十宗所利,六无畏,之一。 未真如离各种障碍,犹如虚空,故称虚空无畏。 成为十论利六种无畏,以彼有不所利之虚空无畏,非实有之法,于佛正德之法性,为六无畏相中之一相。 法性之体,离诸障碍,称为虚空无畏,非别有容受万物之无畏虚空。 故依有不知说法,则虚空之语之指大虚空。 一为十之说,认为异者欲语,以法性之无畏,四大虚空,故称虚空,异者法性极为虚空,故称虚空。 成为十论卷二,大成百法明门论书卷上,P5263。 虚空无畏超越菩萨,虚空无畏超越,梵名Gogananda,Vikrama,西藏明Nam,Nka,Larnam,P-A-R-G-R-O,B-A。 又称阳无量虚空菩萨,虚空无边由不金刚菩萨,虚空由不知金刚菩萨。 细密教胎藏界金刚首愿第二行第四位之菩萨。 密号广大金刚。 三昧耶行为三谷楚。 种子位,H。 其形象,深橙黄白色,右手屈臂,开肘仰掌,指头向右,左手向内置于胸前,持三谷楚,树右膝,交肤坐于赤莲花上。 一枝前端,细于左肘而下垂。 印香为持得印。 大日经卷一注新品,大日经书卷一,诸说不同计卷四,P-5263。 虚空云海鸣门,为形容第十一的,已至佛果,菩萨智慧不可限量之用语。 盖出的菩萨的百把鸣门,二地以上菩萨则美的寻次增为十倍至第十的,美的各有不同等地之鸣门。 然至第十一的知佛果后,所得知智慧,已不可限量,故比喻为虚空、云、海,而称为虚空云海鸣门。 大日经书卷七,大三九,六五七下,至十一的盼,于虚空云海鸣门中,一一接见莲华藏庄严世界,P-5263。 虚空会菩萨,虚空会,泛名Gogana,Mati。 幼座共发义法轮菩萨,供养发义菩萨,才发心转法轮菩萨,Fansahocytoppa,Dermakakra。 细密教胎藏界曼陀罗虚空藏愿二十八尊之一。 位于虚空藏菩萨右方第二列之第一位。 密号法轮金刚。 种子位,CA,乃变千之矣。 三昧耶行为连上金刚轮,此轮为巴伏轮,表巴正道。 关于其形象,生成赤肉色,右手持莲花,连上有巴伏轮,左手仰掌,上力独骨金刚储,独骨金刚乃是独一法界阿自尽菩提之志。 右部空所神辨真言金卷九广大姐托曼拿罗品载其左手持莲花,连上数轮,右手仰掌直磨泥珠,半家夫作。 大日经卷一句原品,大日经书卷五,诸说不同计卷六,P5264。 虚空藏求闻持法,全义卷。 唐代善无畏义。 全称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罪圣心陀罗尼求闻持法。 又称虚空藏求闻持法经,虚空藏菩萨满愿罪圣心陀罗尼经,求闻持经,求闻持仪鬼,求闻持法,求闻持鬼。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戏别出于金刚顶经成就一切一品。 本书乃为求闻持者,解说能满诸愿罪圣心陀罗尼,吉坦法,应法等。 现行之求闻持法,即基于此经所修。 开元室教路卷九,真元新定室教目路卷十四,P5264。 虚空藏求闻持法经,请参阅虚空藏求闻持法。 虚空藏愿,密教胎藏戒曼陀罗十二大愿之地十愿,位于持明愿下方。 以虚空藏菩萨为主尊,故称虚空藏愿。 此愿表卑至合一,包藏万德,能从众生受一切宝,兼具至德,而以福德为本。 虚空藏菩萨至右手持剑表至德,左手持莲花表伏德。 院内有二十八尊,中央位虚空藏菩萨,其左右诸尊父分上下两段罗列。 上段为十波罗密菩萨,右方吉坦,戒、忍、敬、禅、禅五菩萨之福门,左方位般若、方便、愿、立、至五菩萨之至门。 下段左方则有无构式,苏婆乎,金刚针,苏西的杰罗,曼陀罗,下段右方位共发一转轮,深念处,愤怒勾,不空勾等菩萨。 而右端千首观音以莲华部之观音愿为阴行所生之果德,左端金刚藏王菩萨以金刚部之金刚首愿为阴行所生之果德。 另有以千首,金刚藏二尊及其卷属别开二院之说,已须空藏为佛部,与两端二尊共于此愿表胎藏戒三部之德。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卷四密印品,不空所经卷九,参阅,胎藏戒曼陀罗,3935,曼陀罗,4400,P5264。 虚空藏菩萨,虚空藏,梵明Ka,Garba,英译阿加舍伯婆,Garga,Gaga,Gaga,英译朗艳热,西藏明南,Nkai,Sipo,Nam,Nkai,Nsat,吉佛,至二藏无量,等如虚空,广大无边之意。 幼座虚空运菩萨,此菩萨流出无量之法宝,普师所欲者,利乐众生。 细密教胎藏戒曼陀罗虚空藏院之主尊,献图胎藏曼陀罗世家院之世家佑方邪式,金刚戒曼陀罗贤杰十六尊之一。 一,虚空藏院主尊,其形象,身尘肉色,头戴五佛观,右手驱臂持剑,剑圆有光焰,左手置于腰侧,握拳持连,连上有如意宝珠,坐于宝连华上。 其所持之宝珠,剑,即表伏至二门。 秘号如意金刚。 种子卫,啊。 三昧耶行卫会刀。 二,世家院之邪式,其形象,右手术掌,驱石,中指,直白符,左手付全安于其,持莲花,连上有绿珠,披天衣,立于一平夫之莲华座,面梢向左。 秘号无尽金刚。 种子卫。 三昧耶行卫连上绿珠。 三,金刚界贤结十六尊之一,此菩萨位于外院方谈南方四尊之第三位,又称金刚状菩萨,宝状菩萨。 其形象,身成白白色,左手握拳,按于腰上,右手持莲,莲上有宝珠。 秘号富贵金刚,圆满金刚。 种子卫。 三昧,三昧,三昧耶行为三半宝珠。 印香味金刚赋,即二十指做宝瓶状,二母指并数。 大方等大吉经卷十四虚空葬品,虚空菩萨经,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三,班若里去经,大日经书卷五,卷十,两部曼陀罗一记卷三,卷四,现图曼陀罗金刚界诸尊辩蓝卷二,P5265。 虚空葬菩萨法,以虚空葬为本尊所修之秘法。 略称虚空葬法,系依据不空所义之大虚空葬菩萨念诵法而来,分复得,智慧,应生三重法。 若依此法修行,可消除夜报等账,增长福德,心神事悦,尽兴大臣,利乐友情,心不退转,世间出世间所有财宝西皆获得。 行灵卷四十三,密超卷中,乳未超卷九,P5266。 虚空葬菩萨神咒经,请参阅虚空葬菩萨经。 虚空葬菩萨能满诸愿罪圣心陀罗尼求闻持法,请参阅虚空葬求闻持法。 虚空葬菩萨满愿罪圣心陀罗尼经,请参阅虚空葬求闻持法。 虚空葬菩萨经,泛名K.A.V.A.V.A.S.T.R. 全译卷 邀请佛陀耶舍译 又称虚空葬经,虚空葬菩萨神咒经。 收于大正葬第十三册。 本经述说佛陀驻罗底赤三十,虚空葬菩萨从西方一切相及一世界之圣华夫葬佛所来意, 以神力变缩婆世界为净土,大众两手皆有如一摩尼宝珠,由其珠内流现种种宝。 四说除并得福之诸陀罗尼,即念此菩萨可得一持不忘之利用,并圆满诸愿。 留诵谈摩密多亿之虚空葬菩萨神咒经一卷, 随代蛇纳绝多亿之虚空运菩萨经二卷, 皆为本经之同本意义。 出三藏纪集集卷二,开源式教路卷四,P5266。 虚空藏经,请参阅虚空葬菩萨经。 虚假,真实,知对称。 一般常将虚假不实,虚假产为连用。 内怀虚假邪念,外献贤善精进之相, 称为行为虚假行,或虚假杂毒善。 观无量寿经书卷四,善导,大乘一章卷十二,P5266。 虚唐和尚语露,凡识卷。 又称虚唐至于禅师语露,虚唐禅师语露,虚唐露,虚唐露,虚唐语露。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为灵济宗之重要语露。 即露灵济宗阳其派虚唐至于知法语,济诵,诗文。 前七卷于虚唐在世时,其门人已堪行,后三卷则为宋代贤淳五年,1269,庙园所及及堪行。 P5266。 虚唐至于,1185,1269,宋代灵济宗阳其派禅僧。 这将向山人,俗姓陈。 浩须唐,仙首。 十六岁从浦明寺诗运出家。 先后游学于雪斗,静词等诸诗之门下,至金山,建运衍衍衍衍而有所得,遂为法寺,其后参诸,乌方山之事。 少定二年,1229,初进驻新圣寺,后又立驻报恩,险孝,瑞颜,颜芙,宝陵,玉王,静子,静山诸沙。 为宋礼宗,度宗归医师,教化鼎圣。 贤淳五年世纪,世寿八十五。 有语录时卷行事。 曾据传灯录卷寺佛祖。 刚目自识,旭灯存卷四,P5266。 虚唐至于禅诗语录,请参阅虚唐和尚语录。 虚唐集,樊六卷。 全真灵巧人品。 唱丹霞纯禅诗宋古虚唐集。 又坐虚唐录。 宋代森丹霞子纯传,灵权从伦平唱,原成宗元真元年,1295,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四册。 西红伦摘取,丹霞子纯禅诗语录卷下之宋古百则, 重新编转,加入示众,哲语,平唱等,以表达其宗诚见解,堪卫学人生学物道之指南。 内容包括缘辑。 石头曹基,药山作刺,船子加山,天宁夜半,天宁上堂,宝寿上堂,三界维新等公案古德。 P5267 虚唐录如,请参略虚唐和尚语录。 虚唐录,请参略虚唐集。 虚唐禅诗语录,请参略虚唐和尚语录。 虚安,即南宋天童寺怀场禅师 身足年不祥 属灵纪宗黄龙派,为天童雪安从景之法寺 纯夕十四年,一千一百八十七,日森荣熙来华参禅 于十六年驻天童景德寺,随世于师 少熙二年,一千一百九十一,诗传法语荣熙 后荣熙返日,开创建人寺 黄龙十四路,武山文学兴集卷三,P5267 虚无主义,Nihilism,即对于继承之道德,习惯,制度,宗教 或任何积极事物之真理性及价值性,加以否定之主义 虚无主义者虽有积极提倡社会革命运动者 然大多位消极,无关心之逃避者 亦有陷入于追求刹那之快乐主义者 可说未具有慧暗,绝望观之颓废意识之主义 世尊以否定,犯我,行而上学之原理为前提 直是现实,以撤见现实,而谋取解决之道 故被婆罗门,彼等以犯我哲学为正统 是同六师外道,攻击为虚无主义者 此乃因世尊自现实之撤见,而产生一切存在 皆无常,皆苦,皆无我之说法 由其强调人生已有,死,而存在 故被误解为虚无主义者 实则,就是尊之思想行为及其教说所显现者 并非如虚无主义者之从现实逃避 乃是直是现实,突破现实,超越现实 以解决人生痛苦之道 因之,佛教并非虚无主义 又旧世尊入灭之计,教界弟子一 法,与一,自己,可知世尊所确切树立之 人生态度,乃认为万物所依据之 法,与作为主体之 自己,皆为,空,此一,空,并非与,有,相对之 无,而是超越有无二边之 空,故空不可被误解为虚无主义之 无 参阅,空,3467,p5267 虚无生,即指正的涅槃庙里之法生 虚无,为涅槃之义称,以涅槃离一切差别相 故称虚无 譬如佛身荣通自在,离一切相,如光影 故称为虚无身 又往生极乐净土之人,契入涅槃庙里 亦受自然虚无之身,无疾之体 聚集藏所者无量寿经义书载,以神通无所不至,故曰无疾之体,色如光影,故云虚无之身 无量寿经卷上,p5267 虚无生,指日本禅宗之派普化宗之徒 又称虚望生,见生,孤生,朴化生,莽鲁破裸,木漏,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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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因朴化宗奉马祖道义之法 孙正周朴化禅师未开祖,故朴化宗之徒又称马圣 虚无生不着生衣,头戴另立,口吹尺八,古代乐器,长一尺八寸,即销管,紧挂袈裟及方便囊,行起朱方 虚无,有空之意,或为人名 以朴化宗之徒游历四方,到处住宿,枕于草席,见,上,故借用虚无之意而称虚无生 在日本连仓时代及有虚无生之名,应人,1467,1469,知寝有生朗安,人称朴化道者,长吹尺八字鱼,后驻京都庙安寺,其弟子遍及全国 其后,流浪者,亡命之徒亦多从之,宗风亦时颇盛,然必端从出 明治四年,1871,10月,朴化宗遭废止,须无森之术大减,经已甚少 朴化宗问答,诸宗平叛记,七十亿翻歌和卷中,须夺传记卷上,沙石集卷八 参月,朴化宗,4981,P5268 虚云,1840,1959,湖南乡乡人,俗姓霄 明古言,自得清 为民国以来,传法曹洞,兼四灵纪,中兴云门,匡扶法衍,延续为养,以一生儿戏五宗法脉之禅宗大德 19岁,于复建古山永泉寺一常开老人出家,四年一庙联合上授剧组 其后,四处行脚山 参访学道,行踪遍及四川、西康、西藏、印度、西兰、缅甸等地 43岁,发心朝拜五台山,以报父母申恩,由普陀山法华安起乡,三步一拜,历经三年,备受饥寒,三次大病,掩掩呆带壁,皆蒙文书菩萨感应相救,中拜抵五台显通寺 56岁,在江苏高明寺,因沸水箭守,致使茶杯落地,而顿断宜根,彻物本来 61岁,常随清末两宫悉信,起建筑圣护国消灾法会 势必及潜影中南山,更名虚云,好患游 后往冰狼宇,马六甲,吉隆坡,台湾等地蒋经红化 68岁于泰国蒋经时,曾入定九日,轰动泰经 其后曾为护国驻圣禅寺入京请葬 亦曾说服滇军写统里根源,萧米竹僧毁四支祸 并调停汉藏纠纷,招抚盗匪,为民除去战祸 在滇中产教十八年 九十岁时离滇返古山任住持 一百零九岁时在香港红法 后因怀抱护教旧森碑院,乃于四年返回大陆 民国四十年,一千九百五十一 师一百一十二岁,春戒期间,共匪扰劫云门 弟子庙云被殴致死,师自身一律遭毒打 筋骨断折,置于昏厥 为酒并发,夫作如故,指十九日 岁有神游兜律,是听弥勒讲经之事 匪徒亚其不死而赦福,乃不再蓄扰 晚年驻西江西云居山,曾聚任中共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四十八年秋于云居山世纪 世寿一百二十,僧腊一百零一 宗其一生,繁静,苦,笑,忍,定,舍,悲,意,方便,无畏 无畏,不放一珠行,无不奉持 因叹宗风轮坠,道场废宜,律教无闻,乃八愿振兴十方丛林,重建古沙 其所心腹之著名道场有,云南华亭寺,云七,基族著盛禅寺,曹西南华丛林,福建古山永泉寺,广东取江云门禅寺,江西云居珍如禅寺等,所重建之大小寺院安堂共八十余处 每处皆于郡宗时,密宜注持人之,然后悄然退隐 诗虽未禅宗巨匠,然亦每教人老实念佛 其所转伦言经玄耀,法华经略书,遗教经注释,原觉经玄义,新经节等书,于云门事辩时,竟被夺去,经仅存法语 开释,书问,诗歌等文字,后人编位,虚云和尚法会,医书 虚云和尚法会,虚云老和尚事略,苏芬,P5268 隔离观音,三十三观音之一 以其作于隔离中,故有此称 此乃起源于唐朝以后之信仰,非经轨中所在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二唐文宗开成元年条记载,唐文宗时隔离,有剥而不开者,乃焚香导之,隔离乎便现菩萨之行,地乃照中南山为正禅师问此因由,后并照告天下四愿立观音像 此为隔离观音信仰之滥伤 普遍为于民所重信 佛像图绘卷二,P5269 街坊画主,或单称街坊,画主 禅灵中,劝画于市井街坊,以牧师物作为大众之供养,或补寺内财物不足之之称 禅院清规卷八规禁文,P5269 列长经账,佛长以经账与列长,玄迹小城十八部之分派 据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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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平皮疏罗王,梦见伊列列位十八片,一经账斩卫十八段,布儿问佛 佛言,我灭度一百余年后有阿淑家王,微家散布,石诸别除,教分十八,去解脱门,此及其分派知先兆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批5269 普陀洛山,普陀洛,泛名Potlaka或Potlaka,Potlaka,一一座小花树,小白花,小树蔓庄严,海岛,光明 又称布亚洛加山,宝陀洛加山,布多罗山,宝陀罗山 位于印度南海岸,船为观世音菩萨之住处 即在南印度莫罗举扎国莫拉耶山,泛摩雷亚,之东,中有观世音菩萨往来之石天宫 据新异华严经卷六十八载,此山由重宝所成,即为清静,便满华果树林,全流池藻 大唐西玉寄卷石南印度莫罗举扎国条一载 山顶有池,其水沉浸,流出大河,周流绕山而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 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欲见菩萨者须发大怨心 跋山涉水,望其艰险,使能到达,故能智者圣寡 盖菩萨洛山为观音居住之灵的,故以菩萨洛命名之地疏多,如浙江之菩萨山,日本之那至山菩萨洛四等 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元经,华严经书卷五十七,慧灵音译卷四十,翻译明译集卷三 观世音菩萨研究,参阅,普陀山,四千九百八十八,P五千两百七十 补陀洛洛海会鬼,权义卷 唐代不空义 全称,社无爱大悲心大陀罗尼经济义法中出无量义 南方满愿补陀洛洛海会五部诸尊等红势立方位及威夷形色直持三摩耶治曼陀罗遗鬼 又称补陀洛海会诸尊驻略出威夷形色以鬼,陀洛海会诸尊驻略出威夷形色,社无爱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本书叙述金刚界五部诸尊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曼陀罗诸尊之威夷形色 自在金刚集卷四,密藏超卷六,P5270 补特加罗,范语帕者 以幼座富特加罗,伏加罗,伏加罗 亦为人,众生,术取去,众术者 只轮回转身之主体而言 术取去,亦为术度往返无趣轮回者 乃外道十六之见之一 即,我,之一名 或单指人之一而言 佛教主张五我说 故不承认有生死主体之真实普特加罗 圣义之普特加罗 但未解说全辩之故 而将人假名为普特加罗,世俗之普特加罗 然不派佛教宗,独子不,正量不,精量不等 却承认普特加罗为时有 又普特加罗与人同意 如法运族论卷二将修行果位四双八 被称为四双八之普特加罗 大班若精卷四零九 大日精卷一柱新品 大制度论卷三十五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三 瑜伽诗德论卷八十三 悬应应一卷二十二 二其纳教中解作物质之以 具有色、香、味、处、其本质特点为缺乏意识 分二类、亦为地、水、火、风等原子 系永恒不可分的 另一类则为原子所构成之复合体 P五千两百七十 试传、又作笛传 传、传文、因应章多用传五 故传称应章、四应未传 试传、禅林于新柱植入院时 简是四应之位 成于柱植退院时 以小轴列河山大众之名 轴尾那以四应 又别以偏指贴四应 那于应龙 托都四传与后任之助持 至新助持入四之日 都四成上四应 新不持开是月 称是传 此法于缺持之计 可防止到挂 法达等事 盖仿效官员更替之力 赤修百账轻规卷上 助持张入院条 禅林相器间从鬼门 批五千两百七十一 诸维摩 请参阅诸维摩结晶 诸论 请参阅往生论诸 喝五欲 天台宗正修 法二五方念五课中之第二 为喝赤生香 为处等五境 五境本非欲 然其中有爱慰 能令修行者隐身欲心 欺入魔境 故称五欲而喝赤之 此五欲净日过患 色如热丸 执之则烧 身如屠毒蛊 闻之必死 相憋隆之气 嗅之则病 味如沸蜜汤 蜜蜂刀 食之则伤 处如卧狮子 敬之则也 此五欲得之无焰足 恶心转翅如火一星 是谁害生 于道贼 无始劫来 长相劫夺摧摘色星 轮为三道永无止境 故应喝之 弃之 磨喝止观卷四下记载古德之诗 大四六四四上 远之意味是 敬之难为情 香味颓高至 深色丧屈灵 天台四胶已卷下 P5271 喝多伐纳加罗四至 巴黎明哈塞 弗奈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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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十一章 作者不祥 为南传上座 布佛教三藏外之著作 书成于西兰波洛罗 魔婆喝二世 巴巴黎喀格雷 1236 1270 在位 时期 其内容主要叙述 阿多纳加罗 巴黎奈格雷 地区 喝多伐纳加罗四之历史 一至八章 载是利森加菩提国王 巴瑟利S.A. Galbadai 251 253 在位 知识记 九至十一章 则描述该四个种建筑物之艺术造型等 P5271 喝宅加 范宇KAKA 又做喝渣加 全称喝渣加 阿阿罗梭 范KAKA Rosa 异益金色水或金光之药 传说未度金之材料 或止不老之药 八十华盐金卷七十八 华盐金探玄剂卷二十 会愿因一卷下 P5271 喝色欲法 请参阅菩萨喝色欲法经 喝佛骂祖 禅灵用语 赤骂佛祖之味 又作杀佛陆祖 禅宗没有喝佛骂祖之语 即骂到佛祖 否定权威之法 为学人解父破职 使其体的自在之境地 碧言录第四则 P5271 赫利基罗国 泛名哈里凯拉 约当今缅甸国之阿拉干 阿瑞坎 地方 据大唐西欲求法 高森传载 由狮子周向东北 泛周一月可治 赫利基罗国 此国为冬天之东界 即善不周之地 亦尽西行求法 长途经此国 其地佛教甚甚 P5271 赫铃 又作波铃 相当于唐朝南海 经马来群岛 中之蛇婆岛 经爪哇岛 六朝末其至唐代间 印度文化普及于 印度诸国及马来群岛 且佛教义盛兴盛 大唐西欲求法 高森传卷上载 据传唐代 灵德年中 664 665 成都沙门会 宁航海至此的 与南天竺森若纳 拔陀罗共一大班 涅槃经后分二卷 岛上之婆罗浮屠 波罗浮屠 为现今世界最大之大臣佛教建筑 大洲陆卷二 开元室教陆卷九 参阅 婆罗浮屠 4470 P5272 喝勒术 饭与 哈利特克 巴利与 哈利特克 意义做天主池 天主福来 幼幼做喝利勒术 喝梨达基术 喝梨的纸术 色翁术 磕子术 喝紫术 喝紫术 喝梨达系术 未产于中国岭南 中南半岛 印度之果树 学名Terminelia tribula 树四木井 夜长椭圆形 开白色花 初秋结果 果实青黄色 橙五 六轮型之卵状 可置眼疾 风邪 且有通便之小 于古代绿点为五药之一 五分绿卷二十二 石颂绿卷十四 善剑绿皮婆沙卷 一句舍论卷十二 玄印英译卷十八 卷二十四 P五千两百七十二 喝拔磨 泛名Halevarman 单称拔磨 意义狮子凯 狮子咒 西元四世纪寝之人 未成时宗之祖 中印度婆罗门之子 又极慧秀 极常 好思索 出由于数论之门 后归依佛教 听闻说一切有不学者 纠摩罗陀 范康罗勒托 知发之论 以绝其论 止悲浅 非佛化之本源 乃前心钻研三藏 后转入摩赫森指部 专究大臣 遂彻幽玄之底 搏击百家众流之谈 淘汰五步 商略异端 这诚实论二零二品 该论为诚实宗之根本盛典 后奉摩接驼国王之命 吸破外道诸论师之言论 而被认为国师 三论玄意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 喝黎拔摩传 P5272 喝 及吸谈字 HVA 吸谈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婆 火婆 科妇 沙波 喝婆 喝魔 火 旧华言经卷五十七 大九 七六六上 唱喝婆 字时 入班若波罗密门 明观察一切无缘众生方便设寿 令深海藏 华言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关门 大一九 七零八中 喝字时 入观察一切众生堪认力 便深海藏班若波罗密门 物一切法可呼 照性不可得顾 盖饭语 喝 味 呼照 知意 医生密室解味可呼照性不可得 如的能载一切法 还能包藏一切法 佛陀大悲之堪认力能呼照一切法 以无缘之悲设寿 令成有缘 而观诸法本不深 能照与所照非格力不容 非生非佛而能献能 所知香 所谓无可灭之生死法 无可生之涅盘理 无可定之呼照之体 故为呼照之性不可得 若以此显三班若 则喝字为文字班若 以此字入班若波罗密门为观照班若 勿此自知之时体本不深之意味 十相班若 大品班若金卷五 大班若波罗密多金卷五十三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惠零因一卷二 批五千两百七十二 诉讼 僧团中处理僧政之法 即将关于僧团内之政事 于僧团集会时 提出处理之位 被诉讼之比丘 于比丘集会时 依所规定之结魔法而行 僧团中全体人员 共同讨论之 使达成协议 处理政事之法 乃具戒律中 所规定之欺灭政法而来 参阅 七灭政 一百一十一 批五千两百七十三 光 后唐僧 永家人 俗姓吾 自登峰 又于桃山四剃度 为人耿介 不与常人交杂 好做古调师 然皆苦辟寡位 擅长草力 明仲一时 后入长安 于昭宗御踏前书 赤赐子方袍 观翰林供奉 后唐长新年终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三 世纪 世寿不详 宋高僧传卷三十 批五千两百七十三 相王 批玉佛之举止如相中之王 据大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三八一载 佛有八十众好 竟止如相王 行步如鹅王 荣夷如狮子王 又以知辟玉菩萨 无量寿经卷下记载 菩萨犹如相王 以其善调福之故 批五千两百七十三 象征 世界诸宗教皆有其象征性之器物或符号 以表达其中心思想 佛教使用之象征物颇多 然最早以空作 族 法轮等来象征佛陀 由中印度山齐 范S.N.C.H. 与巴赫特 范B.H.Rott 之佛雕中 可知早期之佛教艺术家 并不直接描绘佛陀像 而以雕刻空习作 以对足或法轮等替之 其后随佛教使之发展 佛教所使用之象征物逐渐增多 最常见者有万字 塔 光相 念珠 莲花 菩提树 曼陀罗 佛教教旗等 每一象征物各有其特殊渊源 并代表不同之象征意义 此简数如下 一 法轮 半达玛 凯卡 巴达玛 凯卡 于佛教各种象征物中 法轮为佛陀最具代表性之象征 亦为佛陀所说教法之象征 所谓人 按卡卡 原为印度古代战场上所用之战车 战车能席卷战场之敌人 佛教遂取其摧破 辗转 圆满等三意来象征佛陀之说法所具有之意义 一 摧破众生之烦恼 二 展板不停 不至于一人一处 三 圆满无缺 准此 并将弘法称为 转法轮 意味转动真理之法轮 此众法轮器经人常备用以象征佛教 印度之心是国旗在中央配上法轮 究其意义 可视为佛陀精神之延伸 二 万字 泛尔 法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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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古代印度表示吉祥 清静 圆满之飙象 印度教以此象征诗婆神与毕斯奴神胸前之炫毛 在佛教则为佛陀之胸手足头发等所显现之相 乃为吉祥万德之表真 为佛陀三十二项之一 故自古及被视为一种吉祥之印 至后世 则与法轮同样被用为代表佛教之文章 三 塔 范 斯 帕 未象征佛教之一种建筑物 原为安置诸佛菩萨 祖师高僧之遗骨等 作为供养礼拜之用 追溯造塔之滥伤 可远推至佛陀时代 祈法 找等 皆有国王大臣为之收取 造塔供养 巨诸经载 建塔之义有三 一 表人圣 二 为己信 三 为报恩 后世佛教徒一言用之 造立各类之塔 以珍藏供养高僧之身身设立 或金卷之法身设立等 九之 塔式建筑意味佛教或佛教建筑之典型象征 四 光相 乃象征佛菩萨之智慧 其光明能辨造一切处 而魔所障碍 故于绘画或雕刻佛菩萨像时 每于佛像背后造立此光相 光被一般的分为头光与举身光二种 头光指发自眉间之哀嚎光 或头面周围所发之圆光 举身光及全身周围发光之相 5. 念珠 乃森俗于称明念佛或持咒使用以技术之随身法物 今已普遍成为佛教徒之标志 其使用之颗数不同 所表真之意意意有分别 如一百零八颗念珠 即象征对至一百零八种烦恼 6. 莲花 乃清净之象征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有香 净柔软 可爱等似得 比喻法界 真如之 常 乐 我 净 似得 又莲花妙香广布 令见者喜悦 吉祥 故诸佛及菩萨大多以莲花为作 如吉乐净土之阿弥陀佛及观音 是至二菩萨 皆坐于宝莲花上 密教义以莲花比喻人之肉团心 此乃象征众生本有之心莲 此花素为佛教徒所珍视 7. 菩提树 梵菩提 菩提树 乃象征佛教对于觉悟 成道 等理想之精神 此树原称为碧螺 范皮佛拉 世尊曾坐于旗下大彻大悟 正成正道 而正悟之范于魏菩利 亦指正的最高 无上之正觉 因亦为菩提 故自此碧螺树即被称为菩提树 佛教徒亦视之为圣树 弃经一般寺院大多灾植之 8. 曼陀罗 范玛拉 系大臣佛教将 一及一切 一切即一之思想观念用图示或艺术形式表现之一种象征 本位以佛陀夫座金刚座 范发 阿扎沙沙纳菩提座 范菩提座 上觉悟为中心所会之化 此图表示 道场 之意 密教则扩大其意义 而是曼陀罗为 一 佛觉悟之境地 二 观想之境地 三 以图像实际会出佛菩萨等诸尊布列之情形 作为修密法时观想之用 9. 佛教 佛教教旗 于西元1952年在日本召开之世界佛教徒有一会 第二次大会 会中有美籍奥尔高特 Colonel Henry Stalocot 会制一面六色旗 作为世界佛教教旗 随之亦成为佛教信仰之一大象征 此佛教教旗 乃根据佛陀成道时圣体所放出蓝 黄、红、白、陈及前五色之混合色等 每种颜色各有其象征佛法意理之含义 除上述之外 佛班尼环经卷下 新华言经卷二十七卷四十八 华首经卷一观无量寿经 穆子经 金刚顶瑜伽念珠 大智经卷一卷四卷五 陀罗尼经卷十二 八大灵塔明号经 大智度论卷八 杂阿比坛心论卷十 法华经玄义卷七下 大唐西域记一卷二卷八 洛阳迦兰记卷一卷五 卫院一卷二 佛像图绘卷五 参阅 标志 六千零九十四 P五千两百七十三 象征主义 东方之思想 文化透过象征手法所编出 法之形致颇多 于印度最古之文学遗产离聚废陀 范基菲阿 中所含之宗教哲学思想 及及诗运文之形式以表达其象征意义 佛教之中采用像这一方 智之表现手法颇多 由以亚成佛教为圣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 佛身论 即执法身 报身 应身等佛之三身 一 法身 范达玛 Ker 乃显现语之配语之理 以范达玛 一致之佛体 故法真及佛陀证诀之实体的法之象征化 二 报身 范S.A.P.H.G.Ker 亦及佛陀无量精进所获得之果报 成就圆满具之佛体 为真于证诀之佛陀 此乃针对修业方面所显之象征化 三 应身 范尼尔美 Ker 为救度一切众生 而与被教化之对象相应所显现之佛体 此乃针对佛陀无量慈悲所显现之象征化 所谓佛像 即以上述各种象征之佛为范本 及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者 例如各种举手方式 手指之组合方式 或表现佛 菩萨之觉悟 目的 意象等之各种印 印象 印气 皆为象征主意下之代表性产物 另如密教之曼陀罗 乃大臣佛教将 意及一切 一切及一知思想观念用图式或艺术方式表现之一种象征 此外 主张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之禅宗 每于说明其部落严全之教义时 即常采用一种象征主意之手法 又如所谓指指人心 见信成佛 亦可谓系一种解脱法之表现 公案之构成 及其问答之内涵 更是一种象征主意之形式 净土门之西方净土思想 称明念佛等亦可视为他立信仰之象征 又一般所见以佛教为背景之文学 艺术等作品 大抵而言 皆细由无常观 无我 空等佛教主题而构成强烈暗示之象征作用 P5275 像头神 泛名G-A-E-A-G-A-A-P-A-T 为印度教所信奉之智慧神 乃将人与相之智慧相结合 由为师婆娇与皮师奴教所重奉 因其统御一群善于作祟之小神 故又称 群主 其造行为人生 像头 即一根象牙 性格和善仁慈 而于战争中则勇敢坚定 特有之标志为像勾与念珠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激进派领袖蒂拉克 曾利用对像头神之祭祀先起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之运动 使像头神成为民族神之象征 P5276 像炉 即像形之相炉 又称相相 此炉焚香至于道场入口 行者跨之入内 表移相熏身 使令清静 以相身有相气 故用相形表之 维摩金卷遗传法 灌顶三界并出后夜作法 P5276 贴库 禅院内负责物品整理 出入之之称 黄布清规 离法章 P5276 贴单 只公布疑似职市及常驻人员名单 一般于每年10月15日举行 事先客堂与维纳将全四人员及其借辣久禁开具清单 送与住持经分配职续后将职称及任职森众之法明写承担票 10月14日 课堂挂出贴单 排 4日 住持入堂说法 为手作贴单 其余尤为纳贴 其顺序按照直视大小及借辣先后 赴案名为顺次送单 P5276 费长房 随代成都人 博学能文 通佛如百家 初卫僧 于后周五费佛时 被迫还俗 寻顿归隐居 随心 开设一场 受赵位翻经博士 由其担任笔授之一经 有纳连提礼耶舍之大放等大吉日藏经 立庄严三昧经 吉舍纳绝多之佛本行吉经 善思童子经 仪石经 观察诸法行经 商主天子所问经等 复阴建列带经禄散落 年载无眉 乃传历带三宝纪十五卷 成为唐代经典目录之重要参考 然书中有不少资料物影混用 如编选入藏录 大小陈经禄之准则偏误 为后代之经禄所批评 又如书中将前代经禄如初三藏记及等书所列之诗 诗意经典 大半配属古代之名 义经家之名下 由为现代学者所供罚 经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九册 旭高森传卷二达摩及多传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开元世教录卷七 佛书解说大词典佛典总论第二部第二章 小野玄妙 参阅 诗意经典 一千八百八十一 历代三宝记 六千两百五十三 批五千两百七十六 废影禅诗语录 凡十四卷或十六卷 明代灵纪宗森废影通融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一 传影园龙旗等编 崇祯十六年 一千六百四十三 刊行 内容包括上堂 小餐 入室 法语 记 书问 问答机缘 粘谷 送谷 叛谷 赞 杂者 小佛士等 卷墨附录纪年录 批五千两百七十七 赫 西弹字 HA 又做喝 喝 歌 为西弹五十字门之一 为宇佳字等区别 古来称之为音业之赫字 于佳金刚顶金是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九上 赫字门 一切法音不可得顾 又大日经卷七世说其自相自意味 喝字门 一切诸法之音不可得 盖范语达 Hitavus 为Hitavus 之复数 集音之义 盖一切诸法无不由因缘生 此因缘亦由因缘生 辗转而从缘 其最后为无依 故以无助为本 以本不生 因是法界 缘亦是法界 因缘所生之法 亦为法界 如阿字本不生 而能生一切法 金赫字无应呆 而能为诸法之音体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文书问经字母品 第十四 大日经卷二句原品 卷六百字成就持送品 不空所神辩真 严经卷十四 P5277 贺耶阶里婆遗鬼 请参阅 贺耶阶里婆相法 贵己等佛 乃斥则空谈心性者之语 为其由生佛 一如之见而升高慢心 以己未贵 就理言之 虽生佛 亦如 然迷雾因果 玄格 若心生起与佛 同等之见 必至傲慢 而疏于实修 P5277 贵族 印度之贵族 制度速自西元前一千年寝 印度亚利安人自旁 遮普 渐向东迁移 直至珠穆那河 横河中间 占据土地最肥沃之中国地方 指印度之政经中心 战争结束后 遂确立一社会制度 亚利安人以婆罗门自称 即最高阶级 而称被征服之先驻名为奴隶 燃熙元前五百年寝 印度文化形成一大转换期 文化中心逐渐东移 新兴都市 新兴阶级次第薄星 婆罗门之权威 意见被具有实力之王族 武士 范Katria 沙地利 等所取代 佛陀即出生于此一时期 然出生贵族之佛陀始终以法 犯Dharma 知实现为其宗旨 常为 不问出生 只问修行 即不以装束 姓氏 出生为贵族 而以其人是否能误真理 与依法而行为贵 因此 入教团者 不分贵贱 亦不问阶级 惜称世子 诸经典中美美昭示 佛陀不问贫富贵贱之别 而是强调贵族 藐视他人者为非真正完美之人 印度至今仍有复杂多其之阶级分别存在 P5277 贵双王朝 范明K 为兴盛于一世纪末至三世纪中叶之西北印度统一王朝 早期由中亚游牧民族岳氏族族长邱旧阙 Kudula Kathesis 所统帅 至其子言高征 Wimma Kathesis 大拓江土 第三代位 魏加尼瑟加王 统治印度北部 势力伸展至中亚 伊朗 创建自阿裕王以来之最大强国 与中国 罗马等亦互有往来 其实 东西文化之交流极盛 该朝因而甚受希腊文化之影响 如医学 天文学 论理学 佛教艺术等 接受希腊 罗马之影响 又由于黄金之流入 促进经济繁荣 学术 文艺一级新盛 宗教则包容 摄取希腊之诸神 与波斯之宗教 因而亦融合外来亦族文化 诗之佛教说一切有部教义大臣时代 马明及当时活跃于佛教文学界之不朽人物 并有中亚之学森陆续致中国从事佛典汉译 其时 尖陀罗 莫兔罗之佛教美术一大放一彩 后被兴起于三世纪后期之萨山王朝 三孙所灭 P5277 月三昧耶罪 如来之本事称三昧耶 为月如来本事之罪 称为月三昧耶罪 即泛希取秘密教义之罪 又作月法罪 细密宗所立三种重罪之一 如为受冠顶者 思诵真言或自义以密法授与未冠顶者 或是其冠顶道场之状 此皆为月如来之事愿 故泛月三昧耶罪 又大日经书卷九位 菩萨泛如下诸行时 亦月三昧耶法 即一 于众生诸法中 作种种不平等见 二 于其平等式中 作种种限量之心 三 其所作 皆随顺世间名利 而不畏大是因缘 四 放逸懈怠 不能紧悟其心 大日经卷四 卷十四 大日经书卷二十 P5278 越南佛教 越南 Vietnam 地处中南半岛诸国之最东 为热带国家 面积约为台湾九倍 人口为台湾三倍 于东南亚诸国 仅有越南自古受中国文化熏陶 且传入大乘佛法 于如缅甸 高棉 泰国 辽国等 军系游习金斯兰卡 传入之上作布佛 越南 北京 中国丁 越 西陵高 辽国 国 东面与南面 濒临南海 国土成S状之辖长行 在中国秦代时 将越南之河内纳入版图 石车郡 汉武帝改为交之郡 西径 时越南交之 唐埃 则是 正南都互 不服为当时之越南 仅至今北越而言 将佛教传入越南者 相传为二世纪末之道教徒 穆子 为考前代 不无可 教可信 贵良 曾传 军义所在 康僧会三世纪 曾因赴金商而移居交之 彼时越南已有人出家 且有三藏教典 至第八世纪请 越南印度影响 讲圣巨大唐欲求 高森 即载 明月 增加 把 我 论 会命的经印度底交之之世纪 此外 童书一载有交之出生之僧人运其 解脱天 窥冲 慧眼等 西元 元二纪至十 世纪可谓越南交之 日入其 十 世纪末 十四世纪末发展 其 其间有丁朝之丁先皇于西元 971年定文武僧三道品阶 其后离朝即起 帝离环其入宋 其请大藏经 1010年 李长统 一起后越南 国教进入黄金时代 适时颇受宋朝影响 或迎三藏教典 或访宋至 以考试百姓而度未森 并设议戒法 以传戒法 李朝三主 正宗 1054 1712 在位 甚且被形容为印度之阿育王 其后第四主仁宗 第六主英宗 第七主高宗皆为崇信佛法 且大力护持佛教之君王 既李朝八主 凡二百一十五年 先后新建新天玉寺 武奉 正延寺 天王寺 崇渡报天寺 永龙圣福寺 真谣寺等 朝者为成朝 1225 1400 凡175年十二主 亦采保护佛教政策 为至末期则 尽有限至佛教之举 如规定僧人为满五十岁者 一律参加考试 十五世纪以后 正值明代大兴如学 越南亦大量传入如学 宗教方面则道教 喇嘛教日圣 正统佛教遂见衰退 代之而起者为如是道三教融合之心局面 大抵王是侧重如学 民间则对佛教保有相当信仰 十九世纪末期 法国占有越南 由于法国殖民政府支持天主教 颁布各种限制佛教发展之法令 越南佛教因之极度衰退 此一颓势 直至十世纪越南佛教展开复兴运动之后 始建复苏 大抵而言 越南佛教之特色 可谓是中国南方禅宗之之系 于医学方面 无何发展 约可归纳为皮尼多留之 吴延通 草堂等禅宗三大法统 皮尼多留之为中国禅宗三祖僧灿之弟子 约六世纪末底红法 吴延通自为德法于百丈淮海 与维山同时 九世纪前半 草堂禅师为中国人与礼朝第三 主圣宗时代 形化战城之计 被视作囚兵服至越南 至十七世纪时 越南禅宗一时绝迹 顿由净土宗取代 新成立竹林连宗 以阿弥陀佛为信仰心 乃至成为以后北越佛教之主流 越南古来圣行之佛典 除汉文经典外 有仿汉字而致之 自南文字 陈朝时代 自南文字之佛典 有金刚经国音 法华国语经 阿弥陀经演义等 经罗马拼音十分普及 自南基不再实用 二十世纪以来 越南佛教振兴运动蓬勃发展 1931年 南齐佛学研究会 首先创立于西贡 其后中越 北越新济成立佛学会 共同致力于复兴禅宗 培养佛教青年 畅用粤语代替以往所用汉文 并陆续出版各种粤语本 之佛教经典集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使此运动一度停顿 战后 越南独立 佛教复区重任 1949年开始 于苏联至海大师领导下 重修寺院 整顿制度 创办佛学院 并确立体制严格而全盘统筹之 佛学院制度 此外又推动恢复翻译 著作出版等佛教文化工作 并设立慈善机构等 1950年 中越 北越成立联合性知心佛学会 致力于统一佛教 普及教理等 1954年 日内瓦协定将越南分裂为二 北越与南佛教之统一发展 因而被阻 于北越 以胡志明为首制共党政权下 宗教活动遭受全面扼杀 于南越 则为吴廷衍之共和政府 主张坚决反共 宗教自由 民主选举等 为因吴廷衍及其家族逐渐专权 政府建区腐败 政策措施易走向军事警察之体制 用以镇压民众日渐激烈之抗议行动 1963年 佛教徒挺身而出 抵抗无理之镇压 弹劾政府制度裁腐败 于军警镇压下 牺牲生命之佛教徒位数众多 其中胜而有当街自焚之僧侣 及其他表示强烈不满之惨烈行动 形成长达十个月之激烈斗争 至当时夜以时机成熟之军事政变爆发 推翻吴廷衍之独裁政权 魏九 即为杨文明 阮高齐等军事集团之交互政权执政 其间 越南十一个佛教会在西贡设立四统合为一个 统一佛教教会 对政府进行长期而严厉之批判 同时各宗派之心 新教团一极力发展组织 推动红法活动 自二十世纪中叶至沦陷为止 越南人民约80%为佛教徒 然部分旧信仰者未必为正信之佛弟子 至于新佛教运动者以中越 北越未多 而推动此一新新佛教运动者 即为越南佛教总会 总会之下 包括南越僧家教会 南越佛学会 越中僧家教会 北越驻南部之僧家教会 中部驻南部佛教会 越南佛教会 及北越驻南部者 除继续以往之佛教事业外 并设立佛学堂 保送僧人出国 利用传播媒体 积极扩展会晤 宣扬佛陀正法 对内教育训练 对外医疾平病 其中 南越佛学会所建之设立寺 已成为当时越南佛教之领导中心 1967年 军人出身之阮文哨 被选为总统 其十月共对越南之攻势 越形扩大 1972年 阮文哨宣布终止 全国村庄队名义代表之选举权 民情哗然 局势混乱 加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昂 1973年最后一批驻越之美军奉调回国 越共玄疾倾其全力攻入南越 1975年西共伦亡 整个越南佛教义随之瓦解 越南僧屡逃亡世界各地 与数十万难民同其命运 大唐西欲求法高森传 禅院传登极路卷上 三祖十路 三教通考 古诸法云佛本行语路 安南智略 大越史记 大南十路 越南佛教史略 圣言 越南之佛教 惠海 现代佛教学术从堪 83 佛教十年表 望月姓亨 南方佛教四样太龙山张镇 P5278 超一 明国僧 升年 及冠军不祥 常随大勇法师入藏习密 痛止甘孜 东返后 任教于汉藏教理院 后至今 护等地传授秘法 并住持无锡会山圣爵寺 亦有宗喀巴之菩提道次帝论诵多 菩提道次帝论极略诵等 P5281 超八题乎 天台宗用语 为法华经 涅槃经之教 超越八教 画仪四教与画法四教 乃五位中最上之提乎位 故称超八题乎 P5281 超日王 泛名 Vikrom Daita 因意气罗摩阿迭多 必科罗摩至多 又作正秦日王 为印度绝多王朝 泛Gapta之大王 于佛陀入灭后 一千年出世 威风远波 朱印臣服 当时印度教 Hinduism 复兴 泛文学之言习意颇甚 佛教中有无者 世卿等诸大论师辈出 鼓吹瑜伽佛教 同时王更于其间奖励各种文艺宗教 王又正绪贫穷 照顾成辽 顾大臣等尊之为圣仙大王 泛RJDHIRGAI 法县尤印时 402、411 即执超日王在位之时 大唐西玉记卷二建陀罗国条 玄印印义卷21 惠灵印义卷76 参阅 及多王朝 4274 P5281 超市愿 超市愿 指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 弥陀于因地位法藏比丘时 历经五节 参考诸佛之愿 熟思再三 实力四十八愿 其愿超乎世间一切诸佛之愿 最为殊胜 故称之超市愿 无量寿经卷上 P5281 超永 明莫灵纪宗森 身足年不祥 这将写礼人 俗姓姚 浩纪伦 又习如学 吉常 欲崇珍末年兵变 己死附身 功名念诞 执意森持金素荣与路有感 遂坚定出俗之念 顺至七年 1650 下 李嘉兴申云果替法 同年秋 夜百于静思 其后立游天同山 静山 报恩寺 金素寺 顺至九年春餐浮原之安田静 于十二月八日佛城到日寿应可 后驻北京西山圣赶寺 又于浙江平湖上海 嘉兴陕西等地诸沙红化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编武登全书百二十卷 另着有申雪草堂集三十卷 法院英华 读书随记 古今僧师六十卷等 武登全书卷100 P5281 超佛乐祖 禅灵用语 又作杀祖杀佛 意味超越佛祖之究极境界 即不执着任何事物 达绝对自由之心境 景德传登陆卷十七 大五一 三三九上 问如何是超佛乐祖之谈 诗曰 老僧问辱 曰 和尚且至 诗曰 老僧疑问上字不会 问什么超越佛祖之谈 唐代末年之祖师禅君有超越祖佛言教之说 如景德传登陆卷十七 大五一 三三七中 祖佛虽无慢人之心 为识人透不得 祖佛成慢人去 不得到祖佛不慢人 若透的祖佛过 此人过 却祖佛也 实事体的祖佛意 方与向上古人同 如未透的 但学佛学祖 则万劫无有得其 亦有将超佛乐祖强调为杀佛杀祖者 此即否定外在之一切权威 已表示绝对主体之自在 故灵记录是众断云 大四七五零零中 倒流 尔玉的如法见解 但莫受人祸 向里向外逢者便杀 逢佛杀佛 逢祖杀祖 逢罗汉杀罗汉 逢父母杀父母 逢清卷杀清卷 使得解脱 不予物拘 透脱自在 如诸方学倒流 未有不一物出来的 山僧向此间从头打 手上出来手上打 口里出来口里打 眼里出来眼里打 未有一个独托出来的 皆是上他古人贤激进 盖超越佛祖 否定佛祖之思想 本见于大臣经典之大悲产题之说 在融合于中华民族之生活体验中 如德山吉林济 喝佛骂祖之加封 均发挥了唐末祖师禅之特色 燃至后代泽伦于行事 不过此种超佛阅祖之思想 仍为我国禅宗所独有之主张 祖堂吉卷6、卷8、古尊宿与禄卷9、禅门烟宋吉卷24、中门统药续吉卷18、禅灵类聚卷18、P5281 超佛祖四、泛名Vikramala、西藏名Vikramala,位于印度比哈尔、Biar之寺院 又称超行四 西元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 波罗王朝、泛P、第二主达摩波罗、泛Dermaala、创建本寺 十世纪时成为印度密教中心 与纳陀寺、乌丹塔普拉寺、泛Udaapura、婆奇罗沙纳寺、泛Fajrasana 并称印度四大寺 全寺共有10座殿堂与6座学舍、中心外观音大殿 周围有50座大小殿 殿、共奉密教诸神像 学森往来平凡、与纳烂陀寺等共为金刚城、泛Fajrasana、之中心 著名之密教大师阿提沙、泛AEA、自小于此寿介、学习、后任住持 一二零三年本寺被辉 H Kerman UO of Indian Boosan B.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N.L.Deproma Illinois Monastery JASB 1909 The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 P 5282 超宗越阁 超宗,为不立真如佛性之方法、越阁,为不依旧立之行事 即只能超越凡胜之行事,而存乎自在之天机者 B.A.L.路普照序,D.48 139上,学斗师 具超宗越阁正眼,提多正令,P.5282 超定、小成禅定中,超越中间之一的而入之禅定 一般修禅定皆一出禅,二禅,三禅等顺次而禁 但经由训练,则可超略其中一段 由出禅月禁至三禅,由二禅禁至四禅 一般于有漏定之时,四禅定皆属有漏 如入无漏定之时,皆成无漏 但如以断烦恼,的定自在之不实解脱阿罗汉 则可上下顺逆超越禅定之位次 超离有漏,无漏之禅定皆为而出入禅定,称为超定 大批婆沙论卷165,巨舍论卷28,大智度论卷17,批5283 超度,佛教,道教中,为救度亡灵,使其超脱苦难 请森尼,道士为王者诵经拜颤,为之超度 批5283 超风寺,位于台湾高雄阿联乡大港山上 清乾隆28年,1763,由少光法师所创建 迄今二百余年,为台湾著名古沙之一 其后,陈定法师曾于四座新建 龙湖安,为女众道场 民国三十年,1941 以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大港山作为要塞地区 四众被迫迁移下山,于大港山与阿联坚之平原另立新寺 及京之新超风寺,开山为开参和尚 台湾光复后,永定法师带部分森众回山重建 修复原寺,及京之旧超风寺,自六十二年后由新法师住持 又大力整修新建,四冒一新 新超风寺则有原词法师即开参之后任住持 该寺之大殿宽十丈,身八丈,可容纳千人同时礼佛 批5283 超至1610、1674,明代灵纪宗森 四川成都人,俗姓胡 好奇然 九岁于四川中风寺出家 曾参住家安应兴,天同密云原物 破山海明,象牙信挺等诸遵述 后里路门山之荡山行远,并得齐法 立柱宝山灵会寺,双池寺,白水寺,黄龙寺等 康熙十三年世纪,释寺六十五 以有其然至禅师与路二卷 批5283 超越,一神教认为世界之创造神为超越神,然在佛教真理中,并无相对于世界及人类之超越神存在 超越一语之真实含义,乃是用以突破各种二元对立之概念或价值观 例如禅宗所说之,超凡月圣,并非表示凡夫与圣人,亦包含佛陀,两相对立 而细基于超越凡圣二元相对之分别见解所说者 批5283 超越三昧,指佛及菩萨能超越上下诸的而随意入出之三昧 为天台宗所谓观禅,炼禅,勋禅,修禅中之最高境界,故又称为鼎禅 又应于诸法门中能自在入出,故称自在定 另有超禅,超越禅,超等至等一称 凡禅定之浅身次第,顺次为四禅,四无色,灭禅定 出入禅定时,皆已寻此次地位法 如散心之人,不能直接入四无色定,必先入出禅定,顺次而入第四禅,后入四无色之出定,又出定亦不得直出,必逆次依此次地而出,此乃生闻之法 然佛及身位之菩萨则不必依此次地入出,而可由散心直接超入灭禁定,亦可由灭禁定直接超出散心,此超入,超出三昧之法,称为超越三昧 大制度论卷八十一,批五千两百八十四 超越阵,为,次地阵,之对称 又做超阵,超果 生闻成有四果,从出果顺次阵阿罗汉果,称为次地阵,超越前果而直接阵入后果,称为超越阵 就超越阵而论,诸说不同,巨舍论仅有从凡夫执政第二果,第三果,是为超前二果 为时论更许超中二果,一旦正出果后,超中间之二果,三果,执政第四果 天台宗更许超前三果,顾例四种 一,本段超,为原本在凡夫外道,以有漏之六行观断玉界思或之六品者,入见到于第十六星断见或以,超欲流果,一来果,执政第三不还果 二,小超,为圣弟子于见到之第十六星断玉流果,后更修无漏道,断三戒之思或,或断玉界之九品,超第二果而正第三不还果,或依时断下巴的,除有顶的,之或,超中间第二果,第三果直为阿罗汉象,或一时断境上九的之或,执政阿罗汉果 三,大超,即超前三果,直接震入第四果 如佛适时之凡夫外道,闻佛说法,执政阿罗汉果 四,大大超,为三藏教之菩萨于三十四星断一切烦恼而成佛果 此为天台之利益,他宗未数及之 大皮婆沙论卷一五三,杂阿皮弹心论卷五,巨舍论卷五,卷二十三,卷二十四,为十论数计卷十,摩赫指观卷六上,指观讲述卷五,天台四交移集注卷中,观经书悬一分,批五千两百八十四 超成,一千九百一十四,江苏新化人 又一正华法师PT 正将竹林佛学院毕业 明国三十三年,一千九百四十四,与法宗法师等于七霞山盟至开和尚传授大法 师善长范北,佛学,国学造译皆精湛 三十八年,赴香港,后前往越南红法,于西贡低案创建龙华寺 六十二年,赴返香港,历任陆野院住持,董事长,且任教育能人书院 批五千两百八十四 超乐,一千六百四十二,一千七百零二,清代灵纪宗森 浙江海盐人,俗姓陈 父母好禅月,购置安堂,盐森居之,师美文范北深,心目之情亦于盐表 及师护,乃就安PT,后得法于铁州行海,住持江天寺 逢圣祖南巡至此,师奏对称旨,帝特赐子一 康熙四十一年世纪,世寿六十一 增定佛祖道尹卷二,虚云,批五千两百八十四 超宝,一千六百三十五,一千七百零九,清代灵纪宗森 豫章,江西,庐陵人,俗姓刘 九岁时突染病,胜为赌,其父乃许宋师至指驮四礼辞成落法 十九岁从清园梅安寿巨族界,参成十余载 后往参行周元兆毛兮禅师,立揪心旨,的契印记 记住元兆之处三载,康熙三十六年,一千六百九十七 应天牧山之寝,宜兮说法红化,三年后,旧商诸护法 起退养境,乃归本山活埋安已尽余年 康熙四十八年世纪,世寿七十五 有语录八卷形式 正元略极卷九,增定佛祖道引卷二,虚云,P五千两百八十五 拔家缩仙,拔家婆,泛名B.H.V.G.Va,巴立名B.H.A.G.Va 又称婆家婆仙,婆家仙,拔家仙 亦亦做瓦师 又称吴不达 为助匹舍离国苦行灵之仙人 世尊出家于城后,直往其处问道,应已著名 其学说不详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载,此仙人与其他修行诸仙,皆修苦行,求生于天,披草,树皮毙体,石花果,或行自恶之法,是水火,奉日月,或翘一角,卧于尘土,荆棘等 一知,可知此仙为苦行外道 其他事迹不详 佛本行经卷二评沙王问世品,佛本行及经卷二识观诸一道品,有不疲奈耶破森试卷三,P5285 拔陀罗,泛名Badra 又称拔达喇,丹梅罗拔陀 意义作弦 为十六罗汉之地六位 据传此罗汉与其眷属九百阿罗汉共驻于丹梅罗州,为护持正法,饶意有情之圣者 据唐代禅月大师贯修之话,此罗汉夫坐于盐上,右手隐于法衣中,左手执念诸,安于西上 然敦皇千佛洞第七十六窟之壁画,则作夫坐于石上,举右手,左手安于西上,且左上之色指提有,梅罗州第六尊者 拔陀罗大阿罗汉,及七言四句之赞 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所说法筑记,罗汉图赞集卷一,卷二,佛像图绘卷三,批五千两百八十五 拔旨,泛名Fiji,巴利名Faji 为佛是十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右座拔旗,拔旗,拔舌,毗离旨,月旨,毗离子,弗利氏 意义增胜,必,具 意为中印度北部之种族名 据大唐西玉记卷七载,此国周围有四千余礼,东西较长,南北较辖,土地高于,花果茂盛,气候为寒,人性极造 人名多尽世外道,少信佛法,僧徒兼学大小二圣 其首都位战术拿,然多以颓会 故臣之兮有阿玉王塔及佛法兆塔,臣兮和兵有佛陀祭度大于,余夫之遗迹 据长阿涵卷二游行经载,摩羯陀国阿舍世王,范AJTA阿珠,御法把指时,王常派遣大臣与舍,范FARAKRA,前往寝世佛陀,佛陀位,把指国人 具足七种不退法,故其国久安,不可轻损 七种不退法及 一,人名树相集会,讲义正事 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 三,奉法小祭,不为礼度 四,孝氏父母,顺敬师长 五,宫于宗庙,致敬鬼神 六,闺门真正,洁净无悔 七,宗氏沙门,詹氏护养不屑 欲舍以佛陀之告诫转至阿舍世王,王乃止息功法把指之计划,遂驻八灵浮尘,范PALPUTRA,被知 又具善见绿皮婆沙卷一四分绿卷五十四,五分绿卷三十等载,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拔指足之拔舌子比丘,巴Veslikvahihiputekahik,提倡,时事,合法,引起教团之论真 此外,据巴利文长布经之记载,佛世时,尽是佛陀,护持佛法的摩羯陀国平婆娑罗王之妃为提西夫人乃把指足之皮提赫国人 据英国考古学家康林汉 康林汉,考证,此国之位置,约在恒河之流干达克河,Gondek,与马哈纳底河,Mohonadi,之间,长约四八零公里,宽约一六零公里之地 又据欧洲学者大卫斯,Reese Davis,考证,把指足系由八个小国联合,而以黎车皮,皮提赫二族为主 至六世纪请,黎车皮族征服尼波罗国,及金之尼波尔 玄奘入天竺之时,当时军林印度之央书伐摩范埃斯·巴尔曼,亦属其王统 中阿韩卷五十五池摘金,长阿韩卷五蛇泥沙金,咸鱼金卷二酱六施品,法剧辟玉金卷四泥环品,油布皮奈耶药四卷六,玄印一卷十三,翻范语卷八 Cunningham,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Twoters on U.N. Cuon, Fall T.W.D.W. Reastates Buddhist India, P5286 拔提,一范名Badric 右坐拔提,婆提,拔提离家,婆伊利家 亦坐小贤,善贤,仁贤,有贤等 为佛陀最初所度五比丘之一 属世家族 关于旧 传所在不一,或为拔提为胡犯王之男,或为败犯王之次子,或为甘露王之子 与阿若交成如等于路也愿受佛陀教化,为佛陀最初之弟子 中阿汉卷八世者经,世经十,中本地经卷 当转法伦品,皮尼姆经卷一四分绿卷四,卷二十三,二平人之名 因以一桥木供养佛陀,而受当来臣辟之佛之纪别 百元金三 三范名Badricetifat 和名 就坐阿利罗拔提,新称阿世多法底 又称西连和,拔提和,底和 亦亦坐无甚 佛于此和西岸入灭,因而著名 参阅,阿世多法底和,三千六百四十一,批五千两百八十七 拔路加国,拔路加,泛名Belock,方言为杀之矣 或称姑墨,康恩 西域领东诸国之一,为归自西区杀欧北 西时其国人崇信佛教,有加兰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专习说一切有不知说 其位置虽有阿克苏,阿克苏,拜臣,拜,或哈喇玉尔臣,卡拉,尤盎,等一说,然应以阿克苏,即唐书所称之波幻臣,之说未当 阿克苏,即白水之意,得当东西交通孔道,故内地商民,外帆贸易,往来云集,皆是其部 大唐西域记卷以西域文件录卷2,P5287 拔路杰姑婆国,泛名Burukachapa或B.H.Bukacha,B.H.Bukura,巴黎名Burukacha 又称婆家车国,位于南印度摩拉婆国之南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载,其地有加兰十所,僧徒三百人,学习上座不知法,天词十余所,异道杂居 其地约为京梦买附近纳尔巴达河北岸之布鲁齐城,B fuck 償贤绿皮婆沙卷8 Cunninghammanchant Geography of India,P5287 拔舌子,巴利明法亦佛陀佛陀,又称拔旗子,为佛陀入灭百年后之拔旗族比丘。 主张,实事,合法,引起教团之论真,导致第二次结集,此次结集亦称七百旗法皮尼。 或为拔舌子并非一特定之比丘名,而系只拔旗族之朱比丘。 论真起因于西方系之家甘驼子耶舍长老,八kkensas aka,puta,yosa,游行至东方之皮舍离,剑拔舌子等朱比丘以实施畏禁法, 例如用铜圣水至于布萨会中,劝请白衣坛月布施经营,赋于僧众中军分支,以为一,要等自用。 耶舍认为此举非法,遂于布萨会中据受拔舌子等所分配之经营,并极力于僧众中责难,又向白衣申诉起礼。 拔舌子等则以耶舍诽谤大众,令白衣起疑而并斥之。 耶舍避难至西方,并跋涉千里,联合波婆,巴皮皮,阿盘提,巴尔芬妮,等地朱比丘,共至阿呼恒河山,巴尔哈格吉, 参业三福陀商纳和修长老,巴尔芬妮,巴尔芬妮,告以此事,又至森加奢,巴尔芬妮,向最高辣之离婆多长老,巴尔芬妮,请义,争取认可。 巴尔芬妮,等一来请求离婆多支协助,离婆多岁至皮舍离集会大众,欲裁决此事,然众说纷纭,难以决断。 大众父就正反二方各请长老出席,巴尔芬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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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 与会者多达七百人,同志婆利家园,巴菲勒喀玛,由离婆多救时事依依提出询问,萨婆加梅依依作答,最后才断拔舌子等所行时事未非法,佛教史上亦称此为七百节级,皮舍离成节级。 关于时事之内容,鉴于五分率卷三十,四分率卷五十四,十颂率卷六十,有部皮奈耶杂士卷四十,善鉴率皮婆沙卷以及巴利绿点等,燃珠率所出时事之项目与解释互有出入。 如善鉴率皮婆沙所列举时事之第五,随意境,于五分率称为,求听境,于四分率称为,后听可,细为众义处觉之时,僧众人数虽为其极,人的欲想事后能得大众之认可,故可先行一事,或为无才觉处断权力之僧众行事后,若能起得大众之认可, 即得随意行事,虽有把舌子所行时事之合法与否而引致僧众之论真,然北传珠率并未延及由此事源而导致教团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 皮尼姆金卷四,石宋率卷五十六,摩赫森纸率卷三十三,大唐西玉记卷七,多罗纳他印度佛教史,巴利文律藏小品七,道十五,大十四,W.W. Rock 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Big and Dead the life or legend of Goddama,印度之佛教第四章第二节,应顺,参阅,时事非法,四百四十二,P五千两百八十七. 伯,西坛字,帕,西坛五十字门之一,四十二字门之一,右座波,伯,乃第一异地之意。 放光班若金卷四,大八,二六中,波者,于诸法尼环罪第一教度,摩赫班若波罗蜜金卷五广成品,大八,二五六上,波字门,一切法第一异故,瑜伽金刚顶金式字母品,大一八,三三九上,波字门,一切法第一异地不可得故, 盖第一异地之范语为Paramurta,Paw为其语首,故有此说。 右兴华言经卷七十六座普照法界,范Derma Tuesday,Tala,Samhada,之一,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八文字品作颠倒之一。 大方广佛华言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关门,文书问经字母品第十四,大日经卷二具原品,卷六,百字成就持送品,大制度论卷四十八,P五千两百八十八。 逮业,通宵达旦之矣,转指前叶,经特指涂皮,火葬,之前叶,或指年季,月季等季日之前叶。 右座太叶,大叶,带叶,素叶,半叶,通叶,赠别叶。 逮与带皆未及之矣,逮业及至明日涂皮之叶。 赤修百丈轻规卷上注持张千画仪勘条,禅陵象气间结石门,P五千两百八十九。 亦然姓荣,明代末年僧。 身足年不祥。 这将人何人,俗姓礼。 明末未必是乱,于正宝二年,一千六百四十五,至日本长期, 人心服四三室住持,浩浪云安主。 善化人物佛像,日人从其学者有度边秀时, 河村苍之等,皆灼然成家,使日本化风味之一心,影响颇具。 P五千两百八十九。 禁具,禁一步受巨族戒之矣。 指出家者受巨族戒,成为完全之比丘,比丘尼。 旭高森船卷八会远船,卷九灵玉船,佛祖统计卷石闲润船,P五千两百八十九。 兜蓝中,介于兜四,兼四兼之职位。 经已不存。 兜蓝备用轻规卷三,兜蓝象器兼职位门,P五千两百八十九。 都市,泛与Nagara,八粒与同。 印度都市之成立,较迟于费陀成立之时代。 在最古之佛典经集,巴萨达,Nepthia,第四一四纪,一零一三纪,与法巨经,巴德摩佛达,第四十纪,一五零纪,三一五纪中,皆可见及Nagara一词。 世尊入灭时期之大都市有六,即占波,八Kemp,王舍臣,八Arjagaha,舍卫臣,八S-Fath,梭子多,八S-Keta,焦闪皮,八Kosem,波罗奈,八BRS,等六大都市,八Mah-Nagara。 当时佛教信徒驻于都市者以王公贵族,商人占大部分,虽亦有农民信徒,然当时知佛教时以都市为中心。 至大乘佛教时代所形成至大乘佛教菩萨团,即以都市商人阶级为中心,其都市宗教之性格更加显著。 中国与日本之佛教红部,初一皆以都市为中心地,后逐渐延伸至农村、渔村,及边远地方。 P5289 都市王,又称都帝王,都调王,为明界时王之地久。 据御修时王申七经,地藏菩萨发心因缘时王经等所在,死者在明途中,于一周年时会至此王之处,接受生前所造善恶业之审判。 因死者群集于此,犹如成都之势,故称此王为都市王。 此王之本地位阿如来或大事至菩萨。 其于审判死者之罪业外,并未必宣说造立法华经及阿弥陀佛之功德。 又此王掌管之明界第九殿,系大海底正西沃桥时下之大热闹大地狱,或魏阿弥大地狱,此狱另有十六小地狱。 考信路卷四,佛像图绘卷三,参阅,严罗十殿,六千三百三十九,P5289。 兜四,兜兼四之略称,或称兜管,兜总,禅四东旭六之士之一,乃都管全四数物之职称。 赤修百账轻规卷下两续章东旭之士兜兼四条,大四八,一一三二上,古归为舍兼院,后英四广众多,天都四以总数物,早木秦氏相伙,应接官员施主,会计部书,出纳前谷,常令岁继有余。 习时丛林及兴盛时,多请西堂,首座,书记充任此职,而都肆意充任首座,书记,否则必推举法辣高而行事连锦,素为大众归服者人之。 禅林备用轻规卷七兜兼四条,百丈轻规正义纪卷六,禅林向器兼职位门,参阅,兼四,五千八百四十七,批五千两百九十。 兜目如天,泛名汤巴尔,巴利名汤巴尔。 幼座兜目如天,动目如天,丹佛楼天,征佛楼天,征佛楼天。 此尊居于密教县图胎藏界曼图罗文书院之最北端五奉教者之中央。 其形象,深沉赤黑色,赤法怒目,以上赤咬唇,左手仰掌当腰,舒展时,中两指,右手屈臂,持独鼓棒,交绞而坐。 密号金刚,种子位,Tuesday,或,Kansas,三昧耶行位棒。 真言位,归命阿伟沙摩也宁夜缩合。 聚会灵鹰一卷十二载,兜目如,为四姐妹女天之兄,亦未欲戒中诸天卷属。 大宝基金卷三十二,选法四仪鬼卷一礼去世卷下,诸说不同纪卷五,胎藏界七纪卷中,P5290。 兜家英,范语2aka,VTTA。 乃歌勇,赞叹时所发之一种韵律,范米德。 右座兜家种种妙生,家他妙生。 经典中常载文法者,因喜悦而出此音,如大臣入伦家经卷一罗婆娜王劝请评,大一六,五八七下,而时,罗婆娜伦家王以兜家英歌赞佛以,赴以歌声而说诵言。 但范本Site2aka即为韵律之名,VTTAE之韵律,乃至于经文之前,相当于CTT,SVBHV,MY,DHRM,VDHNIRTMYD,VJTHMLMPRTTM,VDYJT,SENKDHNYKHDHRM,MYM, 心自信法藏无我离间构正知之所知愿佛未宣说,第十亿因节四常祭诵三韵律。 P5290 欧康,为藏语音义,乃大殿之义,原民间义义为兜刚,为西藏佛教寺院中各扎仓众集会之经堂。 P5211 兜布陀罗尼,卷,卷,卷,唐代布空义,又称陀罗尼朱布药木,陀罗尼朱布药木,朱布药木。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本经举金刚顶经,大日经,苏锡经,卫系耶经,苏伯乎童子经,达利三昧经等之药木而加以解说。 其中,于金刚顶经部分,初初大本之计数及会数,并初会之经名,四列初会之佛部等五部之部主,眷属等之法。 曼陀罗之种类,四种致印,四种眼等之药像,并加以解释。 于大日经部分,举百六十心,十元生句,十一世俗之修行法,曼陀罗之造立法,护魔法之种类等。 于苏锡的经部分,初佛部等三部之真言及部主,明非,愤怒,四种结界, 五种供养,四种法修行之相应日等药木而视之。 于锡系耶经部分,特系说分布曼陀罗吉兵的法。 于苏婆乎童子经部分,则就金刚处之种类阐明其意义。 于达利三昧耶经部分,举大伦金刚真言之功能, 与不动尊之本事等加以解说。 P5291 都伊森、德森、Po,1845、1919,为德国之哲学家、印度哲学学者。 曾担任柏林大学讲师,1881,基尔大学教授,1889, 应授书本华哲学之感化而继其学, 并从事印度哲学研究与哲学史之整理工作。 主要著作有Element der Metaphysic,1877, Das System der V1DD,1883, Der Categorisk Imperative,1891, Algumina Geshecht der Philosophie, Erfals,1894, 1899,Sexecut Penistrates der Veda,1897, Outline of Indian Philosophy,1907, Di Geheimler der Veda,1907, 1909,Dirgason der Hyalurin,1911, P5291 都会谈漫图罗,都会,诸尊都来集会, 及诸尊都来集会之漫图罗。 右座都谈,大都法谈,都法谈,都会道场法谈, 都会谈,普及会谈,普门漫图罗。 及大日经卷二具原品所在, 以普门大日尊为主尊, 大日流线卷属诸尊集会之经, 开两部大法之大漫图罗。 略出经卷四所说之漫图罗一指词, 然陀罗尼集经卷十二诸佛大陀罗尼都会道场应品, 则以佛顶尊为主尊而说都会漫图罗, 且随意所念,主尊得由其他佛菩萨替代, 此经之意在于, 凡义门尊而其卷属集会之漫图罗集明都法谈, 并布宪浦门大日之漫图罗。 陀罗尼集经卷四, 大日经义试卷十二, 参阅,漫图罗, 四千四百, 批五千两百九十一。 都为那, 北魏时所致之僧官名称。 北魏文臣帝于新安元年, 四百五十二, 涉都为那于道人统之下。 道人统乃中央僧官机构兼扶曹之首长。 沙门森义, 森仙, 森平等阶层任都为那之职。 其后兼扶曹改称昭玄寺。 至东魏, 则称昭玄都为那位国都, 至于国统, 昭玄统, 之下。 参阅, 森官, 五千七百三十一, 批五千两百九十二。 兜卢, 全部之意。 道横班若金卷十主类品, 大八, 四七八上, 我班尼还后, 兜卢三千大千国界, 其中人名, 如希教入金法中, 希令成就的阿罗汉道。 道横班若金卷二, 大会普爵禅师与陆卷三十, 格藤与坚卷五, 批五千两百九十二。 兜卿, 又称兜卿师。 魏经论之讲会中所设之之称。 魏晋南北朝时, 佛教学者讲经采取一问一答方式, 兜卿发问, 后由讲师详家讲解产发。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载, 两五地域众云殿奖经, 以指缘四法标位兜奖, 标先发问, 地方筹答。 四种讲经制度, 古代印度极有。 后事于, 安居, 其间设置, 兜卤, 之职, 即缘于兜奖之志。 梁高森船卷四支盾船, 世事要揽卷下, 大宋森史略卷上兜奖条, 后汉书列传第四十四扬阵船, P5292。 二影会, 1366、1425, 日本灵纪宗森, 驻后, 福岗县, 人, 曾学于绝海中京, 明代时曾渡海至我国参拜诸师, 归日后隐居于土佐。 后印族立义池之寝, 居于京都等池寺, 向国寺。 宫中柳银曾于旗下归一, 这又难有搞一卷。 应勇三十二年世纪, 世寿六十。 赤世, 佛会正序国师。 P5292。 孤九戒, 孤九, 买九或卖九。 静至孤九之戒, 又作孤九戒。 为显教十重境界之第五。 九戒无名之毒, 能令人昏迷, 生颠倒心, 故应界之。 此界通于道俗其重。 大小二甚俱至。 又菩萨本位立他, 若自孤九, 或教人孤九, 则犯重罪, 身闻犯此界, 则为轻为之恶作罪。 饭网精卷下, 幽婆赛戒精卷三, 菩萨因落本叶精卷上, 会灵因一卷二十五。 参阅, 时重境界, 四百六十一, P5292。 酥油, 由牛乳熬制而成。 又作酥油, 或单称酥, 酥。 有生酥, 泛内温提阿, 八酮, 熟酥, 泛GHTA, 八个他, 之别。 胃药物之一, 可致热病。 所谓从牛出乳, 从乳出烙, 从烙出生酥, 从生酥出熟酥, 从熟酥出提壶, 而提壶为最上药。 又密教修护魔法时, 以酥油和五谷焚烧, 并依护魔种类之义而用不同之酥。 如修习灾, 增益, 降伏三步法时, 分别用白牦牛, 黄牦牛, 黑牦牛之酥。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四, 苏西的杰罗金卷中补雀少品, 有布皮奈耶卷二十五, 五分绿卷二十二, 摩赫森指律卷十一, 大日经书卷八, 卷十一, P5292。 量, 范与Prime A之意义, 有广辖二义, 辖义而言, 指认识事务之标准, 根据, 广义研知, 则指认识作用之形式, 过程, 结果, 及判断之事真伪之标准等。 又印度自古以来, 在认知范畴中, 一般皆将量之对象加以认识论证, 范称为量。 此量之之主体, 称为能量, 或量者, 范Prime T, 被量之之事物, 称为所量, 范Prime A, 量之之结果, 或了之其结果, 称为量之, 范Prime T, 或量果。 以上三者称为三量。 范将三量各举辟语, 并将其与外道, 小乘, 大乘, 为时等相当之部分, 列表如下, 依不同之方法去量之对象, 即产生种种不同之量果, 大别之, 有下列数种, 依限量, 范Prime T, 不含比之推度, 仅以知觉进行认识作用, 或依前五时, 或依与前五时同时而起之意识, 或依自振分, 定心等无分别心而来。 例如眼时认识色进时, 即为限量。 2. 比量, 范MMNA, Prime A, 系以计之之事实为基础, 比之未知之事实, 乃经由推理而进行认识作用, 不与前五时同时而起, 系一散的之意识而来者。 例如见烟则推之火之存在, 比量又可分为二种比量, 三种比量, 五种比量, 即一二种比量, 一字比量, 范Svirita, MMNA, 又作自比, 为字比量, 即为自己而比量, 以智为本质, 此时未必需要表之于他人。 二他比量, 范PARita, MMNA, 又作他比, 为他比量, 即为他人而比量, 经由自比量所认识之志, 在与之他人时之比量。 二, 三种比量, 一字比量, 为自己所认可而不为他人所认可作为因, 理由根据, 之比量。 二他比量, 为他人所认可而不为自己所认可作为因之比量。 三共比量, 又作共比, 为自己与他人共同认可之比量。 三, 五种比量, 宜相比量, 例如见烟之香而推之火之存在, 即为有关事物外相之比量。 二体比量, 例如见现在之体而推之过去, 未来之体, 此乃有关事物自体之比量。 三叶比量, 例如见草木动摇, 则之风之存在, 即由事物之动作, 而推之该作用之根据。 四, 法比量, 例如由无常而推之苦之存在, 此因法与法之间具有相互依存之密切关系, 故根据一事即可推之它是。 五因果比量, 由因推之果, 或由果推之因。 三, 圣教量, 泛高吗或阿布达, 又作正教量, 至教量, 身量, 圣言量, 即笃性圣者之教说真实无误, 而依靠圣教来量之种种意义。 四, 非量, 又作四量, 即四是而非之限量即比量, 故又作四限量, 四比量。 例如依由色等四成构成, 本身并无实体可言, 然由于分别见解, 所以认为, 依乃实在者, 此即四限量。 又如远见成, 物等, 却错以为焉, 并据此错觉而证明有或存在, 此即四比。 以上均为四是而非之限量即比量。 其中, 限量、 比量、 非量、 或限量、 比量、 圣教量等, 皆称三量。 此外, 限量与比量对非量而言, 称为真限量、 真量。 余限, 比, 圣教三量之外, 若加上辟育量, 犯育MNA, 例如由牛而推之有水牛、 乳牛等, 此即依据类似事物而推之相同之他物, 则亦四量。 若再加上一准量, 犯Rth Paddy, 又作一准量, 例如无常必定无我, 经济之诸法无我, 依准其义, 即可乐之无常之存在, 则为五量。 若再加上五体量, 犯ABHA, 例如进入屋内, 由于主人在, 则知主人必定前往他处, 则为六量。 此外, 另有随身量, 犯SA Bava, 讲定量, 犯Pretty Bite, 传承量, ATHA, 深正量, 范C一, 等。 于古代, 深度各学派间, 对各种量论之看法及侧重之情形, 大都随其综艺而有所不同, 例如, 无论是外道仅承认线量, 圣论学派承认线, 比二量其纳, 其纳教, 数论学派, 瑜伽派承认线, 比, 圣教三量, 正理学派承认线, 比, 圣教, 批语等四量, 弥漫错派之鲁派, 范Guru, 则令又加上承认一准, 弥漫错学派之帕达派, 范BHA, 即废坛多学派令又承认五体量, 而共为六量。 在佛教, 则常用限量, 比量, 圣教量, 批语量。 在英明方面, 古英明师多彩限, 比, 圣教三量。 至六世纪之大论师臣纳什, 则限定仅以限量, 比量等二量用于英明论事。 解身秘精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一,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六, 英明入正理论, 成为十论卷二,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参阅, 三量, 六百三十三, 量论, 五千两百九十五, 批五千两百九十三。 量具一名显著, 为西藏佛教英明著作, 不顿人轻闸八者, 本书对于是量论之词具义里有清楚显明之注释, 批五千两百九十五。 量决定论, 请参阅定量论。 量力海论, 为西藏佛教英明著作, 班禅仪式凯诛者, 又称里海大书, 其主要内容系注释印度法称所者之事量论, 批五千两百九十五。 量力庄严论, 为西藏佛教英明著作, 达赖仪式根敦诸八者, 为解释事量论量力之概论, 格鲁派将之列为必读之英明书, 批五千两百九十五。 量等身, 为如来之身相等于一切有畏无畏诸法之量。 八十华严卷五十二载, 如来应证等觉, 成证觉时, 具足十三个量等身, 即, 一切众生量等身, 一切法量等身, 一切杀量等身, 一切三世量等身, 一切佛量等身, 一切语言量等身, 真如量等身, 法界量等身, 虚空界量等身, 无碍界量等身, 一切怨量等身, 一切形量等身, 寂灭涅磐界量等身。 P5295。 量论,量, 泛语prameA之意义。 量论, 即, 只有关量之研究。 泛语prameA之语义, 可解作prame, 正之, 与ana, 作句, 顾量论即表示获得正确知识之方法, 即借此方法所获知之结果。 量之研究分为知识论与论理学两方面, 知识论系讨论知识之起源, 种类, 性质, 及其相互之关系等, 论理学则研究论证之形式, 过程等。 于古代印度哲学诸派中, 正理学派即以量之研究为主题, 其, 正理, 知名, 范语为New Yorker, 意味, 以量为探究对象者。 然量之研究并不限于正理学派, 亦包含于其他各学派之学说体系中。 佛教之英明即相当于此。 于英明中, 量论不仅包含论理学, 亦包含知识论。 于古英明中, 量论仅为佛教体系之一部分, 而新英明之创始者乘纳则进一步扩充量论之意义, 承纳于其量论之代表作, 即量论, 范语为佛教之本意。 承纳之后, 继承此医学统者, 有法称, 法上等大论师, 此籍佛教论理学派。 量论在探究, 确立正知之作句上, 最重要集考察量者, 所量、量果、 又称量之, 等三要素。 量之种类, 于印度各教派中看法不一, 统阔之, 共有限量、 笔量、 圣教量、 辟育量、 义准量、 无体量、 随身量、 想定量、 传承量、 身震量等时量诸说, 其中佛教自古及用限量, 笔量、 圣教量、 辟育量等四量, 而佛教内之古英明则采现, 笔、 圣教三量, 至强调论理主义之心英明, 则仅用限, 笔二量。 限量表示直接知知觉知识, 笔量为考察和理推理, 以作为论据关键之演绎之事, 佛教新英明及一词线, 笔二量为基础, 而发展其体系完整严密之论政法, 未成东方哲学思想中一之独秀之知识论, 论理学。 自古英明之开祖族目, 犯AKAP的, 以来, 印度研究量论之经论有, 族目之政理经, 犯New Yorkia, Astra, 婆措耶娜, 犯菲西亚娜, 之政理经论, 犯New Yorkia, BHA, 成那之英明政理门论, 犯New Yorkia, MUKA, 极极量论, PRA, Astra, 的之派RTADHARMESAGRAHA, 商杰罗主, 犯AKARASFMAN, 之英明入政理门论, 犯New Yorkia, PREV, 幽底有达加罗, 犯ADITAKARA, 之New Yorkia, VILTICA, 法称之事量论, 犯PREME, VILTICA, 量抉择论, 犯PREME, HINIKA, 政理一滴论, 犯New Yorkia, BINDU, 等数本著名论作, 及KOM RILAPHAA之LOKA, VILTICA, PRORABA加罗, FANPRAVITKARA, 之BHAT, WAKAPATTIMILA, FANFIKASPATUMARA, 之New Yorkia, VILTICA, TIPERIA, IKA, BH SARVAHA, 之New Yorkia, SRA, JNTED, BHAA, 之New Yorkia, Majar, G-A-G-E-A-G-TATFA, SENGTMI, K-A-V-M-I-R-H-TARKA, B-H, AN-M-H-A-G-TARKA, S-A-G-R-H, AND-HA-V-A-S-R-V-E-D-R-N-A-S-A-G-R-H, English TR by E-B, KOWERLAND A-E, GOLF, 1894, SC, FIDUA by TZANA, HISTORY of Indian LOGIC, 1921, A-B, KISS INDIAN LOGIC AND ATOMISM, 1921, Rodhakrishnan, Indian Philosophy, Fo, 2, 1927, H-N, Randall, Indian Logic in the Early Schools, 1930, TH, Shterbatsky, Buddhist Logic, 1930, 1932, SC, Shterjainaya Theory of Knowledge, 1950, 参阅, 英明, 2276, 辽, 5293, P5295, 纽纤明, 1912, 原籍蒙古, 寄籍江西,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法国通校, 中国陆军参大及实践研究院连战班, 抗战期间曾于古鸡明寺替法卫森八月, 后环俗继续军旅生涯, 历任各军事要职, 44年, 1955, 因病陈请退役, 转入文化界, 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 华兴文化事业中心主任, 台湾电视公司顾问, 文化大学教授, 这有小说多种, 军事一作一多, 创作中以, 释迦牟尼新传, 颇具佛学研究之价值, P5296, 顿色, 日本天台宗, 真言宗所用法衣之一种, 又称顿色衣, 顿衣, 纯色, 追顿, 细意经好之身卷所制单一无文之法衣, 由袍, 裙, 带三部分合成, 略似袍符, 这用识于经上加三角质版者, 称为僧钢经, 佛逝时, 佛弟子多次体劈着加沙, 入于聚落起时, 以谈凶漏乳之故, 每遭世人积朝, 佛陀乃制定着用僧指之, 犯SAKAKAK, 意义腹肩衣, 即遮掩两叶之称衣, 之法, 以称于袈裟之下, 其后, 此法传至中土, 至后位时, 或加, 金袖, 成为, 扁衫, 或加腰带, 以别宗派, 传至日本后, 将金袖制成匕首壮者, 即位, 森纲, 其中又分袍符与顿色两种, 前者为两层以上之衣 后者则为单层法衣 或为顿色及纸灰色 乃黑色之坏色 为一般法衣中之丧服 五分绿卷二十 摩赫森子绿卷三十八 显密威仪便缆卷上 参阅森子之五千七百三十七 P五千两百九十六 顿史、历史之对称 至十种根本烦恼中之贪 甜、吃、慢、乙等五种烦恼 以其性持顿 故称为五顿史 细迷于、是、之或 即止迷于现象界之烦恼 反之、迷于、理、之或 则称为历史 即迷于各种地理之烦恼 如生剑、编织剑、斜剑、剑取剑、戒进取剑等五种烦恼 以其性猛力 故称为历史 应有五种 又称为五历史 和此顿 历史种烦恼 称为时史 成为时论卷六 大臣一张卷五末 参阅、时随年 四百九十九 P五千两百九十七 顿根、范语M-Defendria 指根基持顿者 又坐下根 即、一根、之对称 佛道修正上 根基之力、顿、影响其进去之池素 与正果之胜裂 巨大批婆沙论卷五十四载 此一类行人 从来信多迟度 不批阅教文 但信他人言说而得悟道 随性起行 称为随性行 法华经卷三 往生要及卷上 P五千两百九十七 米纳耶夫 米尔夫 伊亡 Poflovich 一千八百四十 一千八百九十 俄国之印度学学者 通晓范语 巴黎语 中国语 满洲语 以华西里耶夫 Fassili F.VP 一千八百一十八 一千九百 之影响 而从事古代印度学之研究 并施视韦伯 Weber 曾避巴黎 国立读书馆所藏之巴黎语写目录 1868年 刊行巴黎语之波罗提木叉 Petima 及 《遗师论》 Photodea 等原点 1873年 任彼得斯堡大学教授 曾致应 西 南 一千八百七十四 缅甸 一千八百八十五 等地旅行 1887年 开始表佛教研究论文 及有关泛语 巴黎语元典等研究 成果丰硕 曾与朱丽安 朱丽安 Stenislas 一千七百九十九 一千八百七三 共同担任翻译名义大集 范玛佛帕蒂 之范语部分之教定 重要著作有 Emosa-J-Titanium 妙极祥真实明经 Bodhi-Kerifat-Ra 菩提行经 一千八百九十 Kesvathu Polly Grammar 巴黎文语法 一千八百七十二 Grammar Polly 一千八百七十四 P五千两百九十七 敏元 为于安徽清阳陷进 九化山天台风之辈 为朝拜天台风必经之地 唐代使此处原为敏让河之庄园 敏攻善行不失 美齋百僧 必须一席 邀请山中苦修之星罗国王子金桥爵 传说金桥爵系的藏菩萨之印画 比喻九十九岁作画 作画前系 向敏攻起一袈裟的 袈裟一盏遍覆九化山 敏攻遂禁喜舍不失 其子后一出家 即道明法师 敏攻后一礼其子为师 经得藏菩萨圣座旁 分立二人 乃敏攻及道明法师 P5298 开三显一 为开除三圣 身文 原觉 菩萨 知全职 以显示一臣 佛臣 知识意 系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叛世之语 法华经前半部位 门 之开显 后半部位 本门 之开显 开三显一集于基门之画一中 开除法华经 以前诸经所说三圣全教之执着 显示一臣真实之教 即开三圣教之方便 以显一臣教之真实 然三圣与一臣之差别时由对积之未熟而起 当静三一差别之妄之 三圣所行之道 即为佛道 三圣之礼教 以及十相一臣之礼教 故三圣时皆归于一臣 法华经玄义卷九 法华玄义世千卷一 法华文句卷四 法华经义记卷一 卷八 法华玄论卷四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全显十 五千三百一十五 开显 五千三百一十六 P五千两百九十八 开释 梵语 Bodhisattva 因一菩提萨朵 又做阐释 开 明达之意 指开正道 以引导众生者 特指菩萨 盖菩萨明解一切真理 能开导众生误入佛之之见 故有此尊称 阿毕达摩石身族论卷一大二六 五三一上 开释 威力如来藏 三界 赵明慧 演道 世事要揽卷上 大五四 二六 零下 经中多呼菩萨 为开释 前情福 兼赐沙门 有得解者 好开释 可知开释 意味高僧之尊 好 悬应应一卷四 P5298 开释入狱 禅宗公案名 右座开释误水阴 本则公案记述拔陀佛罗语十六 开释 菩萨 沐浴时 因水误道之因缘 碧言录第七十八则 大四八 二零五上 古有十六开释 于玉森时 随力入狱 呼悟水阴 诸禅德做摩生会 他到妙处宣明 成佛子柱 也须七川八穴使得 上瘾中之 七川八穴 为逆顺纵横 自由自在 此公案 乃具首轮严金卷五所在 拔陀佛罗语同伴十六 开释于玉槽中沐浴 因水之浸润性及透明性 德妙处宣明 成佛子柱 会得七川八穴 四面八方 攻破敌阵之火手段 能逆顺纵横 自由自在 不为烦恼所赴 P5298 开山 本指开山建四而言 因古代寺院多建于山谷幽近处 故称开山 且取其开辟寺姬之意 又称开姬 而寺院第一代住持意 以开山尊称之 开山又有劝请开山及创建开山之分 创建开山系亲自开创寺院 并自认住持 劝请开山则虽亲自开山建四 然令请有德之僧认住持 此外 宗派之创始者亦称为开山 开祖 开山祖 开山祖师 佛祖 佛祖统祭卷十四 禅灵象祭 尖灵象门 P5298 开山祭 寺院于 开山 世纪纪念日所举行之法会 我国自古即有 于日本 自禅宗传入后 即为各寺院所沿用 此外 于宗派开祖祭日所举行之法会 称祖师祭 赤节修百丈 清规卷上尊祖章开山 立代祖祭条 P5299 开山堂 奉寺本寺 开山 之堂 又称祖师堂 祖堂 尹堂 尹世 常设于佛殿前面之西方 与东方嘉兰堂相对质 宋时 以禅灵尊崇开山 故祖堂中为至开山之相 然至后 是亦于堂中 安至历代 住持之牌位 白云首端禅师 广路卷义祖堂 刚纪 P5299 开元三大事 指唐玄宗时 东来之印度密宗三大师 即善无畏 金刚至极不空 开元四年 716 善无畏奉其师之命 经中亚至长安 唐玄宗礼为国师 开元八年 金刚至绿不空至金师 奉赤居于慈恩寺 传扬龙树菩萨之密教 并驻谈度重 使人称善无畏 金刚至极不空畏 开元三大事 参阅 不空 975 金刚至 3561 善无畏 4892 P5299 开元目录 请参阅开元四教录 开元四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 七百三十八 是令各郡建立开元四 作为官方之寺院 主要负责国家之注点法仪 亦有从亦有之寺院 转用为地方官 祈求国运仪式之场所 此种仪式不仅将佛之恩惠 被赐予国民 更有夸视中央政府权威之意图 关于玄宗是全国建立开元四之姻缘 经一步可考 为据西安府城内元大开元四 新教碑之碑文所在之开元二十八年 宜为二十六年之额 玄宗曾与神光法师于延庆殿对论 佛恩问题论后玄宗乃是为佛弟子 遂于天下之州府各至开元四一所 然经已无限可考察年权 全国各府是否皆奉赤造寺 仅于旧堂书卷久有 天保三年七百四十四四月 赤两经及天下诸州住经同天尊 及佛像各一尊至之开元四之记载 然于现经所存各种佛教史文献 如唐代建真和尚 曾赴日本 后成为日本律宗之祖 知东真传 与来华留学之日森元载 元人 元真等人之旅行记中 则载有教具体之资料 如诸开元四之名称 及部分有关之既是 另据大明义统治所列举 当时留存者 有直立真定府济州开元四 元氏县开元四 永平府开元四 顺德府开元四 陕西安府贤宁县开元四 福建泉州府温林开元四 福州府闽县开元四 山东登州府开元四 河南归德府开元四 宁陵县开元四 于成县开元四 南阳府武阳开元四等十二处 以往日是正况 各地开元四于唐宋时代 高森辈出 如苏州开元四之元号 尹秀 齐州开元四之一处 洪州开元四之道一 七颖 鄂州开元四之玄宴等 其中以洪州开元四之道一 由魏著称 自大历四年 769 住西该四 产洪南月怀让之禅法 而成代禅之重任 世人尊称为 马大师 诸州之开元四历来 兴衰不一 虽今元明之重修 现存者不多 佛祖统计卷三十四 世事基古略卷三 古经图书集成直方 中典第六十一 一零四 第一一七 第二零零 一二七八 第三九五 第四五七 第五零七 一位于江苏无县西南 为三国时代孙权之如母臣氏所建 初称仲元四、通元四 至唐代,改称开元四 至唐代,自海中 遥来时佛二尊及佛一旨 经珍藏四宗 历代以来 本四先后有禅宗 如惠能之法四应宗 京西湛然 常庆惠仁 黄龙楚南 清凉成官 慈云尊士等宗门大德七指之 开元四至 大明一统至卷八 二位于福建江 建于武后垂拱二年 六百八十六 出名莲华寺 后改新教寺 隆兴寺 开元二十六年 七百三十八 奉斥改称开元寺 立五代至宋 创之苑百余所 圆代四年 开元万岁禅 至正年间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九十八 遭驻荣之灾 明代洪武 永乐两朝剑次重建 明墨镇之龙又重修大雄宝殿 拜圣庭 山门外子云平殿等 为一包括东西两亿之建筑群 其中以东塔 正国塔 西塔 仁寿塔 持名远近 为我国文明世界 富有历史性之建筑 东塔始建于唐贤通六年 八百六十五 初为木塔 南宋改为砖塔 京之石塔 京之石塔 南宋少兴二年 一千一百三十二 至纯又十年 一千两百五十 所重建 高四十八公尺余 西塔始建于五代梁真明二年 九百一十六 初为木塔 北宋改为砖塔 京之石塔 为少定元年 一千两百二十八 至嘉西元年 一千两百三十七 所重建 高四十四公尺余 二塔均仿木构八角五层楼隔世之石构建筑 尚客佛像 十分精美 大雄宝殿又称百住殿 采用重沿歇山式建筑 为明代移构 殿上之豆狗有非奠乐十二十四尊 雕刻精致 福建通智卷二六四 大清一统智卷三二八 三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县之东 又称上兰远 吉唐代马祖道义弘阳禅峰之著名道场 道义的南越怀让之心法后 先后驻西建阳、南康、辅州、乾州等地之道场 建阳在京县省 于阶 江西省 自大历四年 七百六十九 开始 道义居止于本寺 继续其阶化生涯 当代令依禅门龙像石头西迁则大多虹法于湖一带 是美将将西马赌道义 湖南石头西迁 并比位禅戒双比 由是 本寺亦成为当时禅图福凑之名察 本寺于宋代时改称能人寺 明代称永寺 至清代 又更名为又今寺 或又清寺 大一统 至卷四十九 大清一统至卷二三九 江西通至卷一一一 四位于陕西西安东大街西首 建于唐玄宗开元年 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 七百三十八 施令全国各大都市广建开元寺 其中以本寺之规模最大 为历代师修 寺荣残 以非旧观 位于河南商丘县城南 建于唐代 宋代更名保荣寺 又称兴隆寺 寺内有唐代书法家 颜真卿所书之 观摘未报记 直撞 六位于河南鱼城县 旧县城北 建于宋少盛三年 一千零九十六 后喜的改建于京县至 之西南鱼 七位于广东潮州 乃东南一大丛林 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 七百三十八 元代称开元万寿禅寺 明代以后称开元正国禅寺 建筑古亚 湘湖镇 八位于山西大同 参月 善化寺 四千八百七十五 九位于台湾台南 未著名的佛教古沙 元系明墨严平郡王正成功四子正 今今为奉养其母董事所建之 北原别馆 创建于明永历年间 一千六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六十一 康熙二十八年 一千六百八十九 巡道王宗 总镇王化行等捐奉改建位寺 石称海惠寺 此后 历经乾隆年间之重修 擴建 叠改寺名为流环寺 流禅寺 海禁寺 中定名为开元寺 以契于今 寺内有正经所遭之正经锦一口 及早锦时所掘出之海罗化石 及七贤竹一株 据云此竹为名永历三十四年 宜自河南沃龙港 为董事亲自种植者 寺中并珍藏有正成功清笔文件 及其所用之餐器 此外 尚有台湾最早铸造之铜中一口 及后原之圆光三塔 塔建于明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魏四僧藏谷之所 今已成为该寺之标志 本寺开山驻持魏至中法师 后代驻持之教著名者 有同志 光绪年间之荣芳 船芳 玄金诸禅师 荣芳 曾赴福建古山寿界 并赴少林寺席禅集五纪 且经书画 颇为当时台省人士所推崇 船芳一层赴福州等地球法寿界 返台后船界红法 度众甚多 至今约有莫四八十余座 通称为船芳和尚派下 玄金出家前 原善道教方术 故任开元寺住持后 实险灵异 台湾光复后 继任住持有郑光 映明 眼镜等人 郑光 眼镜二人先后 新办严平佛学院 及开元佛学院 造就不少僧才 现任 一千九百八十八 住持为物词法师 创办有开元幼稚园 开元育幼院 慈爱医院 及会光图书室 开元禅学院等 批五千两百九十九 开元双塔 即福建竟将开元四支东西双塔 为我国文明于世并赋有历史性之建筑物 双塔相距约二百公尺 全用花钢岩石砌成 燃结构上人保留宋代木构建筑之特征 間禅规立 双塔居立于丰域宇中 以历史七百多年 虽历竟蒼桑 但雄姿依然 东塔明镇国塔,建于唐代贤通六年,八百六十五,历时十二年俊宫,塔位八角形,高四十八点四公尺 原为木造,南宋时改为砖塔,后改为石块建筑 西塔明仁寿塔,建于五代梁真明二年,九百一十六,历时十年俊宫,塔高四十四点六公尺 北宋时改为砖塔,后裔改为石塔 塔之每面有幅雕二幅,两塔共一八零幅 两塔之建筑均受中亚文化之影响,综合中西形式,极具艺术价值,其实被誉为,海内第一,世界第一塔 温灵开园四至,市市鸡鼓掠卷三,P5302 开园路,请参阅开园视角路 开园视角广平立章,请参阅大唐开园视角广平立章 开园视角路,凡二十卷 唐代至深编于开园十八年,七百三十 右座开园路,开园目路,至深路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全书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称,总括群经路,卷一至卷十,相当于带路 戏以时代别,义者别,依序列举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六十七,至唐代开园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间,一七六名 义经森所义大小陈经律论,共计二二七八部,七零四六卷 其中有关义经之资料搜罗绵密,包括义经之义名,略名,卷数,存缺,原著者名,翻译年代,场所,及翻译关系者,所载义经又有义与失义之别,单义与重义之别,代经与别生经之别等 此代路部分系继承历代三宝记,大唐内点路而来 后半步称,别分成藏路,卷十一至卷二十,系仿字法经路之分类整理目路,相当于标准入藏目路与现藏入藏目路 别分成藏路系以经为主,又分七类记载,即 一,有义有本路,卷十一至卷十三,二,有义无本路,卷十四至卷十五,三,支派别行路,卷十六,四,山略繁重路,卷十七,五,不阙十一路,卷十七,六,疑惑在祥路,卷十八,七,唯忘乱真路,卷十八 最后两卷位大,小臣之入藏目路,总计入藏经典一零七六部,五零四八卷 盖历来所谓,一切经五千余卷,之称即出典于词 其中之,有义有本路,将大臣经分班若,宝基,大吉,华严,涅槃五大部,并注明丹义,众义情况 为后世之大藏经编目所遵循 至身父将本书入藏目录以签字文编号,预防混杂,编定,开原世教录略出,四卷,为北宋以后雕印大藏经编号所依据 本书既是完备详时,故后世经录皆取未犯本 后世藏经组织一大体依据本经录,先大分位经,律,论藏等部,更依亦区别大小臣,大臣经中又以依五大部顺序排列为常例 唐代真缘十年,七百九十四,原兆座序编三卷,正名为大唐真缘序开原世教录 宋高僧传卷五,真缘新定世教目录卷十四,卷十九,P5303 开化四,位于浙江航线 据贤纯林安智卷八十二载,北宋开宝四年,九百七十一,永明言受未镇压前唐江之潮水,应无越望前替之请而见寺,使称受宁愿 据月轮山,开化四属之,六合塔下层内巨碑之文载,六合塔未延寿初建,内藏设立,后遭焚毁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一千一百五十二,礼部奉圣旨新宫重建,林安府转运司协力完成 二十六年,孙智坛来祠寺住持,布甲官吏,舍己依墓尽才以建七层塔,成就愿与百间 龙兴二年,一千一百六十四,上次,慈恩开化教寺,匾额,一年,甘道元年,以智坛之功绩,地下圣旨赐与该寺特典 元明以后一旅遭灾厄,于明代嘉境年间,一千五百二十二,一千五百六十六,烧毁,万历年间,一千五百七十三,一千六百一十九,在世重修,经存之六合塔乃于清代雍正十三年,一千七百三十五,重建,光绪二十六年,一千九百,重修所遗存者 塔系八角十三层,前堂之风光,可于塔上一览无遗 浙江通至卷二二六,杭州至卷三十五,西湖圣记,杭州与西湖,支那文化史记解说卷四,支那佛塔,村田智郎,参月,六合塔,一千两百六十九,P五千三百零三 开心寺,位于韩国庆上北道李泉郡李泉面南本洞 寺中有五重石塔,乃为二重基坛,四角五层之石塔,建于高丽木宗十二年,一千零九,即辽统合二十七年,被视为高丽时代初期之新罗系石塔 其第一层之正面门上中心刻有人王像,其雕刻手法与同时代聊之砖塔一致,故被推定系受聊之影响 P五千三百零四 开外学,准许学习外典,佛教以外之典籍 为福邪教,即引导世间一切为目的时,得允许读诵外典,称为开外学 P五千三百零四 开幕抄,凡二卷 为日森日连五十一岁,一千两百七十二,十,英龙口法南被流放左渡时所者 收于大正葬第八十四册 本书系作者于流放其间,请查其受难之缘由,并自外道,儒家而作诸教,诸学之比较,对照,而导入法华经就近真理之五种相对,制定内外,大小,权实,本,众托等,即教官之五种相对判事,为一比较宗教学之著作 日连于书中陈述其信仰体验,且深刻考察其受难之理由,并解答所以受此法难之疑惑,复旧训难部教发表激烈之言论 日连系亦能忍难舍命之法华经行者,于其著作特强调以折服为实践方法 本书与观星本尊超共为日连宗学之双比 P5304 开释误入,开,开发之意,即破除众生之无名,开如来藏,见实相之理 释,显示之意,或障即除则之见体现,法界万得显示分明 悟,正悟之意,仗除体现后,则是,现象,理,本体,融通而有所悟 入,正入之意,为是理迹已融通,则可自在无碍,正入智慧海 依法华经卷一方便品载,诸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世间,即为令众生开释误入佛之之见而出现于世间 关于,开释误入,之解释,法华文句卷四上,以四位,四智,四门,观星等四种不同立场,阐释开释误入之理,并一一配列之 一,就四位而言,四位细止菩萨修行过程中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的等四大阶段 一,以,开,配当十住位,位于此阶位之初,能破除无名,开显如来藏,而见十相之理 二,以,是,配当时行位,位于此阶位,或障即除,之见之体一字彰显,此,体,原被万得,故举凡法界之重得,无不一一显示分明 三,以,物,配当时回向位,位于此阶位,即以除障显体,明了法界重得,则必是理融通 四,以,入,配当时地位,于此阶位,是理济荣,故自在无碍,任运自如,而入萨婆若,一切至,海 二,就四至而言,一,以,开,配当道会,位于,时性,之中得以开发佛之至简 二,以,是,配当道总会,为能了之时法界中诸道之种别,并了之解或之相,依依皆为佛之之简所显示者 三,以,物,配当一切至,为了之一切法之,一相寂灭,即了物佛之之简 四,以,入,配当一切至,为了之一切法之,一相寂灭相,而时之种种形类相貌,此即入于佛之之简 三,就四门而言,四门系指天台原教所立之四法门 一,以,开,配当空门,为于空门所权,一空一切空,之理中得以开发佛之之简 二,以,是,配当有门,为有门所权,亦有一切有,之理即显示佛之之简 三,以,物,配当一空一有门,为了达,一切一空一切一有,之理即体悟佛之之简 四,以,入,配当非空非有门,为正的,一切非空一切非有,之理即入于佛之之简 四,就观心而言,此系由天台宗所说,一心三观,终来直接阐释此开示误入之理 三观,指空,假,中三观 一,为了观,心性三地,之理不可思议,且此观明尽,无有一致,故名为,开 二,又此一观尽虽不可思议,然能于空,假,中之心中宛然分别而不滥,故名为,是 三,为空,假,中之心,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故名为,五 四,空,假,中之三观并非各别存其空,假,中三者,而系其照空,假,中于一心之中,故名为,入 法华经论卷下,法华经义记卷三,法华经玄义卷五上,唯摩经玄书卷四,法华义书卷三,即葬,法华经玄赞卷三末,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上,台宗二百提卷十五,P5305 开仙寺,位于江西新子县西八点六公里处之庐山南路 系南唐里宗主所创 山后有龟背,鹤鸣,双剑,香炉,黄石炎等其风相连 其间,北有马尾水,南有瀑布泉,为庐山诸寺最优穗之地 宋代时,云门之门下清药曾铸此,同门至祭之弟子赵祭之 太平新国二年,九百七十七,赵改名为开仙华藏寺 仁宗时,善仙开法席,其门特显 门人佛应了元臣其席,后至寻,行英等云门诸得相继助之 明代天顺初年恢复旧明 康熙四十六年,一千七百零七,四,秀丰四,匾额 其侧衙有黄山谷之七佛记,王阳明记公之碑石 西侧西盘有五众之小石塔,门外有英克之观音像巨碑,向之相好 颇能献是宋代风格 禅林森宝传卷二十九,五灯会员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 第八六七,第八七零,知那佛教史迹凭解卷二,P5306 第五八零,知那佛教史远千尖八年,di德伊珀 打资質音与四只小石塔,雈亦集成iary音符传卷10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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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